晚上被折腾了一晚,白天又这般荒唐,车队停下扎营休息时,谢郎是抱着祭祀入的营长。 让祭祀没想到的是,谢郎这个南地名士的到来,似乎引起了北魏人的注意。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家族闻讯而来的个人,在谢郎路过的地方堵他,然后祭祀再次发现,原来明氏这两个字,可以使得谢郎不管走到哪里,都被人代为贵客,特别是一些上了百年的始祖。 在知道谢郎这个昔年的王谢门帝的嫡子路过后,更是迫不及待地迎了上来,一个个都以谢郎能在他们府地里过上一宿为荣。 有着这些人的招待,又因他们唯恐落后的现金现护卫队,击死这一行人,那更是安全了。 而在谢郎一行人正式进入陈郡时,整个郡中似乎都轰动了。 谢郎的车队过来时,积似深刻地体会到当初崔玄入扬州的盛况。 要知道,这很不容易,北地因为战乱太过频繁,以及又是胡人统治之下,食人以强悍为药,虽然这两百年里,无论男人北人都推崇风度出众的美男。 可北地人,真的忙着生存去了,根本无心追捧他人。 可眼下,谢郎进入陈郡时,整个陈郡的世人在知道陈郡谢氏的嫡子,南迁了百余年的数一数二的大氏族,现在回到祖地后,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清朝而出。 祭司坐在马车中,看着这些北人在谢郎过来时,泪流满面地叫着谢郎的名字,不由笑了笑。 因为谢郎这死,惯会招风引蝶,便有一些女郎侧马兰在谢郎面前问事,她也毫不在意。 不过,这次毫不在意,却在傍晚时变了。 傍晚时,谢郎一行人照旧安顿在一个有百余年历史的世家院子里。 祭司一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当她把自己暖暖地泡了一遍,又梳洗一容过后,便蹦蹦跳跳地去寻谢郎了。 刚刚来到一间厢房外,积司便听到一个女郎清脆的声音传来。 天下都说,十八郎温柔宽厚,最是怜惜天下女儿。 难道你要看着我妹妹死在你面前吗? 什么厢房外,积司一惊,她越发侧耳倾听起来。 在她的宁神倾听中,只听到谢郎那低沉中带着些淡意的声音传来。 时辰不早了,两位女郎还是回去吧。 不,我不走。 另一个娇柔的女子身边含着哭音的传来。 谢十八,早在五年前听到你的名字后,我便喜欢上你了。 这么多年来,我连做梦都要想着见你一面。 现在好不容易见了你,我也不求你的气味,甚至不求你清心相待,只求为奴为婢。 这样你都不愿意留我在身边,那我活在这世上,又有何意味? 几乎是这女子声音一落,也不知她做了什么,只听得那清脆的女声叽叽叫道。 妹妹,你别这样。 就在那女声叽叽叫着时,突然的,谢郎那含着笑,也含着冷意的声音徐徐传来。 让她死。 一句话落地,令得四下再无声息后,谢郎淡漠的声音再次传来。 你钟情于我,那是你的事。 若是以死相逼,便能得到所求,那也未免太荒唐了些。 剑在那里,你自吻吧。 谢郎的声音一落,房中那女子似是被伤到了,她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哭叫声。 这哭叫声中,充满痛哭,却终是没有什么决绝的意思。 妻子悄悄望了一眼,却见一个美貌的女子正跪在地上痛哭。 于她的痛哭声中,突然的,谢郎的声音传来。 把两位女郎请出去,转眼,她冷冷诱导,若是不走,便扔出去。 谢郎这话一出,房中女子的哽咽声越发悲伤了。 再然后,妻子便是看到谢静和另一个谢氏不屈,一人提着一个美人走了出来, 然后,当着妻子的面,就这么把两个娇滴滴的美人扔到了门外。 那两个美人狼狈落地时,一眼看到冷眼旁观的妻子,眼中闪过一抹怨度。 妻子确实在冷眼旁观,而且她还眼中含笑。 这个时候的她,却是在想着,谢郎这等人经历了太多, 心智早就成熟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很多时候,她们不会轻易付出承诺,可一旦承诺,却能贯彻始终。 她突然觉得,这样极好,这样,真的极好。 在她的记忆中,便是弟弟萧道成那样的人物, 也总是一而再地被弱女子的眼泪流得心软。 她真正做到对美色动若观火,却是在四十岁以后。 她又想到,这世间出众的男子,总有很多女人前赴后继, 而真正能够做到始终清明的。 她前世的记忆中,不曾识得一个。 她还想到,无数个小姑,在年少时都听过男人的甜言蜜语。 如果她清醒一点,便能发现。 对着美貌的小姑甜言蜜语, 其实只是世间男子的一种本性, 根本不能代表什么。 实不迫这一点, 不管她如何美貌, 终会有着无穷的烦恼。 此刻,鸡四真心觉得, 像谢郎这种跃进人世繁华的男人, 在他下定决心牵住一个女子的手时, 她的种种行为, 其实比平素杀戮果断, 却因经历太少, 或者容易对谁都温柔的男人更好。 那两个女子虽然被谢郎的人扔了出来, 大大失了颜面, 可这北帝本来就不如南帝苛刻, 再加上, 世人都知道谢氏众人不是多嘴之人, 所以那两个女子一直到离去时, 那身影还挺得笔直, 丝毫不见不安。 谢郎在陈郡停留了十天之后, 队伍继续启程, 朝着阳下市去。 阳下这地方, 是陈郡谢氏的祖地, 是家庙所在。 无数陈郡谢氏的英杰, 曾经在死后把尸骨葬回这里, 可是谢郎这一次回归, 却是大名鼎鼎的陈郡谢氏的嫡脉, 近五十年来的第一次归乡。 也不知是不是天地也在悲伤, 当阳下渐渐在望时, 天空竟然阴沉下来, 然后天空竟然飘起了白雪。 于漫天飞舞的雪花中, 在离阳下城还有五里远的时候, 谢郎下了马车。 依然是一袭白衣, 谢郎便是这般走在大雪纷飞中, 朝着祖庙所在一步一步走进。 感觉到了他异常的严肃, 基祀也从马车中下来, 他习惯性地像以前一样来到谢郎身后, 然后一步一驱地跟随着。 这个位置, 既似友, 一似仆, 是他习惯跟随的位置。 这里有无数陈郡谢氏的英灵, 这里的空气都回荡着那些世间至高至尾的人物们的音容笑貌。 基祀丝毫不敢唐突。 就在基祀来到谢郎身后, 与谢广等人站在同样的位置时, 突然的他的手一暖, 却是谢郎牵上了他的手。 再然后, 在基祀的震惊, 在谢广等人齐刷刷回头看来时, 谢郎轻轻拉着基祀的手, 把他扯到了自己右侧。 他让基祀与他并肩而立, 所有人都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基祀更是刷地回过头去, 他张着嘴, 不敢置信地看着谢郎。 这时, 早早就站在阳下城外相迎的素老, 一个个素然地迎了上来。 十几个白发老者出现在道路中央, 他们与谢郎无声地见了一礼后, 一个素老转向基祀, 挑眉道, 这位是十八郎, 你的妻是? 四下一镜中, 谢郎回眸, 只见他眼也不眨一下地温声回道, 是。 他说是, 他居然说是。 这么多年了, 他曾与他同生共死, 也与他同传共枕, 他幻想过一切, 可一次都没想过, 有一天, 谢郎会在世人询问他, 是不是他的妻时, 他会回答一声, 是。 一时之间, 鸡丝热泪盈眶, 生怕自己失态, 他迅速转过头去, 救着飘飞的雪花, 他看向远方的山脉, 心中想到, 其实我这一生, 有了他这一句, 也是不枉了。 听到谢郎这个回答, 十几个素佬立马神色大变, 他们热情地看向祭祀, 其中一个素佬马上问道, 请问是狼牙王氏女, 还是陈俊谢氏女? 这白发老人的话一出口, 鸡丝脸上的笑容慢慢地退去, 他低下头, 屏着呼吸一动不能动了。 就在这时, 他听到谢郎那极平和的声音传来, 几位长者, 却是不曾收到谢十八的飞鸽传书吗? 谢郎这话一出, 老人们争了争,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转眼间, 一个看起来在当地颇有威望的中年人走了过来, 那中年人大步走了过来, 来到老人们旁边, 轻声说道, 这事儿确是我疏忽了, 十八郎的飞鸽传书是昨晚到的, 各位长者这里, 我还没来得及分说。 说到这里, 那中年人转向重老人, 严肃着一张脸说道, 是这样的, 谢十八说他在去年东寒之时, 曾与他的心上人姬氏分离, 分离之时, 姬氏刚跟了谢十八不久, 谢十八用了许多功夫, 日日夜夜寻找, 才探知他竟是孤身一人, 沦落到了北魏, 当时他四处奔波, 却总总杳无音讯, 顿了顿, 那中年人继续说道, 谢十八说, 那时刻他望着满山白雪, 想着他的妇人在这天寒地冻之际, 不知是流落成了山谷间的一堆白骨, 还是成为了刘明口中的食粮, 突然心中大悲, 他又想着他或许已有身孕, 妇人怀着他的孩子, 在远离故土的地方, 受尽了人世间的苦楚惊慌, 可他却只能在这里遥望, 对他的处境无能为力, 中年人的声音沉哑了起来, 谢十八说, 当时他在想, 他在他身边时, 不曾许给他名分, 不曾给他一个安身之所, 竟是弄得他一旦逝去, 那魂魄便无所归一, 他不曾嫁人, 却清白不在, 他姬氏一族的祖先, 必不能容他魂归故里, 他跟着他谢十八, 却连名分都没有, 陈郡谢十的英灵, 也容不得这等孤魂野鬼, 如果他怀有身孕, 那怀中的孩儿, 必连个知道他曾经在这人世间存在的人都没有, 他虽有祖父, 虽有宗嗣, 却等于没有。 徐徐说到这里, 那中年人低沉地说道, 当时思量着这方方种种, 谢十八深恨, 于是, 他当时便下定决心, 一旦寻回姬氏女, 便把他带到祖地, 在陈郡谢氏的先祖之前, 结为夫妇。 不得不说, 中年人这一席话实在让人震惊, 不说别的, 光是谢郎这样的行为, 就惊世海俗, 从古到今都没听人说过。 不过, 就算是十几个老人最是惊恶, 他们作为陈郡谢氏出了五福的族亲, 也没有资格过问。 与老人的沉默中, 那中年人向谢郎走出一步, 看到他走来, 谢郎牵着姬寺的手, 转向北方跪下。 刚刚跪地, 那中年人便礼声喝道, 谢郎, 你且对着这方天地说说, 你这妻儿为人如何, 他配不配得上陈郡谢氏百年清玉? 谢郎跪在雪地上, 他朝着北方磕了一个头后, 高声说道, 我的妻, 乃皇帝之后八百年至贵姬氏之女, 她血统高贵, 才华横溢, 无女能比。 那些老人似乎这才听明白, 原来姬寺是姬氏, 姬这个姓氏, 在南地或许不怎么样, 但是在北地却是贵姓, 一时之间, 原来还有点不满的老人们, 脸上带上笑容了。 那中年男人威仪汉手, 他退后, 于是谢郎缓缓站起, 他牵着姬寺, 继续朝前走去。 两人走了一里不到时, 广袖高贵的卢紫游出现了, 他严肃地朝着谢郎一汗手, 走到一侧, 静了静守后, 卢紫游走到朝着南面跪下的谢郎面前, 高声喝道, 谢郎, 你且给你那些南面为王的先祖英灵们说说, 你这一生可有愧于陈俊谢氏, 可有愧于你的心。 谢郎朝着雪地重重磕了一个头, 同样高声地回道, 吾! 这一声吾, 他还真是说得坦荡无比, 真是风光即月, 一时之间, 周围围观的众人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竟是齐刷刷地跪了一地。 四下无人的跪幅中, 只听得谢郎那清润温雅的声音, 响亮地传来。 我谢郎, 此生尚无愧于天地, 下无愧于生灵, 终无愧于父母族人。 这一次, 他的声音一落, 数百个杨下人齐刷刷地俯首道, 十八郎真没欲言。 四面的回音落下后, 卢紫游再次高声问道, 谢郎, 你自成一声光明磊落, 可敢对着先祖说说, 为何不遵祖训, 执意去击世之女。 他的声音落下后, 谢郎再次朝着南方重重叩手, 只听到他声音轻而微雅地回道。 于此颠倒荒唐之时, 谢郎再生, 不敢承诺能够必尽深判妇人。 便要若有一日魂归皇权, 他和他所生之儿, 能够回到这片祖地, 得我谢氏一族英杰相护。 在这个全民姓鬼神的时代, 所有人对于死后的魂魄有个皈依的执念, 是极深极深的。 甚至可以说, 这种执念甚至比再生时过得好, 还要执着。 所以, 谢郎说, 他是为了积祀和积祀生下的孩子, 遇到万一死去后, 能够回到陈骏阳下, 能够不作孤魂野鬼, 所以想在这祖地英灵面前娶他为妻。 这句话, 几乎听到的人都确信无疑。 在谢郎的声音落下后, 卢子游向后退去, 谢郎再次站起, 牵着祭祀向前走去。 这一次也许是自发的, 也许是某种执念作祟, 道路两侧跪着的杨下人, 竟是一直跪在那里。 越来越多黑压压的脑袋, 跪伏在道路两侧。 隐隐中, 无数道唱声在空中响起, 不远处更有一个白衣名士在那里高声叫道。 陈郡谢氏的列祖列宗, 你们的子孙谢郎回来了, 流落到了南地, 五十年不曾归过家乡的子孙, 他回来了。 几乎是那名士声音一落, 四周哭声一片, 谢郎更是满脸都是泪水, 过了许久, 他才缓缓地, 此时用尽了全部力气地说道, 子孙不孝, 当年狼狈难取, 今日疏窜而归。 几乎是谢郎的声音一落, 四周的哭声更大了, 连那个白衣名士, 连同卢紫尤等人, 也一个个仰头流着泪, 有的更是在泪流满面中, 长笑声声。 一路跋涉后, 谢郎一行人终于来到了 陈郡谢氏的祖庙间。 祖庙外面, 已跪了黑压压的, 足有赏千的养下子弟。 这些子弟中, 或许有陈郡谢氏的旁之, 有些人或许只是在数百年前, 曾在谢安谢玄徽下, 为仆为氏。 雪下得更大了。 于漫天飞舞的白雪中, 四下安静到了极点, 除了谢郎和姬寺踩到雪花而发出的滋滋声。 自到了祖庙后, 谢郎牵着姬寺, 几乎是三步一跪, 九步一叩手地向着祖庙爬去的。 虽然姬寺没有回头, 也知道谢郎定然是泪流满面。 来到祖庙之前时, 又有几个卢子游邀请来的名士站在了谢郎面前。 他们朝着祖庙, 他们朝着他身试一礼后, 一个名士高声问道, 谢郎, 你因何而来? 谢郎跪下, 重重扣了一个头, 哽咽着回道。 儿, 四相矣。 明明是极简单的四个字, 不知怎么的, 几乎是话一落地, 便是哭泣声一片。 只过了好一会儿, 那名士才让风吹干脸上的泪水, 再次问道, 你们在南地如何? 谢郎再次扣了一个头, 哑声回道, 子孙俱在, 家族威势有存。 那名士退了下去, 换了一个清衣广秀的销售青年走上前来, 那青年高声问道, 谢郎, 你身边何人? 他可配与你比肩。 谢郎缓缓回道, 在我身边与我比肩的, 自是我的气。 那青年威仪汉手退了下去, 换了第三个名士上前, 谢郎, 你需谨记, 天不于我, 时不于我, 存身保命, 以待他日。 这位名士说的, 却是谢郎某一位祖宗, 曾经告诫过后人的话, 亦在警告后辈子孙不可轻举妄动, 不可因一时一气, 绝了家族前程。 谢郎叩首, 沉声回道, 金诺。 接下来的行程, 则是这些外姓名士退去, 谢郎带着祭祀等人, 进入了祖庙祭祖了。 这祭祖的过程, 极其繁琐, 祭过之后, 已经三个时辰过了, 天也渐渐黑了。 足足下了一天的雪后, 大地已是一片白色, 谢郎牵着祭祀的手, 站在高高的台阶上, 远望着事业尽头的壮丽山河, 久久出声不语。 直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转头看向祭祀, 对着雪光下, 祭祀那张绝美的脸, 谢郎低雅而含笑地说道, 阿四, 今日, 是你我新婚大喜之日。 祭祀转过头看着他, 慢慢地他扬唇一笑, 轻声说道, 是啊, 是咱们的大喜之日呢? 谢郎一笑, 牵着他的手, 下了高台。 陈骏这个地方, 作为陈骏谢氏和陈骏元氏两大士族的起源地, 是极出人才的。 是极出人才的。 几百年来, 这地方除了两大家族之外, 还出过不少他性的应节。 也因此, 也因此, 不管是在鲜卫人眼中, 还是在拓拔掏心里, 陈骏这地方, 也是备受关注的。 如谢郎刚刚抵达, 才这么两天, 便从四面八方, 有人赶来扬下。 幸好, 因为阳下着突如其来的一场雪, 还是组了不少人的行程。 以前, 陈骏谢氏的故居, 大多数已在战火中毁坏。 事实上, 连同这祖庙, 也是被烧几次修补过的。 所以, 祭祀一行人, 住的是当地一个宿佬提供的宅院。 刚刚进入宅院, 祭祀便牵着谢郎的手, 急急朝厢房走去。 一入厢房, 他便把门重重一关, 纵身扑到谢郎身上, 抱着他的颈, 连叠声地唤道, 阿郎, 阿郎。 他的声音中, 因夹杂了太多的欢喜, 叫到后来, 已是引带哽咽。 谢郎双臂一收, 把他按在胸口, 过了一会儿, 鸡寺停止抽气, 他用脸在他胸口磨蹭几下, 滴滴说道, 我没有想到过。 谢郎轻声说道, 我也没有想到过。 在鸡寺争冲间, 谢郎声音低哑地说道, 一往, 无论你我如何, 我都不曾想到过会失去, 直到这一次, 我才陡然明白, 昔日阳宫的那句话, 当真是, 世事不如一者, 十有八九。 他轻搂着鸡寺, 低头在他的绣发上, 印上一吻, 喃喃说道, 阿四啊, 你那一次, 可真把我害怕了。 也不知是他想到了什么, 那双搂着鸡寺细腰的手, 越来越用力, 越来越用力。 鸡寺紧紧反搂着他, 他在心里想到, 直到今日, 我才信, 十八郎是爱我中我的。 或者说, 直到此刻, 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在他心中, 占了那么重的分量。 两人又郁郁低语了一会儿, 外面一阵喧哗声传来, 却是又有人慕名而来了。 这一天, 谢郎简直是足不沾地, 来自陈郡各地的名流素老, 潮水般的涌来。 而作为近五十年唯一一个回到祖地的陈郡谢氏嫡子, 谢郎也不会怠慢这些故乡人, 因此不管来了什么人, 他都是亲力亲为的招待。 与谢郎的忙碌相应, 姬寺也是忙碌的, 他现在被谢郎挣了名, 要代表谢郎招待一些女眷。 傍晚时, 几个氏族女郎与姬寺坐在花园里, 彼此说了几句闲话后, 一个女郎突然说道, 听说陛下病重, 国师急忙赶到了夜城, 不过你们定然想不到, 国师见到陛下说了什么? 这话一出, 七四也好奇了, 他连忙问道, 你们国师说了什么? 那女郎说道, 国师说他掐指一算, 算到国君此次之祸, 又难朝国师的身影。 那女郎这话一出, 四下一静, 便是鸡四也是大气不敢喘一声。 他呆呆地看着那说话的女郎, 暗暗想道, 哼, 明明做这事的是谢郎和崔璇, 与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 另一个女郎轻叫道, 还有这样的事, 可是不对啊, 不曾听人说过, 南朝国师进入我北地啊。 另一个女郎也叫道, 是呢是呢, 早前听人说过, 那南朝国师啊, 也是个风度翩翩的大美男, 其风一容止, 不在谢氏八郎之下, 他要是来了咱北地, 肯定无数人都注意到了, 根本不会这么无声无息的。 就是就是, 不过, 国师向来言不乱发, 难道说, 那南朝国师真的来了? 几个女郎显然对南朝国师很感兴趣, 不停地在那里惊叹, 而且他们的兴趣似乎还在谢郎之上。 这北地人, 对姬月的兴趣, 确实还在谢郎之上。 与男人推崇美男, 推崇无与伦比的风度和家世不同, 北人更实际。 对于时期的北人来说, 能够与他们的国师相提并论, 却更年轻, 俊美, 又神秘的南朝国师, 使他们非常渴望一见的。 却说几个女郎说着说着, 一个女郎转头, 看到明显在走神的鸡寺, 突然问道, 诶, 夫人是南朝过来的, 不知可有见过你们国师? 这女郎的话一出, 众女齐刷刷转头, 一个个双眼明亮地看向姬四, 等着她回答。 姬四看了几女一眼, 干巴巴说道, 那个, 自是见过的。 众女郎同时兴奋起来, 一女郎急急问道, 啊, 那她是不是真的那般俊美, 真的那般神秘莫测? 对上几女崇拜的目光, 祭祀的唇角一抽, 她小声说道, 也, 也还好吧, 见她这个样子, 一个女郎笑道, 夫人的心神啊, 定然都放在谢十八郎身上, 你们的国师最俊最美, 也是无心宽看的吧, 呵呵, 就是就是, 众女嬉嬉笑了起来, 这时, 另一个女郎问道, 哎, 我听说啊, 夫人同时见过我朝国师, 和你们南朝的国师, 以及北地催狼, 你觉得, 这三人与你的夫君谢十八相比, 如何呀? 这女郎的问话, 同样激起了众女的好奇, 当下, 她们双眼发光地听向姬四, 一副非要等她答案的模样, 鸡丝装模作样地想了想后, 说道, 你们北魏的那个国师, 我看不透她, 顿了顿, 她还是加上了一句, 她虽然是有了点年纪, 其实也挺俊的, 而且是那一种成熟的神秘的俊, 嗯, 还挺吸引人的, 在几位女郎, 马上变得兴奋的表情中, 祭祀又道, 至于北地催狼, 就外表和风度而言, 她与谢十八郎不相上下, 不过呀, 谢十八郎的超义, 是真的超义, 所以呢, 谢狼具有先贺之姿, 而北地催狼, 却略显复杂, 转眼, 她又说道, 嗯, 至于咱们南朝的国师嘛, 他, 他也特别俊, 当下, 一女子好奇地问道, 那比这谢十八郎如何? 这些人刚刚见过谢狼, 自是拿他来比, 妻子想了想, 很是恬不知耻地回道, 嗯, 比谢十八郡一点, 这个回答一出, 众女欢叫起来, 一时好奇, 另一个女郎哥哥笑道, 呵呵呵, 要是当时夫人喜欢的是你们南朝国师, 不知夫人是选她, 还是选谢家郎君啊, 这一次机死毫不犹豫, 自然选南朝国师啦, 他这个回答再次令得众女哄笑起来, 不过他们之所以发笑, 却是知道机死是在开玩笑的缘故, 这就是北地比南地开放的地方, 要是在南地, 机死这样的话一出口, 不知会招来多少口舌官司, 可北方女郎们却直接把她当成一个玩笑, 一个个的反而觉得机死亲切, 有意思, 对她更加的亲切起来, 送走几位女郎后, 晚间, 谢郎执意在房间点上一种特制的熏香, 那熏香香味普通, 却能勾挤人的情欲, 机死才闻了不一会儿, 便以双颊蕴红, 眼中玩有春水流荡了, 而被香挑得动了情的机死, 看到谢郎漫条斯理地走来, 一边走还一边解着玉带, 他按耐不住地扑了过去, 那只他刚扑过去, 谢郎便是一闪而开, 当摔倒在软榻上的机死, 晃着晕乎的脑袋, 好不容易清醒一点时, 却发现自己双手被绑在柱子上了, 谢郎正一惊半解地坐在他对面的榻上, 好整以暇地打量着他, 这时的机死实在是厌干燥的厉害, 他挣扎了一阵无济于事后, 不由地朝着谢郎软软求道, 阿郎! 谢郎却在翘着长腿, 懒洋洋地打量着被情朝折磨的机死, 这时的机死双甲运红, 眼波流转, 同时他所有外露的肌肤都呈现出一种诱人的粉红色, 而这个内媚之女, 不管是朝他巴巴望来的眼神, 还是轻舔着鹰唇的动作, 或者那无意识地像蛇一样扭动的胶躯, 都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魅惑之美。 这样的机死实在是美得惊人, 让他白天想到这一幕风景时, 好几次走了神。 谢郎含着笑, 欣赏了一会儿痛苦的机死后, 他用折扇一边敲打掌心, 一边似笑非笑地道, 听人说起, 阿四白日时曾经放言, 说那口千枝极为俊美, 机死一睁, 他睁大水汪汪的双眼, 不解地问道, 这话说错了吗? 嗯,你没有说错。 谢郎浅身站起, 他迈开长腿, 缓缓走到机死面前, 轻身把他压制得整个人厚仰起来, 他低下头, 唇半含着他的耳机, 低于道。 可这句话的后面那句, 我听了着实不息。 声音一落, 谢郎已俯下身, 深深地吻上了机死。 就在这时, 外面咚咚咚的几声急促的鼓响后, 突然间红光大作, 竟是被燃烧的火焰熏燃了半边夜空的样子。 机死一急, 连忙睁眼, 转头看去。 就在这时, 谢郎躲了过去, 他轻轻掀起左侧的一个窗帘, 让他可以看到外面。 外面, 漫天的白雪挨挨中, 天空却是火红一片, 却原来, 数以万计的孔明灯正飘飘燃燃地, 升向天空。 那代表着喜庆和光芒的红色灯笼, 以及红色的火焰, 直将这白茫茫的大地都染得无比的明亮辉煌。 再一定睛, 机死赫然发现, 那些孔明灯上都写有字, 略略一看, 那飘到最近的几个孔明灯上写着, 愿生同踏, 死共穴, 浮生若梦, 为青长连, 我不知死期何日至, 为之有亲相伴, 一切无据矣, 愿生生世世, 都有今年今日, 黄泉之策, 奈何桥畔, 等亲百年携手共归。 一句又一句, 赫然都是山盟海誓, 都是在相约同生共死, 都是在说今生今世还不够, 还在期待来生来世再如此。 一时之间, 机死泪如雨下, 就在他激动得无以复加时, 泄狼冰凉的手指 在他脸颊上滑过, 然后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房中已被炭火熏得温暖如春, 而蟹狼那双手, 正游走在机死身上。 他的手法实在巧妙, 总是随便拨弄几下, 机死便娇喘兮兮起来。 在他的眼泪汪汪中, 蟹狼才用牙齿 一点点剥开他的肚兜和蟹库, 便是做这种事, 他的动作也优美至极, 只是太缓慢, 太折磨人了。 厢房中, 春光一片时, 外面的雪地上, 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 整整一夜, 那孔明灯都围绕着这间厢房, 不高不低地飘着, 一个又一个, 每一个都在华美中, 说尽了人世间所有的热情和窒息。 机死不会知道, 这一晚上, 无数的阳下人都站在外面, 他们仰望着头顶上宛如繁星一样的孔明灯, 不时地焦头接耳着。 那孔明灯上写了那么多字, 字是许多人都看到了, 一时之间, 男人们看着那些孔明灯时, 不免摇头想想, 这谢郎如此名传天下的大名士, 竟也做得出这种事情来。 不过, 明示姓氏, 向来都是随心所欲, 超出世俗理解之外, 因此, 这些人也就只是摇摇头。 只是, 这一个晚上, 不知多少女郎们无法入眠, 他们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 只是觉得, 若是换了自己, 那这一生真是什么都不求了。 姬氏更不知道的是, 一直到了深夜, 还不停地有孔明灯放出, 几乎整个陈郡, 几乎所有下过雪的地方, 这一晚上, 都飘起了无数的孔明灯, 据说少也有十数万。 当然了, 在外地飘着的那些孔明灯上, 并没有写上那些词语罢了。 这一晚, 大地也是一片白, 天空是无尽的红, 道得天明雪尽时, 所有的孔明灯 也渐渐地燃烧殆尽, 重归大地。 不过, 因大地刚刚下过雪, 所以这孔明灯虽多, 昨晚的火焰虽盛, 却也不曾引起过事故。 第二天, 众人还在为昨晚上 谢郎的举动而镇静, 而议论纷纷时, 急死一行人 已经在整备行李, 准备离开了。 谢郎不管是作为名士, 还是风华江南第一的美男, 他的名声都太名望, 太显著, 每天都有无数 对他感兴趣的人 涌入阳下, 再待下去, 也就惊动太多了。 六天后, 谢郎便与众人道别, 踏上了回国的路。 这一天, 前来相送的人 延绵了数十里, 每个人都有千言万语。 在这样的时代, 这般跋涉半年, 甚至一年, 路中历尽无数辛苦, 好不容易来到祖地, 却待不了几天就要离去, 实在是让人一想, 就心生黯然。 此时正是五六月间, 按谢郎估计, 如果行程顺利的话, 应该能回到 刘松的境内过年了, 而接下来的行程 还真如众人渴望的那般, 一路上是出乎意料的顺利。 如此跋涉了半年后, 姬寺和谢郎 终于再次出现在 长江码头上。 这般腊月时节, 长江进入了枯水期, 大多数船只早就停运, 不过姬寺却是十分高兴, 因为他们现在的落脚点 却是荆州势壁。 记得上次来赤壁时, 姬寺不过十四岁, 那时他为了接近谢郎 还曾经绞尽脑汁, 抄袭他本人的琴曲, 而他现在已快二十二了, 与谢郎已是心心相应, 已结为夫妻。 再次来到这处著名的古战场, 姬寺目光闪动, 他还没有说话, 身后谢广大步走来, 谢广来到谢郎身后, 低声禀道, 郎君, 只怕短时间内回不了健康了。 谢郎一争, 他略意寻死, 问道, 是刘义康? 是, 刚才得到消息, 说是刘义康的人, 已经拿下荆州城了, 同时, 通往健康的所有道路, 如今都已阻断。 听到这个消息, 姬寺一惊, 谢郎却魂不在意, 他朝着远方看了一会儿, 微笑道, 那就在荆州待一阵子吧, 我本也需要个机会, 彻底解决陛下钉破一事。 听到他这句话, 谢广等人心神大定, 他们喜笑颜开地硬道, 郎君说的是, 就在这时, 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转眼间, 谢静来到谢郎身后, 恭敬地说道, 郎君, 卢紫游发来飞鸽传书, 他说, 他顺着夫人给的那幅山水图, 寻到了一处姬氏藏宝, 几乎是姬氏藏宝四个字一出, 姬寺便双眼灼灼, 他战红着脸, 无比兴奋地盯着谢静, 等他说下去。 早在除夕那晚, 谢郎找到他时, 姬寺便把 得自广陵郡守的财宝, 以及谢郎给他的玉佩和那幅山水画, 一并给了谢郎, 然后他再也没有操过这份心了, 当时谢郎一看那幅山水画, 便说像是北地的山水。 现在看来, 那藏宝地还真在北威境内, 这时谢静继续倒。 卢公说了, 那姬氏的藏宝还真是不少, 里面居然有一处两万亩良田和十座十分不错的庄子, 那庄子里有山有水, 还有个严谨, 那些姬氏留下的旧仆为了保有那些财产, 还建了个乌碧, 不过时间毕竟过去好几十年了, 那些老仆早就死得死残得残, 建好的乌碧, 也被其中一个老管事的坠绪据为己有了, 还连乌碧名都改成了梦式乌碧, 不过卢公得了郎君的吩咐, 自是详细地调查审慎追逃, 现在那坠续一家已被赶走, 那些良田和庄子也被卢公派了得力的人在管理, 说到这里, 谢静拿出一叠气书, 转过身放到姬氏手中, 笑道, 卢公说了, 有所谓叫兔三哭, 那处姬氏乌碧, 山陵水秀的, 看了都舍不得离开, 要是夫人和郎君在南地待不下去, 不妨到那里当个逍遥隐士, 以卢子游的眼光, 他说那地方极好, 定然就是真的不错, 一时之间, 姬氏喜笑颜开, 谢郎也颇有点遗憾地说道, 若是这信早些时日, 倒可以转道去看一看, 语气之中还颇有点向往, 因得了这个好消息, 接下来姬氏的心情都极好, 一行人既然打定了主意在荆州留一阵子, 谢郎等人离开赤壁返回荆州城时, 便都易容改办了一番, 至于姬氏, 自然还是板成男子, 用不了两天时间, 他们便进入了荆州城, 刘义康入住了的荆州, 确实不同了, 城墙上还有残余的血迹, 街道上的行人也明显带了几分戒备, 谢广离开不到一个时辰, 便找到了一处偏近的宅子, 当下一行人住了进去, 谢郎显然是真的想早日摆脱皇帝无时不在的钉破, 他一入庄子便忙碌起来, 一整天下来, 姬氏是连他的人影都看不到, 便是到了夜间, 谢郎也是彻底不归, 谢郎在忙碌, 姬氏则想着好不容易来到荆州, 便有心想去京县看一看。 第三天上午, 姬氏在告知谢郎一生后, 便带着谢广和三十几个部驱, 坐上了前往京县的马车。 京县离荆州很近, 几个时辰就可以赶到, 走到下午时, 姬氏便远远看到了京县熟悉的城墙了, 一别多年, 他居然回来了。 想了想, 姬氏就在马车中换回女伤, 并草草地化了一下妆,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面目只是轻利的妇人。 越是靠近京县, 姬氏便由最开始的激动, 变得眉头深醋, 谢广等人也是。 就在这时, 前方出现了一支十几人的伤队, 当下谢广策马赢了过去, 不一会儿谢广过来了, 他们来到姬氏的马车旁, 低声说道, 夫人, 事情不太妙, 那刘易康进入京县后, 第一件事就是封锁了京县, 特别是吉士庄园, 更是刘易康盯烧得重中之重, 听那些人说, 刘易康反叛之时, 便私下派人寻找姬月, 还有人说, 刘易康对吉士相当看重, 说过, 得姬月者得天下的话。 听着听着, 姬氏脸色已是大变, 当然了, 脸色变了的不只是他, 一侧的几十个谢氏布区, 这时都是表情凝重。 过了好一会儿, 他们听到姬氏的声音从马车中传来, 罢了, 不去了, 我们马上返回靖州城。 听他们这么说了, 重部区连忙硬道, 是, 于是车队转向, 朝着来的方向返回, 车队一边走, 姬氏一边回头望去, 谢广望着依依不舍的姬氏, 心下暗自揭叹, 他还有话没告诉他, 此刻, 刘易康已经派人抓了姬氏庄园里的仆役, 同时, 访出风声说, 如果这个除夕之前, 姬月不曾出现的话, 他将挖了姬氏的祖坟, 坟了他那祖庙, 让姬月死后也无脸见列祖列宗。 这挖祖坟, 坟祖庙一事, 实在是太过酷烈, 他不想姬氏听了冲动形势, 准备先与谢郎商量后再说, 这时的姬氏, 自是没有注意到谢广的异常, 他正抬起头, 紧紧地盯着从一侧岔路上驶过来的一个车队, 这是一个极豪华, 极气派的车队, 驶在前面的一色手持长脊, 杀气腾腾的汉族, 中间则是十几个衣着华丽, 子容不俗的美币, 后面则跟了几个荆州本地的世家子弟, 这样的一支队伍, 自出现时, 谢氏部驱门便自发地避到一旁, 姬氏本来也像谢广等人一样, 瞟过一眼便不惊异地低头避嚷, 只是他无意中一回眸, 竟是看到那端坐在中间那辆最为华丽的马车上, 做贵妇打扮的美人, 竟是袁贤, 他竟在这里, 竟在这支也与刘易康有点关系的车队里, 看到那个陈俊元氏的嫡女, 看到了他的仇人袁贤。 此刻, 袁贤正端坐在马车中, 昔日还有点青涩的氏族小姑已经完全成熟了, 袁小姑原本姿色普通, 可也许是心境的变化还是怎么的, 现在的他, 竟是艳光大盛, 当然了, 这种艳光与他五官关系不大, 更多的是来自一种世俗顶尖小姑固有的雍容优雅, 配上强权者才有得咄咄逼人吧。 总之, 这是一种奇异的气质, 明明优雅, 却也很大, 仿佛一朵开得正艳的英素花, 让看的人一眼就知道这是一条毒蛇, 却又深深地被其魅力所迷。 看到袁贤急死大惊, 他不明白, 袁贤怎么会在这里? 明明这个袁小姑中了他的汗蒜, 落入了那个喜欢虐杀妻妾, 并喜欢与下属分享美人的临江王手中。 都落到那般绝地了, 这袁贤是怎么翻了身, 还变得这么风光的? 说在姬寺朝着袁贤看去时, 袁贤仿佛也察觉到了他的目光, 缓缓转过头来。 剑壮, 姬寺吓了一跳, 他迅速地低下头去, 幸好, 袁贤也只是朝他的方向瞟了那么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转眼间, 那支队伍便渐渐远去。 当袁贤等人的身影再不可见时, 四周终于可以行走的路人, 开始低声地议论起来。 哎, 听说那位是刘易康的侧妃, 急得刘易康喜爱。 刘易康那人喜爱美人, 他身边侧妃也算不得什么, 关键是听说那侧妃姓袁呢。 虽然陈俊元氏没有承认过, 可很多人都说, 他就是早年那个死了的陈俊元氏的嫡女。 真的假的? 以陈俊元氏嫡女之孙, 他不但嫁给一个宗室为妃, 还是区区一个侧妃。 这, 这太羞辱人了吧。 是啊, 大伙都不相信, 可听人说, 便是当面质问那位侧妃娘娘, 他也不否认。 所以啊, 这个消息很可能是真的。 一侧, 谢广等人也目瞪口呆地, 看着远去的车队。 他们都与元贤熟悉, 自是一眼便看出了, 那个侧妃便是那个陈俊元氏的嫡女。 沉默了一会儿, 一个谢氏不屈不屑地说道, 这妇人, 嫩得贪伤怕死。 对他们来说, 元贤这样身份的小姑, 落到刘易康手中后, 不去自尽, 反而苟且偷生, 实在是丢了他那家族的脸。 与他们的想法不同, 姬寺这时, 却是有点胆战心惊。 他暗想到, 元贤能从那般绝境中爬出, 还一步一步爬到了刘易康的侧妃之位, 这女人心性诚服, 还真是甚得可怕。 他也隐隐有种感觉, 似乎元贤之所以还活着, 那是因为他不曾向姬寺报复回来。 让姬寺一行人没想到的是, 当他们来到荆州城外时, 后面那元贤的车队居然又出现了。 明明元贤是朝京县方向去的, 怎么现在追上来了? 是不是他发现了什么? 就在姬寺心下一沉时, 突然的, 她的身后传来了一个优雅温柔的女声。 这几位甚是有点面熟, 可否上前与小妇人说说话? 开口的正是元贤, 他欲指所指的也正是姬寺一行人。 元贤这话一出, 谢广等人都是一将。 直过了一会儿, 谢广才转过头, 他与姬寺相互看了一眼后, 最后, 谢广等人簇拥着姬寺的马车 来到了元贤的车架前。 元贤正掀开车帘, 睁睁地看向谢广等人。 他的眼神非常奇异, 似是眷恋, 似是温柔。 也似是回忆, 直过了一会儿, 元贤才朝着谢广轻声说道, 你过来。 谢广顿了顿, 还是策马靠了过去。 他刚刚来到元贤面前, 便听到元贤 用极低极轻的声音 眷恋地问道。 他也到京地了吗? 这一下, 谢广知道了, 元贤这是认出自己了。 略顿了顿, 谢广垂眸回道, 夫人的话, 在下不明白。 元贤欺然一笑, 喃喃说道, 你自是明白的, 谢广郎君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会不明白 切身的意思呢? 转眼, 他又轻轻说道, 我这几年里, 之所以百般忍辱偷生,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还想再见他一面。 说着说着, 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流下, 谢广的头更低了, 见他不回话, 元贤笑了, 他慢起红唇, 徐徐说道, 你们便是不说, 妾也查得道。 过了一会儿, 元贤温柔地问道, 他现在还好吗? 什么时候回到南地的? 这么多年没见, 他是胖了, 还是瘦了? 问着问着, 元贤自私地一笑, 他轻轻又道, 谢广, 若是刘易康得了地位, 我必保他此生平安。 谢广打断他的话头, 淡淡说道, 我家郎君不会稀罕, 听到谢广的话, 元贤浆了好一会儿, 慢慢地, 他迟迟笑了起来, 一边笑一边泪流满面, 直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喃喃说道, 是啊, 以他的性格, 又怎么会稀罕这些呢? 转眼, 他眼中有了神采, 抬头盯了谢广一会儿, 元贤格格轻笑, 对了, 谢广郎君可能不知道, 刘易康可是答应过我的, 等有一日他得了江山, 会许我一个公主之位。 他还会帮我, 把谢十八弄到我帐下, 让他当我的驸马呢。 再一次, 元贤的话还没说完, 谢广已瞪大双眼, 已是不敢置信, 无比震惊地盯着他了。 在谢广惊骇的目光中, 元贤又是一阵痴痴地笑, 笑着笑着, 他笑容一脸, 只见他优雅地伸出食指, 朝着基斯的马车一指后, 娇声地说道, 不知马车里坐的是哪一位教科, 妾身很想见一见呢, 来人啊, 把这位给我请下车来。 元贤声音一落, 谢广等人脸色大变, 而护卫元贤的数百个青族, 则是手中长挤一举, 慢慢朝着基斯的马车, 围了上来。 此时的情况, 对基斯来说, 十分的不利, 因为整个荆州城, 都是刘易康治下, 元贤虽然只带着百多青族, 可随时随地的, 他只需高声一喊, 便可引来无数的兵马。 就在谢广等人悄无声息地握紧拳头, 准备情形不对便强行脱围时, 突然的, 元贤飘到城门的目光一致, 再然后, 众人只听到他声音发颤的低叫起来, 谢广, 是, 是他吗? 是他来了吗? 元贤这话一出, 刷刷刷, 所有人都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见城门处, 五六个骑士, 簇拥着一辆马车, 正朝这个方向驶来, 而那马车大开的车帘中, 露出了血狼高贯博带, 低头翻着眷茧的奇长身影。 很显然, 元贤万万没有想到, 他竟能这么快就看到谢狼, 不知不觉中, 他的粉脸已仗得通红, 不知不觉中, 他热泪盈眶, 这时的他哪里还记得查看, 血广等人护着的是谁? 一颗心全都在谢狼身上了。 谢狼的马车来得很快, 不一会儿, 一众人便驶到了谢广等人身边, 就在谢广他们同时低头叫了一声狼军时, 马车中的谢狼把眷策一放, 淡淡说道, 怎的, 现在才会, 说吧, 他那双澄澈幽远的眸子一转, 挑到了元贤身上, 当他看向元贤时, 元贤竟是迅速低下头, 他仗红着一张脸, 整个人缩成一团, 仿佛十分害怕被谢狼认出来一样。 明明他刚才还是那么渴望能与谢狼相遇, 这好不容易遇到了他却又退缩了。 谢狼只是一瞟, 那双眼便从元贤身上移开, 他转向谢广等人吩咐道, 灰城吧, 声音一落, 启师其促拥着一千一厚的两辆马车驶入了荆州城。 在谢狼的身影没入城中的那一瞬, 元贤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溅到了车板上。 许久后, 元贤掏出手帕, 他一点一点地使干净眼角的泪水, 抬头朝着那如汁的人流发了一会儿吃, 元贤哑声命令道, 派人告诉王爷, 便说谢十八到荆州了。 元贤这话一出, 众人都是以惊, 明明他刚才还是一副相思入骨的模样, 还因相见不能相认而痛不欲生着, 可这一转眼, 他又干脆利落地把心上人卖给了他的仇敌, 这女人的狠毒还真是入了骨。 一时之间, 四周的人都打了个寒劲, 奇奇地低下头去, 不过, 让元贤失望的是, 明明他亲眼看到谢狼是在荆州城的, 可刘易康就算把荆州城翻了个底朝天, 也找不到对方的蛛丝马迹, 寻到后来, 元贤几乎要以为那天自己看到的谢狼 其实是他想象出来的, 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幻影。 他也不想想。 当年谢狼带着布区, 围着着长江河岸, 清了几年的水匪, 这里哪一处地方他不熟悉, 哪一个黑道白道他不清楚, 可以说, 对谢狼来说, 他来到这里, 便如蛟龙归了海, 完全可以出入无影无踪。 所以, 元贤和刘易康虽然想尽办法地寻找他, 可凭谢狼之能, 他们又哪能找得到啊? 健康, 陈俊谢氏府中, 这一日正是阳光灿烂时, 一直待在佛堂里的谢母, 难得地出现在了花园中。 谢王氏夫妇, 远远便看到自个儿母亲, 争冲地坐在花园中。 梅树书影下, 谢母那刚强惯了的身影, 在这一刻, 竟是显出了几分勾楼。 夫妇俩本是奉命而来, 此刻, 看到母亲这幅情景, 不由得都吃了一惊。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后, 脚步加快, 连忙上前去行礼。 谢母一直在出身, 只过了许久, 他才向一侧站着的谢三郎轻声问道, 三郎, 听说那机月, 当初是当着群臣和我始祖俊杰的面, 判断出底龙翻身的具体时辰, 而一举闻名的。 谢三郎一争, 他回答道, 是的, 当时那是目睹者慎重。 姬月当时说, 底龙还没离去, 还会再度翻身的事, 也被他了中。 谢母深吸了一口气, 他似乎有点失神, 过了一会儿又问道, 听说他与北魏国师比拼了一场, 还打了个平手。 谢三郎说道, 是, 是, 使人说此事神乎其神, 那天, 姬月借天地之事, 把北魏国师设下的船自诸葛亮的八卦阵, 以摧枯拉朽之事, 毁了个干净。 这一次, 谢母许久都没有说话, 只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挥退所有的壁谱, 等花园中只有母子三人时, 谢母才徐徐说道, 十八郎来信了。 在谢三郎和谢王室惊喜交加的目光中, 谢母又道, 十八郎说, 这世间, 压根儿就没有姬月这个人, 那个姬月, 一直是姬氏假扮的。 这实在是一个识破天惊的消息, 谢三郎率先惊道, 这怎么可能? 谢王室也在叫道, 这绝对不可能。 叫到这里, 谢王室言字滔滔地说道, 那姬月是什么人? 他可是天下间公认的高人, 母亲啊, 我看十八弟, 定然是表达有误。 顺了一口气, 他又说道, 据我所知, 前不久, 北魏内部发生了大骗, 那北魏皇帝先是杀了太子, 后又一连杀了七八个将领, 直到现在, 北魏都是人心惶惶, 将帅不安, 据说, 那北魏国师最后推断说, 此事与姬月有关, 母亲, 那姬月的才华, 可有鬼神莫测之说的。 谢母打断了谢王室的话, 他转向两人, 徐徐说道, 十八郎说了, 姬月就是祭祀, 几习书。 几乎是谢母这强调的声音一出, 谢王室便像被什么饿住了咽喉一样, 一时哑了声。 谢母也是, 她的脸色变幻莫测, 出了一会儿神后, 谢母喃喃说道, 那个预测地龙翻身, 借天地之势, 碾压北魏国师设下的八卦镇的姬月, 那个令得北魏国师大为忌惮, 令得北魏人自相残杀的不是奇才姬月, 居然会是姬祀那女子。 谢母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消息, 可她却更相信自己的儿子。 在自言自语了一阵后, 谢母退后几步, 慢慢地坐在了榻上。 过了一会儿, 谢母说道, 那姬氏女, 语态轻柔, 眼神浅全, 这样一个普通女子, 居然会是姬月。 也不知怎么的, 听到她的话后, 谢三郎在旁边突然说道, 有所谓善战者, 吴赫赫之功。 谢三郎这句话, 令得谢母好一会儿都没说话。 又过了一会儿, 谢母说道, 十八郎说, 那清和崔氏的崔玄, 一门心思想算了姬氏去, 便是那崔玄的祖父, 清和崔氏的祖长, 也一心想把姬氏留在北位。 他们小动作频繁, 险些使得十八郎两人没能准时返回。 谢母说这话时, 脸色真是很不好看, 当然了, 一侧的谢王氏, 那脸色是更加难看。 他们无法想象, 在他们眼中, 那个一文不值, 低贱的不值他们看一眼的姬氏, 居然会是世人眼中神秘莫测的准国师, 姬月。 而那北地第一氏族, 居然连族长也要为了留他而算计于他。 梁女更知道, 清和崔氏在北位, 便如陈君谢氏在留宋, 那崔玄的风姿气度, 也与自家十八郎不相商下。 这时的谢母和谢王氏, 真是百般滋味都在心头, 他们无法相信, 那个他们看不上眼, 觉得百般配不上自家门第的姬氏, 原来在许多人眼中, 他竟是高滑的, 是值得千方百计, 求取入门的。 谢王氏在心里说道, 听了十八郎这话, 好似我这些年, 一直是瞎了忙了似的。 他一张脸, 时清时白, 煞是难看。 他想, 这世间的事, 真是离了棋了。 可谢母也好, 谢王氏也好, 便是再难看, 最不相信。 这时候, 也说不出贬低姬思的话了。 就在这时, 一贯严肃的谢三郎, 在一侧问道。 母亲特意提及此事, 可是十八郎在信上说了什么。 谢母转头, 看向这个长子, 沉默一会儿后, 徐徐说道。 十八郎在信上说, 他与那姬氏, 在杨夏祖庙之前, 结为夫妇了。 谢母这话一出, 谢王氏立马张大了嘴, 他正欲奸生质问, 可因为有前面那一系列铺垫, 那质问的话到了口边, 竟是说不出来了。 他能说什么? 说姬氏门第不行, 配不上自家十八郎? 十八郎那样做, 是被迷碎了? 可姬氏就是姬月的话, 连青和崔氏也一门心思, 想取其为父的话。 那姬氏又哪一点儿, 配不上他陈郡谢氏了? 母子三人相对无语了一会儿, 谢母闭上了双眼, 喃喃说道。 我虽从来不惜那种, 无风也能搅出三尺浪的女子, 可怜青和崔氏也。 唉,罢了罢了, 许是我年纪大了, 任也枯朽了。 过了一会儿, 谢母命令道。 按十八郎的行程, 估计他现在应是到了荆州, 现在留意康窃居荆帝, 十八郎若是在那地方停留, 只怕是难以安生。 三郎啊, 母亲这次叫你过来, 是想你带些人马前往荆州, 亲自去把你弟弟接回家来。 略略犹豫一会儿, 谢母迟疑地说道。 至于十八郎与姬氏成了亲的事, 你们就当作不知道, 若是见了那妇人, 也不要不敬, 也不要四处传咬。 谢母这话, 却是默认无事的意思。 一时之间, 谢王是心沉了下来, 他好几次张开嘴, 最后又惺惺地闭了上去。 那天谢郎之所以出现得那么及时, 却是因为姬四前往京县, 本是告诉过他的。 而他走后不久, 谢郎便查到, 京县已被刘易康派去的人死死盯着, 于是他匆匆赶了回来, 及时把姬四从原贤的眼皮底下救了回去。 回了后, 谢郎在知道那个神态有益的艳俗妇人, 就是陈俊元氏的嫡女原贤后, 还小小吃了一惊。 说实在的, 这世间能令谢郎吃惊的事真是不多。 见他吃惊, 姬四大感兴趣, 他一再地逼问中, 谢郎终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以前总觉得他温婉纯粮与众不同, 现在看来, 也不过是大忠若奸, 大恶若善。 丢下这一句话后, 谢广进来了, 等着姬四退去, 谢广向他交代了 京县姬氏的时候, 听完后, 谢郎当场便说, 无妨, 他留意坑不敢动手。 转眼, 谢郎又道, 这事儿, 继续瞒着姬四, 免得他乱了分寸, 坏了我的计划。 得了谢郎的回答, 谢广连忙应了一声事, 再然后, 便是姬月这个国师突然出现在北魏, 并搅得北魏内外一团乱的消息流传的到处都是。 果不其然, 当刘易坑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不敢对姬氏的祖坟下手了, 因为姬月的名声越大, 他就越有可能和北魏的国师扣千枝一样, 成为天下道门和隐匿不出的纵横家, 以及鬼谷门人的崇拜对象和隐形首领。 他刘易坑挖鸡式的祖坟容易, 怕就怕他们一锄头下去, 便饿了所有道学门人以及这些古怪门派, 从而引来无数有名或者隐形的高手对他出手。 在这抢江山的关卡上, 他刘易坑压根就不敢得罪那些 神出鬼没, 身负诡异才华的高人们。 转眼, 姬氏等人已经在荆州待了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里, 谢郎依旧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 而姬氏在安分了一个月后, 得知元贤已经离开了荆州, 刘易坑的主力也不再经历了时, 他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一下了, 于是这一天姬氏化了个妆, 让自己身上再也没有半点姬氏兄妹的影子后, 变身秀美佳人的他和谢广, 就这样出了门。 被刘易坑控制的荆州城, 因为他的秋毫无犯而渐渐恢复了繁荣。 这时刻上街, 姬氏发现所有的店铺已然开张, 街道上到处都是人来人往, 姬氏两人的马车驶着驶着, 前方的街道上驶来一辆华丽的马车。 姬氏朝着马车中端坐的丽人看了一眼, 便惊疑了一声, 向着谢广压低声音说道, 巧了, 又遇到熟人了。 谢广回道, 这是你的故地, 要是始终遇不到熟人才不正常。 说完, 他转头看向了那个美人。 只是一眼, 谢广也是一遗, 转眼他轻声叹道, 哼, 原来这京地第一美人, 也成了刘易康的禁乱了。 姬氏同情地看了一眼, 消瘦了许多眼神忧伤的经历, 低声说道, 是啊, 居然连他也落到刘易康手中了。 刘易康那人, 姬氏是知道的, 那是相当的残暴世杀, 那样的人, 除非是原贤那等手段城府, 都极其出众的女人。 一般的士族小姑是驾驭不住的, 想姬氏那会儿, 就在刘易康那儿待了一两天, 就觉得宛如身在地狱, 又生不如死的感觉。 这经历落到刘易康手中, 还真是可惜了。 就在姬氏与谢广在那里滴雨时, 前方的经地第一美人经历, 也把目光转向了姬氏。 此时的姬氏, 虽然不是他素日的模样, 可姬氏那双眼, 本来就冷中藏着勾魂之魅。 再加上他半姬月半快了, 整个人都有一种与平常女子不同的高远潇洒之气。 而且他此刻的面容也是俏丽出尘, 经历竟是一看便看宁了去。 对上经历的眼神, 看到他那眼底隐隐流露出的一抹怨毒和欣喜, 姬氏朝着谢广靠了靠, 低语道, 真是运气, 在这经地遇到两个熟人, 看似都要向我发难了。 姬氏这话一出, 谢广一争, 他抬头看向面目清丽, 神态温婉中带着脆弱的精灵, 不由地促起了眉, 一脸的不解。 这时刻的谢广也罢, 姬氏也罢, 都没有注意到, 后面有几个郎君正在向他们走来。 此刻听到两人对话后, 又停下脚步, 他们站在来来去去的人流中, 似是看热闹般, 凑在两人身后不远, 倾听起来。 这时经理的马车已经驶到了姬氏旁边, 掀开车帘, 经理那不说话也含了三分愁的美目, 朝着姬氏盈盈盈盈盈盈盈后, 他侧过头, 与身后的毕夫说了几句话, 看到经理与毕夫说完话, 又看向自己, 姬氏朝着谢广又侧了侧, 低笑着说道, 你信不信我能猜到他下面要说的话? 谢广真是不信, 夫人且才来听听。 姬氏朝着经理看了一眼, 说道, 他现在就会开口与我套近乎, 会夸我美貌, 还想与我交换性命。 姬氏这话一出, 谢广也就罢了, 后面几个郎君都明显赶了兴趣。 就在姬氏话音落地不久, 那一边经理转过头来, 他美目寒愁地看着姬氏, 声音温柔轻软地说道, 这位姐姐好生美貌, 是刚来经地吗? 妹妹在这经地生活多年, 还不曾见过姐姐如此风韵的。 说到这里, 经理就在马车中朝着姬氏扶了扶, 极为优雅地说道, 小夫人姓京, 乃本地世家之女, 姐姐休怪妹妹唐吐, 实在是难得遇到一个如姐姐这般的妙人。 妹妹忍不住冒犯了, 如果姐姐不嫌弃的话, 可否告诉妹妹姐姐的姓氏? 经理这番话, 语气极温柔, 态度呢, 也极优雅得体。 最重要的是, 她那双明眸, 看向姬寺时, 满满都是真诚喜悦, 仿佛真真与她一见如故。 要是平素, 谢广也就以为, 这不过是两个女子之间寻常地唠叨。 可她见到清理要说的话, 都被姬寺撂中了, 便知这其中另有玄机, 不由警惕起来。 与谢广的警惕不同, 后面的几个郎君则是兴趣大声, 他们认真地看向姬寺, 就等着她下面的话。 果不其然, 就在清理声音落下后, 姬寺先是冲着清理极为友善地一笑, 然后她转向谢广嘀咕起来。 啊, 接下来, 不管我回答了什么, 她都会极力与我亲近, 甚至想邀我与她供车。 说到这里, 姬寺转向清理, 微笑着回道。 姐姐过奖了, 要说美貌, 这清帝谁又急得上姐姐一二? 妹妹不过是乡野粗鄙之女, 真当不得姐姐这一声称赞。 姬寺不是个擅长语言的, 这么多年了, 她的口音中都带着一种浓厚的经地腔, 所以她想说自己是别地儿来的, 也说不出口。 姬寺虽是笑容满满, 可话语态度都有点敷衍, 按照清理一贯的行径, 她只怕已经拂袖而去了, 可是清理却一点都不气恼, 她还在美目盈盈地看着姬寺, 极是真诚地说道。 姐姐气度过人, 何必网字飞薄? 说到这里, 经理轻轻叹道, 唉, 有所谓白发油腥, 清盖如故, 妹妹真是第一次 见到姐姐这样的风度, 心下好生景仰, 真诚想与姐姐相交的。 说到这里, 她朝着前方看了看, 朝着一处银楼指了指, 眼带期盼, 语气极温柔的求道。 那银楼是妹妹家开的, 妹妹与姐姐一见如故, 不知可否进楼中一叙? 经理苍白着一张美丽的脸, 双眼中竟是起怜和温柔, 可动作神态中又透着优雅。 这种世家女, 陡然放低姿态, 带了几分祈求, 带了几分息迹, 尽全力想与一个人结交的模样, 便是铁石心肠看了, 也会心软。 便如这个时刻, 一旁围观的路人都心生怜惜, 他们转头看向鸡寺, 一副恨不得带她回答的模样。 可惜, 鸡寺虽然知道她有意, 又哪里会应成, 当下她笑眯眯地说道, 姐姐言重了, 妹妹能够识得姐姐, 也很高兴, 不过, 妹妹此番上街, 乃是为家中老人, 严谨大夫, 时事耽误不得。 说出这些话后, 鸡寺向经理不停地道歉, 他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经理自是不好在强求, 当下他软语安慰了几句, 又问了鸡寺的名姓和住处, 再侧着马车离开。 目送着经理离开的背影, 鸡寺也不等谢广询问, 静自懒洋洋地吩咐道, 阿广是不是甚是疑惑, 你想要知道他为何要与我结交, 不妨派人到前面那个银楼里问一问, 对了, 为了尽快问出真相, 最好用点手段。 谢广还真是转身, 便使了两人去银楼了, 那两人去调查时, 鸡寺也察觉到身后那几个狼军有意, 不过他感觉不到对方的恶意, 便还是一派悠闲地站在原地, 等那两个布区回来。 两个布区毕竟是谢狼培养出来的, 手段本事都是天下一等一, 他们不到一刻钟就回来了。 一来到鸡寺身后, 一个布区便沉声说道, 那银楼是刘义康开的。 另一个布区则说, 刚才那妇人姓金, 名离, 原本是京帝本地世家之女, 不过一年前她新管后, 便落到刘义康手中, 因不堪刘义康折磨, 这经理每次遇到出众的美人, 就会上前套镜户, 再想办法, 把那美人送到刘义康榻上, 公器折磨, 她惯常的做法是, 把美人骗到刘义康麾下的银楼和酒楼里, 再在查获饮食中下药, 将其迷婚, 再连夜献给刘义康。 第一个布区, 韩生说道, 经理在此事中并没有得到好处, 她之所以如此行为, 不过是觉得自己命苦, 心怀怨愤, 想拖得别的女子一病受苦罢了, 说实在的, 不管是谢广也罢, 还是后面那几个郎君也罢, 他们虽然知道女子也是有各种面目的, 可像经理这么狠毒, 为了害人而害人的女子, 却是没有遇到过。 谢广也罢, 后面那几个郎君, 几乎是第一次听到世间还有此等歹毒之女。 两个布区话一说完, 几人便是脸色一变, 过了一会儿, 一个郎君韩生说道, 这般恶毒丑陋之女, 居然也是士族交出来的, 那士族真该好声整顿整顿, 一句话, 说得七四等人都回头看去, 那声音隐隐约约有点熟悉的郎君, 朝着七四微微汗手, 在谢广等人双眼一亮, 转头准备行礼时, 那几个戴着纱帽的郎君, 已经转过身, 走入了人群中。 鸡四马车一启动, 他便好奇地问道, 他是谁? 一侧的谢广高兴地回道, 是三郎和他几个朋友, 他说的三郎, 自是陈俊谢氏的谢三郎。 众谢氏不屈自然知道, 谢三郎出现在这里, 多半是来给谢十八添助力的, 他们一个个都高兴异常。 转眼, 谢广又朝着鸡四兴奋地说道, 三郎刚才对夫人点了点头呢, 三郎肯定是觉得夫人很不错了。 三郎这个人, 行事很有原则, 他能接受夫人的话, 回到家族后, 就一定会帮夫人说话。 夫人, 这可真是大好事啊。 鸡四一笑, 轻声说道, 嗯, 这是一件好事。 鸡四一直不知道谢郎这阵子在忙些什么, 他也不知道, 这时刻的刘总皇帝, 一方面为刘义康的反叛弄得精疲力尽的同时, 一方面又为北魏内部的势力消耗而喜悦不已。 只是这种喜悦, 在听到本来应该在某处养病的准国师鸡月, 居然出现在北地后, 便打了一个折。 虽然从传来的消息听来, 鸡月去了北地, 是做了一些对南朝有利的事。 可对刘宋皇帝来说, 鸡月既然能在北地搅风搅雨, 那就说明他没有伤, 没有病, 那他借着伤病一年来, 踪影全无, 却是在欺君了? 鸡月的不安分, 让刘宋皇帝只是警惕的话, 另一个消息却让他又欺又恨了。 却原来, 据刘宋皇帝安插在北魏宫中的密探汇报说, 那北魏国师叩千知, 曾经在北魏皇帝面前测算天机, 说是刘宋皇朝的强盛只是一事, 刘宋之败落就在眼前, 而败落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刘宋康知返, 二是刘宋皇帝杀了一心为大义的南朝明氏谢郎后, 引得国人相宜。 说实在的, 自那次被祭祀算计过一次, 把谢郎无辜的证明夹在刘宋康处搜来的密折中后, 皇帝便对这类消息的真假存了三分的怀疑, 可他虽然怀疑, 可一来, 听了叩千知预测的人, 并不止他一人, 而来, 这预测是关国运,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所以明明知道这其中可能家有他人手脚, 可这一年来, 平凡生病, 身体越来越差的皇帝, 深思熟虑后, 终于决定放谢郎一马, 以陈郡谢氏消息之灵通, 几乎是皇帝有意放过谢郎的事宜传出, 那一遍, 谢母他们就都知道了, 狂喜之下, 他们连番派出人马, 极力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到谢郎耳中, 事实上, 这些消息本来就是谢郎放出的, 那北魏国师的所谓预测, 也是谢郎在北魏时捏造好, 再通过他放在北魏的间隙, 反转向刘宋的, 所以, 谢郎才是第一个知道自己应该安全了的人, 消息确证之日, 谢三郎, 谢郎和他们的一些好友, 以及姬寺等人, 出现在了前往健康的河道上, 而此时, 春雨如潮, 河面见广, 长江河流上白翻点点, 这一天中午, 谢三郎和谢郎等人都倚着船头, 朝着前方看去, 张望了一会儿, 谢三郎开口说道, 在行一百里, 变过了荆州地段, 也就无惧刘义康了, 谢三郎的身边, 另一个大十足郎君笑道, 哈哈哈哈, 十八郎都在刘义康的眼皮底下待了好几个月, 害得人家刘义康, 把荆州城翻来覆去查找了三遍, 还是一无所得, 哼, 眼下还有什么好怕的, 几乎是这郎君声音刚落, 一侧, 谢静便大步走来, 他来到谢郎身后, 沉声说道, 郎君, 前面有船过来了, 似是刘义康的作家, 众人无语, 还真是说什么便来什么, 见到众人都转过头看来, 谢郎朝着远方跳了一会儿, 他还没有说话, 又一个郎君沉声说道, 诶, 对方只有一条船, 这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果不其然, 迎面使来的船只虽大, 船头却是经过特殊改造的, 数量却只有一条, 不约而同的, 众人同时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那船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随着两船渐渐靠近, 面对船上的人, 也认出了沉郡谢氏的两兄弟, 当下, 一阵整齐有力的脚步声钟, 身着帝王官服的刘易康, 戴着打扮的美貌华贵的侧飞原衔, 在两百个精悍不屈的簇拥下, 步履铿锵地走到了船头, 刘易康一出来, 便看到了依旧是一席白商, 因脸色苍白而越发显得贵气俊美的蟹狼, 当下, 他手一挥, 在令德船只慢慢停下来后, 他那双同龄般的黄眼一瞪, 眼神狠立地朝着谢郎瞪来, 刘易康眼神虽狠, 谢郎呢, 却是一派悠闲, 他闲闲散散倚在船头, 也是随意一举, 在令德船只停下来后, 他唇角含了几分笑, 也带了几分轻蔑地飘向了刘易康。 这两人的气势都是极盛, 一个便如天上之鹤, 站在那里风度都加得让人心碎, 一个如同世人之鬼, 面容丑陋, 眼神狠毒, 直视高下立风。 原贤只朝两人看了一眼, 便迅速地转开了自己的目光, 他害怕自己会不小心朝着谢郎看吃了去, 也害怕自己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对刘易康的鄙薄。 就在原贤用眼角飘向那白衣飘飘的狼君, 突然的, 他看到了正向谢郎走来的姬寺, 一袭女装, 群伤飘飞的姬寺, 宛如水中落神一样, 正平平平平地从舱中走出。 只见他梳着妇人发誓, 随不走到谢郎身后, 也不知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谢郎低头倾听了一会儿, 他脱下身上的白衣, 披在姬寺身上, 再牵着他的手, 两人并肩站在了船头。 却说谢郎与刘易康狭路相逢的同时, 荆州城中西市的荆帝第一美人经历, 却再一次在街上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美人。 那刘易康急喜收集各种不同的美人, 经历朝着眼前这个凤眼邪飞, 有着男帝小姑罕见的英姿飒爽的高挑美人, 暗寸道。 大王的后宫中却是不曾有这种女子, 他要是得了这个美人, 定然会欢喜一阵。 想到这里, 正缓步行走的经历, 突然, 哎呦一声, 含着泪软倒在地。 这时的经历, 刚刚走到那美人身边, 他这般向着美人一倒, 那美人一争, 连忙伸手扶住他。 温柔地问道, 夫人, 你怎么了? 经历咬着下唇, 楚楚可怜地望着那美人, 细声细气地说道, 似是有点腹痛。 听他这么一说, 那美人连忙抬起头来, 他私下环顾一会儿, 才发现自己扶着的这个美貌贵妇, 居然只带了几个不去就出门了, 身边竟是一个婢女野巫。 见到美人迟疑, 经历连忙细声细气地说道, 妾身的马车就在那边, 能不能请小姑扶妾身一把? 这样的要求, 那美人自是不会拒绝, 他连忙扶着经历朝着她那马车走去。 刚刚把经历扶上马车, 经历又伸手扯着美人的衣袖, 祈求着说道, 能不能请妹妹把我送到前面的酒家里, 那是我家开的, 我, 我腹痛得厉害。 看到经历苍白含泪的眼神, 对上他祈求的模样, 那美人连忙说道, 夫人客气了, 这是小事儿, 说吧, 他与经历一道上了马车。 两女一上马车, 那马车便向前面街道的酒楼驶去。 马车上, 经历软软地围在美人身上, 他看着视野中越来越近的酒楼, 唇角浮起了一抹笑容。 大王新得了这个美人, 至少也会有一两个月的新鲜, 那我也算得了一两个月的松火了。 就在他如此想着时, 突然地, 经历感到胸口一阵的凉, 剧痛中经历慢慢低下头去, 一眼看到插在自己胸口上的短剑, 看着那顺着衣巾蜒而下的血流。 经历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元气已失, 根本发不出声音来。 他慢慢地, 艰难地抬起头, 瞪着迷蒙的性眼, 他看着眼前这个蛇蜒美人, 一时之间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行刺之事, 不应该发生在刘易康 或者那侧飞原贤身上吗? 怎么自己这种老老实实的, 呆在后宅的机械也给牵扯上了? 看到经历嘴张了又合, 却说不出话来, 对上他那双不敢置信的, 迷蒙的双眼, 那美人伸手放在刀柄上, 他凑到经历耳边, 滴滴说道, 清离是吧, 谢十八郎的妻子姬寺, 让我对你说一声, 既然你觉得活在世上生不如死, 那何不干脆死了算了, 也省得祸害了他人, 谢十八郎, 谢郎, 姬寺, 那姬寺的名字, 好生而熟, 渐渐地, 经历那眼中的神光越来越淡, 在生命逝去的最后一刻, 他却在想到, 不, 我不想死, 便是生不如死, 我也不想死, 可惜, 他想是这样想, 可还是抵不住那种生命流逝的冰冷, 马车里发生的一切, 外面自是不会知晓, 驶了一会儿, 马车停了下来, 一个步驱走了过来, 对着马车中说道, 夫人, 酒楼到了, 叫了一声, 见到马车中久久没有动静, 那步驱声音一提, 再次恭敬地说道, 夫人, 酒楼到了, 可再一次, 马车中还是毫无声息, 几个步驱互相看了一眼, 转眼, 一个步驱大步走来, 他呼的一声拉开了车帘, 可这车帘已开, 几人看到的却是大睁着双眼, 胸口插了一把短剑, 倒闭在榻上, 死不瞑目的精灵, 至于那个与精灵一道上来的美人, 却是不见了踪影, 河道上, 万万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姬寺, 原贤那美艳的脸上, 顺时闪过了无数的怨度, 可是下一刻, 看到谢郎与姬寺的互动, 看到两人自然而然, 宛如世间寻常夫妇那样的亲密, 原贤的双眼慢慢的睁大, 越睁越大, 转眼间, 原贤以目资欲裂了, 因为谢三郎就站在旁边, 谢郎的敌兄, 他沉郡谢氏的谢三郎就站在一旁, 姬寺与谢郎互动的这一幕, 丝毫没有避过谢三郎, 没有避过与谢三郎站在一起的, 另外几个上了年纪的士族郎君, 最让他不敢置信的是, 这些人对上这两个五眉苟合者, 居然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甚至, 那谢三郎还转过头, 朝着姬寺温和地低语了几句, 那态度, 那神情, 炎然是把姬寺当成了可以与谢郎并肩而立的人, 谢三郎看那姬寺时, 那态度分明是把他当成了谢郎的欺世, 这个与他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他这一生, 便是死也要拖着其一起下地狱的姬寺, 竟然是得到了谢三郎的尊敬, 他竟然得到了陈郡谢氏的承认, 不, 这不可能, 原先只是用了好大的力气, 才吞下差点脱口而出的尖叫, 可饶是如此, 他一张脸也扭曲得厉害, 对面船上, 谢三郎只是一眼便拧了眸, 他皱眉问道, 那夫人是谁, 略略沉默过后, 一个谢氏不屈在后面回道, 他就是陈郡元氏那个叫元贤的嫡女, 几乎是这句话一出口, 众士族子都是脸色一沉, 谢三郎含着一张脸还没说什么, 一侧, 另一个士族郎君已经冷冷地命令道, 吩咐下去, 待会找到机会给他一件, 他既舍不得死, 那我们就带他做这个决定, 我士族的门楣, 不能这样被侮辱, 得到郎君的话, 那不屈马上应道, 是, 应过后, 他就转身去做安排了, 这时, 刘易康还在盯着谢郎, 直盯了他好一会儿后, 刘易康手一挥, 在示意船只扬帆启动后, 他咧着一口黄牙, 笑呵呵地说道, 哼, 这可真是巧啊, 没想到会在这里, 遇到谢十八郎。 谢郎淡淡地看他, 却是不答, 刘易康最是见不得他这般模样, 当下冷冷一哼, 阴阳怪气地说道, 哼, 依我说, 十八郎以后可要小心了, 这当朝明事, 既不能建荣于前朝皇帝, 又不能得到我这个新皇帝的支持, 这往后的日子可不要变成了老鼠四处逃窜渡日了, 哈哈哈哈哈哈。 话音一落, 刘易康放声大笑, 直到他笑完了, 谢郎才淡淡回道, 这个, 就不劳大将军担心了, 你也就这几个月的受算了, 大将军这辈子, 是当不了皇帝的, 一句话, 说得刘易康夹肉剧烈跳动, 说得原先猛然转头看来, 慢慢地, 他看向刘易康的眼神开始闪烁时, 谢郎不懈地扯了扯嘴角, 只见他优雅地一仰手, 船只开始启动, 于是两船开始措身而过, 便在两船驶离的那一瞬间, 嗖嗖嗖, 三次之箭, 突兀地从刘易康的船中射了出来, 从三四个方向狠辣地射向了谢郎, 巧合的是, 在那些箭射来的同时, 谢郎的船上也有几只箭射向了原弦, 这一幕发生得十分突然, 可是谢郎竟死早有防备似的, 他自然而然地拉着机寺, 与此同时, 站在两人旁边的步驱都已经一扑而上, 转眼便把那些箭打落在地, 那一边, 原贤的反应虽没有这么灵敏, 可他与刘易康站在一起, 刘易康身边的人都是防暗算的高手, 三步两下也把那些箭尸拍落了, 这个时候, 两船已然分开, 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快势力, 打落箭尸后, 刘易康身边的一个幕僚道, 奇了, 这些始族不是一直在这种皇位争夺事上置身事外吗? 怎么这几个始族如此胆大, 竟行刺起王爷来了? 他声音刚刚落下, 刘易康便立声喝道, 蠢货! 喝住那人后, 他狠狠瞪了原先一眼, 道, 这些箭是朝这个箭货射来的! 这一下, 众人都明白了, 他们连忙低下头不再说话, 而原先这时也低下头来, 他仗着一张红脸, 眼中泪水盈盈, 他一直知道, 自己之所以能在刘易康身边保持现在这种超然地位, 与他本人的才能手段关系其实不大, 主要原因仅是因为他出身陈俊元氏。 与刘易康的巧遇, 只是回建康路上的一场小波折, 随着客船驶出青州地段, 众人已经完全放松下来。 奸蟹狼望着前方, 一个士族狼军问道, 康才十八郎说了, 刘易康就真的只有这几个月的胜算了, 难道他竟不能成事? 谢狼略一寻死, 回道, 哼, 刘易康必败无疑, 转眼他又说道, 他连着长江水域都封锁不了, 此人知大才输。 众狼军点头, 几人就刘易康之事谈了几句后, 一个士族狼军说道, 皇帝这两年来, 身体越来越差, 心性也有点急躁了。 他的话音一落, 另一个士族狼军马上冷笑道, 哼, 这些寒门出身的人, 心性好的又有几个, 不说别人, 便是那什么健康五大美男之一的文都, 不也被他亲手扶起来的, 所谓寒门天才害死了。 这话一出, 姬四惊了, 他忍不住看向了谢狼, 谢狼一对上他的目光, 便知道他的意思所在。 毕竟, 姬四是一介妇人, 在这样的场合, 他旁观是不碍事的, 可要是胡乱插嘴, 未免让人觉得修养不够, 可他着实又想知道夏文, 当下他轻声说道, 听说是文都与那个叫王谦的闹了些意见, 不久后便被王谦揭发了文都门人 与刘义康有联系一事, 皇帝一怒之下便杀了文都。 是王谦害的文都。 姬四脸色一沉, 他到现在都还深刻地记得, 当初王谦与王震等人含威时, 文都百般提拔三人的情景, 而且他与王谦同朝为官几年, 对其印象还相当不错, 没有想到王谦竟是这样一个人。 只是一个转眼, 姬四马上记起来了, 是了是了, 在他前世的记忆中, 那王谦被后人评价为表面儒雅, 实际心胸狭窄, 还谋害过自己的恩人, 那个恩人应该指的就是文都。 陡然听到文都之死, 姬四颇有点难受, 想他化身积月时, 文都曾数次相助, 着实对他有恩, 这时谢郎的声音从一侧传来。 文都我见过几次, 他身在官场, 却眼神干净, 犹如质子, 这种人除非有人强力互作, 不然早晚被人暗算。 说到这里, 他转头看了姬四一眼, 虽是什么话都没说, 可姬四就是知道, 他是说他办的姬月, 与那文都那是同一类人。 过了一会儿, 姬四声音沙哑地说道, 回建康后, 我想去祭拜一番。 姬四声音一落, 一个士族郎君便道, 弟妹可是想问那文都, 葬在何处? 这事很容易知道的, 那文都啊, 死的那一天, 建康到处都是哭声, 如今好几个月过去了, 他的坟旁, 还有两个非妻非妾, 却愿意截路而居, 为他守孝三年的痴情女子呢。 知道文都的死讯后, 姬四一路上都不开心, 接下来他沉默地站在船头, 看着日出日落, 他这种流露在外的忧伤, 众人看在眼里, 却也没有感觉到不对, 整个南朝, 处处都是这种多情人, 在这个无比珍惜美男子的时代, 任何一个如玉郎君的离开, 都会引得哭声一片, 这种悲伤, 在识人眼中, 便如诗人看到落花会哭, 看到夕阳会悲一样, 乃是发乎情, 只乎礼的, 一种对美好生命逝去, 而产生的悲悯。 这一天, 又是夕阳西下势, 姬四站在船头, 只是吹了好一会儿的地, 他的笛声, 本是世间罕有, 现在又因心痛文都之死, 而悲伤无比, 只是堪堪吹出, 便引来哭声一片。 与众郎君默默流泪中, 姬四一只羽笛, 一袭罗衣, 站在夕阳中, 静静吹奏着。 谢三郎, 这是第一次听到他吹笛, 以前他虽然早就听人说过, 姬四颇有才学, 后来知道姬四就是姬月后, 他更是对他刮目相看。 道德经地, 亲耳听到姬四对金黎的简威支柱的一番点评后, 他更是对姬四有了几分敬意, 可直到现在, 谢三郎才真切地觉得, 姬四这个妇人, 确实是配得上自家十八郎。 转眼, 几天过去了, 渐渐地, 健康已然在望, 而越是靠近健康, 众郎君便越是放松, 事实上, 在这种战争时期, 一次水路航程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顺利。 又一个早晨来临了, 按照这种速度估计, 今天傍晚只怕是能够抵达健康城了。 在外漂泊了一年, 再次回到这繁华所在, 姬四很有点激动, 他今天也起得很早, 刚刚来到船头, 他便一眼看到几个郎君优雅地坐在榻上, 一边任和风吹起身上的衣袍, 一边纵酒高歌。 这样的场合, 姬四一个妇人自是不好参加, 他神色奄奄地转了一圈后, 正准备回舱, 突然听到一个郎君惊声叫道, 什么? 姬月在北地遇险, 身负重伤不知去向。 什么? 姬四脚步一僵, 慢慢转头倾听而来, 身后, 谢狼的声音低沉至极, 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前传到南地来的, 今天我们才收到飞鸽传书。 转眼, 他又说道, 皇帝应该也快收到消息了。 私下沉默起来, 过了一会儿, 一个郎君低声说道, 他北魏国师无恙, 我南朝国师却发生了这种事情, 你们说, 这会不会是上天对我南朝国运的一种遇事? 很明显, 这郎君的话, 令得谢狼和谢三郎等人都争住了。 直过了一会儿后, 谢狼的声音才优雅地传来。 不是说只是重伤吗? 说不定到时候那伤还有转机? 众人窥探中, 另一个郎君轻叹道。 其实, 从姬月与那北魏国师比过之后, 刘义康也好, 还是皇帝那几个儿子也好, 就都盯上姬月了。 此次姬月去外地养伤, 听说后面还跟了几拨探子呢, 不过那姬月神通广大, 那些人跟着跟着就失了他的踪影。 刘义康起誓后, 更是一门心思想收用那姬月, 听说姬月曾经待过的地方, 都被刘义康的人掀了个底朝天。 这样一说的话, 我都估摸着, 那姬月并不是身受什么重伤下落不明, 而是赌货去了吧。 唉, 被这些阴谋家盯上, 确实是件麻烦事。 这郎君话一落, 好几个人都在点头赞成。 姬四想了想, 回头朝着谢郎看了一眼, 这时谢郎也正在向他看来。 清风朝霞中, 谢郎的双眸成澈极了, 对上他的目光, 他似乎还淡淡地笑了一下。 这时, 大船开始转向, 离开长江, 渐渐朝着建康方向驶去, 而远远望去, 建康码头已经摇摇在望了。 不管什么时候, 建康城永远是繁华的, 安逸的。 姬四遥望那人影如蚂蚁一般的健康码头, 难以激动地想到。 这一次, 谢郎回归, 显然没惊动什么人, 船只到达码头时, 也没有出现万人为庸的现象。 而众人一下船, 谢郎便走到姬四身边, 牵着他的手, 上了一辆陈郡谢氏的驢车。 再然后, 姬四看到, 这驢车紧紧跟在谢三郎的驢车后面, 朝着乌衣巷的方向驶去。 这, 谢郎这是, 带他前往陈郡谢氏吗? 姬四突然地紧张了起来。 感觉到他手心如湿, 谢郎声音突然变哑了, 他低声说道, 别怕。 姬四想说, 他不怕, 话到嘴边却只是扯了扯嘴角。 僵硬地坐了一会儿, 姬四低声说道, 明儿, 明儿再去, 行吗? 谢郎回过头来, 他乘车的眸子温柔地看了他一会儿后, 又道, 别怕。 两人说话之际, 旅车已渐渐驶入了健康政界, 这时的健康城, 亦如姬四所料, 便是朝廷正与刘义康的军队打得不可开交。 这里依旧是衣履繁华, 人物风流, 半点也不曾受到战争影响。 好吧, 这一次回来, 因为京帝也不是刘义康的主战场, 他还真没有直面战争的残酷。 胡思乱想间, 旅车渐渐驶入了乌衣巷, 随着谢狼兄弟的回归, 陈军谢氏的大门正缓缓打开。 不过, 与姬四所想不同的是, 大门外并没有人候在那里, 等着两位狼军。 随着旅车停下, 谢狼牵着姬四, 缓缓走向了大门。 谢狼的身侧是谢三郎, 就这样, 两兄弟闲适地走着, 谢狼的手中则牵着一个姬四, 在众部区的簇拥下, 步入了陈军谢氏的府地。 几乎是一进大门, 姬四便看到了谢王氏。 此刻, 这个端庄的美妇人, 正带着碧仆平平平平地站在那里。 她一双美目, 先是高兴地看了一眼谢三郎后, 再转头看向了姬四。 因看到了姬四, 谢王氏甚至不曾上前迎来, 不过谢氏兄弟一点都不在意。 谢三郎走上前去, 夫妇两人客气地交谈了几句后, 这一边谢狼牵着姬四的手走了过来, 他朝着谢王氏行了一礼, 笑着换道。 三嫂嫂, 在谢狼的身边, 姬四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谢王氏, 便腼腆一笑, 低头朝他迎迎一扶。 谢王氏盲对谢狼还了礼, 这个平素爽利的妇人, 今天安静的异常。 他刚站好, 那双眼又不受控制地看向了姬四。 朝着姬四看了一会儿, 谢王氏垂下谋来, 他向后退了几步, 笑道。 这一年来, 母亲想十八弟都想出疾病来了, 弟弟既然回来了, 就去见过母亲吧。 谢狼连忙应试, 他回头朝着姬四, 轻声说道, 走吧, 与我一道去见见母亲。 姬四低下头, 摁了一声, 与谢狼一道朝着谢母所在的院子走去。 望着那两人的身影, 谢王氏朝着谢三郎责怪道, 十八郎这样带他登堂入室, 你也不说一说。 谢三郎回头看了夫人一眼, 严肃地说道, 十八郎自有分寸, 这个人总是这样, 一遇到他这个弟弟, 他就问也不问, 便先同意三分。 谢王氏气得道义, 就在他张口欲言时, 谢三郎低叹着劝道, 唉, 你且先睁只眼闭只眼吧。 见谢王氏脸色还是不好看, 谢三郎说道, 在京帝见过后, 才发现, 弟媳果然是个睿智的, 他比我平生见过的世家女都要强。 转眼, 谢三郎再道, 当年, 姬氏虽是讽刺过你, 可那事已经过去了, 你也不要总是耿耿于怀, 再说了, 当年他说你身处, 宝鱼之寺, 不知其臭, 这话, 我仔细思量, 竟还有些道理。 在谢王氏气得身子发虚时, 他的丈夫自顾自地严肃着一张脸, 说道, 当年, 你最忠义陈俊元氏的元贤, 哼, 曾经不止一次, 在我面前, 圣坦他德荣皆好, 风度雍容, 堪为氏族女典范, 还一门心思地, 想把他许给十八弟, 结果呢, 结果你最忠义的弟媳人选, 竟比那风月场合的女子还不如, 以身是贼, 心如蛇蝎, 这就是你的眼光。 这时, 四周的人早已经被谢三郎挥退, 他也有意说一说这个顽固不化的七世, 便转过身, 沉着一张脸, 看着谢王氏, 继续说道, 现在想来, 元贤这样的女子可不正是鲍鱼, 你整日与这种女子打交道, 还觉得人家样样皆好, 这可不正是眼光不行? 这样说来, 当年姬氏那番话竟是毫无措处, 他的话既然没有错, 你又哪里来的火气记恨这么多年? 自成婚以来, 谢王氏哪里受过丈夫这么严厉的批评, 一时之间他不由的眼眶一红, 见到他委屈的样子, 谢三郎轻叹一声, 徐徐说道, 这次我与姬氏也打了几回交道, 对他的为人也有所认知, 想来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姬氏身上, 他要么是选择与仇人同归于尽, 要么早就自温以正清白, 哪里还像那原始那般, 他顿了顿, 一脸厌恶地补到, 狠脏丑陋。 这一边, 陈三郎在训妻, 谢郎带着姬氏, 朝着谢母所在的院落走去, 两人一路走, 一路不断地遇上碧仆, 陈俊谢氏的碧仆便是最不起眼的, 放在外面也胜过寻常世家的郎君小姑。 此刻, 这些碧仆自是一眼便认出了谢郎, 然后他们也看到了走在谢郎身边的姬氏。 这些人明明感到惊异, 却不管是行礼还是动作眼神间, 都透着几分尊敬。 不一会儿, 谢郎和姬氏便来到了一处佛堂前, 几乎是谢郎一过来,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便传了来, 雍容的谢母急急迎了出来, 谢母一出现, 谢郎便急走一步跪倒在地, 朝着他碰碰碰磕了三个响头, 哑声问道, 十八郎不笑, 累得母亲担忧了。 谢母只看到了儿子, 他紧走几步红着眼眶正要抚上儿子的脸, 却又放下手轻声说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明明激动到了极点, 声音都带上了哽咽, 可谢母还是尽量让自己显得雍容。 磕完头后, 谢郎突然命令道, 阿四, 跪下给母亲磕头。 谢郎这话一出, 谢母僵住了, 他这才转头, 看像做妇人打扮, 容色绝美的姬四。 姬四一直低着头, 也就没有看到谢母的眼神。 他只是听到谢郎命令后, 马上走到他身边, 对着谢母跪下。 谢母跪下后, 略略犹豫一息, 见到谢母没有出言阻止, 他这才朝着谢母磕了头, 低声唤道。 七世见过母亲, 谢母站在那里, 以言不发。 直到谢郎站起, 并顺手把姬四也扯了起来, 他才动了动, 转过身, 谢母徐徐患道。 奉茶, 这时才有婢女上前, 给谢郎和姬四奉上茶水, 可是这时刻, 三个人都是站着的, 那茶水随时缝上, 也只是放在一侧。 谢母再次转过头时, 似乎平静了许多, 他抬起头, 朝着身量高他半个头的姬四看了过来。 朝姬四看了一眼后, 谢母轻声道, 十八郎, 你出去一下。 谢郎轻声道, 是, 说吧, 他衣袖一扬, 大步走了出去。 这时, 谢母对姬四说道, 坐, 姬四连忙道谢, 转身在榻上坐下。 谢母也坐了下来, 这个一举一动, 都带着刻入骨子里的高贵和疏离的妇人。 看起来约是三十五六岁。 他的面目与谢郎颇有相似, 特别是那脸型, 两母子是一模一样。 类似的相貌, 生在谢郎这个男子身上, 是无与伦比的俊美, 生在女子脸上, 则是一种端正的美貌。 谢母一直在看着祭祀, 过了一会儿, 他温声说道, 一直没有听人提起过你的长相, 没想到还颇为美貌。 姬四不知如何回答, 只是低头行了一礼, 这时谢母又道, 气度虽渴, 不过你这容色斜了些, 听说你根骨内媚。 这根骨内媚四个字, 从自己的婆母口中说出, 真是有种说不出的不自在。 姬四战红着脸, 低声回道, 约摩听相谷的人说过, 谢母说道, 你容色不正, 眼神带邪, 气度却是不错, 可这气度, 却是经过沧桑后, 改邪归正而来。 只是一句话, 姬四的心中, 却掀起了惊涛巨浪。 他拥有两世的记忆, 前世时, 凭着美色, 很是轻浮过。 他也确实, 是经历了百年沧桑后, 重回人世, 再重新磨砺自己, 养成了现在的气度。 谢郎这个母亲, 只是一个照面, 几乎把他的秘密, 掀了个底朝天。 这份眼力, 这种睿智, 还真是可怕。 就在姬四经得双腿发软时, 谢母的轻叹声传来。 十八郎, 虽是经惯了胭脂阵仗, 你这种的, 却真是没有见过。 也难怪, 他泥足深陷。 像姬四这种, 浑身都是矛盾气息的美人, 谢郎要是一开始就轻易得了, 也还罢了。 沉默了一会儿, 谢母问道, 听十八郎说, 姬月是你假扮的, 姬四虽然不知道, 这事是谢郎告诉他的, 可这时刻, 他一点也不怀疑谢母的神通广大了, 他低声恭敬地回道, 是, 谢母问道, 你见过北帝崔玄, 觉得他比十八郎如何? 谢母这个话题转得太快, 姬四不由地争了下, 过了一会儿他轻声回道。 北帝崔玄, 荣如昭阳, 姓如猛虎, 不过抢坐仙鹤之子。 见到谢母盯着自己不说话, 姬四犹豫了一会儿, 才继续说道, 十八郎比崔玄, 更像一个名士。 谢母淡淡地说, 嗯, 你说得不错, 那崔玄既与十八郎神骄已久, 却还有意染指于你, 便知其人, 品性不如世人传说中, 那般风光济月。 说到这里, 谢母抿了一口茶, 又把茶钟轻轻地放在机上, 才温声说道。 因袁贤之言, 我曾十分厌恶于你, 可我没有想到, 我像了一辈子的人, 却在袁氏母女身上吃了个大亏, 直到此事后, 我一直想亲眼看一看你。 过了一会儿, 谢母说道, 你虽然处处都不如我心意, 可我不得不承认, 你有这样的容貌举止, 十八郎为你沉迷, 也是意料中事, 所以, 我不准备反对你们了。 听到谢母说, 不再反对, 七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因为他深刻地知道, 南朝这种门第之剑, 已经不是一家一门阀的事, 而是整个氏族, 阶层的立身之本。 就算以陈郡谢氏之容, 可他们一旦接纳自己, 便可能被整个氏族阶层所排斥, 导致自身威望下降。 见到姬四瞪圆的双眼, 谢母突然一笑, 还别说, 这位雍容的贵妇, 她不言不孝时, 给人的感觉是温和, 内敛, 可这一笑, 却平声添了无数的声动。 对上姬四, 血母满意地笑道, 原来还知道境局, 看来确实是个, 有知己知名, 知人知智的人。 转眼, 他又说道, 虽说我不再反对, 可也不会赞同。 他抿了一口茶, 我已经吩咐下去, 下面的人, 若是看到你出入陈郡谢氏, 不会加以阻拦, 以后, 这陈郡谢氏的府邸, 你是可以自由出入的。 姬四明白了, 谢母的意思是, 他不赞成, 也不反对。 下面的人也一样, 他们不会再对姬四出言嘲讽, 或再有不敬, 可他们, 也不会明面上, 对他特别尊敬, 不会受人以柄。 在南朝这样的风俗下, 姬四能够自由出入陈郡谢氏, 能够被他们平等以待, 已经是谢母所能做到的, 最大的让步了, 再让步下去, 就会对陈郡谢氏的名声有损了。 想到这里, 姬四朝谢母盈盈盈一扶, 低声说道, 多谢, 以后叫我伯母吧, 是, 伯母。 谢母看向姬四, 徐徐又道, 我可以承诺, 他日, 你和十八郎的孩子, 虽在生时, 无法寄入陈郡谢氏族谱, 可过世之后, 族人会把名字补上, 也就是说, 以后姬四所生的孩子, 活着的时候, 是无法对人自称, 自己是陈郡谢氏之后了, 不过, 若是过世了, 倒可以葬入祖地, 并把名字记入祖谱。 姬四听到这里, 不由冷笑一声, 想到, 哼, 我的儿子姓姬, 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想是这样想, 姬四也知道, 这已经是谢母所能做到的最大让步了。 一刻钟后, 姬四出了佛堂, 看到站在佛堂外, 缓缓转过头, 温柔向他看来的谢郎, 姬四低下了头。 谢郎大步向他走来, 他来到姬四身前, 先是朝他的脸色端详片刻后, 谢郎牵着他的手, 轻声说道, 不高兴, 姬四摇头, 他微笑道, 不是, 母亲说了, 他以后不会再反对你我。 他把谢母的话重复一遍后, 姬四望着远方, 微微审道。 母亲已经做出了他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一切, 一切只是我自己太贪心了。 谢郎紧了紧他的手, 并没有说话, 而是这般走了出去。 谢郎带着姬四来到了他自己的院落, 望着这处有着丛丛树林, 兰花点缀, 兰花点缀, 无处不讲究, 无处不高雅的院落。 姬四想到, 整个健康, 整个天下, 曾经有无数个小姑, 想要进入这个院落, 想要在我身边这个男人, 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多待片刻, 也不可得, 而我, 却已经登堂入室, 就这点而言, 我倒是应该得意。 他如此想了两遍后, 果然心情好了不少。 进入院落后, 谢郎便吩咐碧谱, 让他们准备热水, 而姬四在几个美币的服饰下, 暖暖地洗了一个热水澡, 还穿上了谢郎特意让人送来的华柜衣裙后, 才走了出来。 他走出时, 谢郎也换了一身白衣, 他站在华柜的大堂中, 回过头来看向祭祀, 对上他的目光, 他嘀嘀一笑, 向他伸出了他的手。 祭祀走了过去, 无止与他相缠。 这时, 谢郎转头, 朝着一个管事吩咐道, 把众人都叫过来。 不一会儿功夫, 四五十号人便出现在了姬四面前。 这四五十人中, 有十六个婢女, 而其中的八个, 却是姬四第一次与谢郎见面就看到过的。 这八个婢女, 长相绝美, 气质出众, 任哪一个站出去, 都会让人以为是世家女。 除了这八个绝色美币外, 另外八币, 也是千里挑一的人才。 这种千里挑一, 不仅是外表, 甚至不仅是气质。 这些婢女, 都是富有诗书, 都有出众的才智, 她们进退库盘之间, 那眼神那举止里, 有着太多的骄傲和底蕴。 这些是会让一般的氏族女, 都为之自行惭悔的顶尖美人, 看着她们, 妻子想到, 化身积月前的她, 那容颜气质, 最多也就是与这些婢女相差仿佛, 甚至在举止上, 只怕还有所不如。 就在妻子没来由的一阵心中赌闷时, 血狼低沉的声音在一侧响起。 妻子是我的夫人, 以后你们见到她, 行竹母礼。 谢狼这话一出, 众仆明显一正, 不过谢狼极威极重, 他们只是一愣神, 马上低头应道, 遵狼君命。 这时, 谢狼转向姬寺, 向他一一介绍这些仆人。 在建设了几个大小管事之后, 谢狼见姬寺的双眼时不时地飘向那些美币, 不由唇角一扬。 专言, 他倾壳一声, 向那大管事说道, 这些婢子, 年岁也大了, 你们有时间的话, 安排一下他们的婚嫁之事。 谢狼这话一出, 姬寺便是一争, 他连忙看向那些美币, 这一看, 才发现这些美币眼中无惊也无喜, 似乎早就心里有数了一样。 谢狼又吩咐了几句, 众笔道过谢后, 他淡淡说道, 行了, 都退下吧。 等众人一退, 谢狼转过头来, 看向姬寺,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道, 阿四方才似有不快。 姬寺轻哼一声, 他回答道, 只是不想面对自家富郎的房中人罢了, 他竟是回答得这般直接。 谢狼一睁, 转眼, 他轻轻地把姬寺摟入怀中, 摩缩着他的背心, 低声说道, 你想多了, 他们不过是各有才艺, 是有需要时的行囊之一。 转眼, 谢狼又道, 那一年, 当我决意不再放开你时, 就不再有房中人了。 说到这里, 谢狼双手各自握上姬寺的双手, 彼此食指相缠肩, 他的低语声传来, 阿四, 我甚至满足。 夜色降临时, 谢狼的院落里, 到处挂起了红灯笼, 地面上铺上了厚厚的白段, 花园的每一个角落都传来了悠扬的琴声。 入夜间, 谢狼更是用了百般温柔手段, 直令得姬寺主动高了扰。 忍无可忍之下, 强行扒了他的衣裳, 骑到他身上, 才以一夜缠绵告终。 第二天, 因陈郡谢氏的家族都知道了, 姬寺与谢狼在祖地成亲一事, 因为他要给族人一个说法, 便很早就出了门, 忙着处理这些事儿去了。 而姬寺自是归心似箭, 他坐上了旅车, 在几个不屈的保护下, 急急地朝着自家庄园驶去。 刚刚来到庄园所在的那条街道里, 姬寺看看下车, 便听到一个阴冷的男子声音从后面传来。 你果然回来了, 这声音是庄十三。 姬寺回头看去, 一年不见, 庄十三那清俊的脸上竟多了一条二指肠的伤痕, 同时他已不再是以前那轻瘦的模样, 而是身材高大, 气势破人。 再加上他脸上的那道伤, 庄十三整个人变得寒气甚人, 存在感十足, 这正是在他前世时最后记忆中的庄十三。 不对, 前世最后记忆中的庄十三, 虽然也像如今这般成熟了, 身材高大, 气势破人了, 可他那时的脸上总是带了几分笑, 不像现在这般眼神这么冷。 这时的庄十三那眼神冷得像冰一样, 仿佛他这一生所有的灿烂, 这一生的快乐幸福早就埋藏在记忆中, 仿佛眼前这个人已经完全化身成了一柄刀, 那刀只有鲜血才能让他感到兴奋。 鹰庄十三气场太阴寒, 仲谢氏不屈同时一领, 竟是齐刷刷拔出佩剑围在了集祀周围, 对上唇角扶起一抹嘲讽的笑容的庄十三, 集祀转头轻轻说道, 她是我的固友, 不会伤害我, 你们退下吧。 令得布区们退去后, 集祀提布向庄十三走去, 他一步一步走来时, 庄十三的眼中有着恍惚, 眼前的集祀, 实在是既熟悉又陌生, 俨然变成了成熟妇人的她, 光是行走间便透出一种千娇百昧。 这是庄十三梦中才见到过的风情。 在庄十三一瞬不瞬的盯视中, 集祀走到她身前, 她抬头看了她一眼后, 轻声问道, 你脸上这伤怎么回事? 看看看, 这夫人总是这样, 她看到她时, 眼神中总是复杂地让她心惊, 语气也总是熟忍地, 仿佛他们之间有着刻骨的纠缠。 不知道为什么, 庄十三脸上的机巢慢慢隐去, 感觉到眼中有色意, 她连忙冷笑一声, 她冷笑着看着积祀, 说道, 也没什么, 不过是一年前, 终于找到了机会, 使人埋伏了周玉, 结果被纳斯反手在脸上割了一头。 周玉? 姬四马上记起了她和周玉之间的深仇大恨, 不由得一阵哑然, 过了一会儿, 姬四问道, 后来呢, 不知庄十三想到了什么, 她再次激嘲地一笑, 放慢腔调, 淡淡说道, 后来, 后来自使周玉大病一场, 不过直到现在, 她还活得好好的。 原来庄十三做了那么多的准备, 还不曾杀了周玉, 怪不得那么多人都说周玉才智极高, 现在看来果然不反, 就在这时, 庄十三阴冷地问道, 谢郎居然还没有抛弃你, 他说这话时, 双眼微眯, 眼神极阴极沉, 姬四一领, 他抬头看向不眼失望, 也不眼激嘲的庄十三, 动了动唇后, 终是低声说道, 不过是少年时的一时痴迷, 你, 你忘了他吧? 是啊, 不过是少年时的一时痴迷, 庄十三语带痛苦的, 楠楠说道, 不过是少年时的一时痴迷啊, 因为他声音中的痛苦太过深刻, 姬四听着听着, 竟是眼中一阵酸涩, 他突然想到, 自己前世时, 也曾被眼前这个男人如珍如宝地带过, 可能他总是在向他表露出他的不甘吧, 那时候他在百般照顾他的同时, 语气行动中也总带了几分阴冷和狠意, 有一次他试图勾引一个外地来的士族子弟时, 他还差点把他的腿打折, 是了, 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 而每一次事情发生后, 庄十三都会狠狠折磨他一番, 那时候他颈上带圈, 脚上带锁链, 光着身子被锁在床榻边, 几乎是寻常式, 就在姬寺陷入恍惚中, 突然的一个年迈妇人的叫声传来, 十三郎, 回来, 这声音, 这声音, 姬寺转头看去, 只一眼, 他便看到了一个年迈的头发花白的老妇, 不过, 那老妇显然不知道自己年岁已老, 竟是朱拆粉带的, 打扮得极其花哨, 那是, 庄母, 那是庄十三的母亲, 在姬寺看向庄母时, 庄母也在朝她看来, 这个显然受过不少折磨, 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不止的妇人, 在朝着姬寺盯了一会儿后, 突然的她认出来了, 当下, 庄母双眼瞪得滚圆, 她朝着庄十三, 尖声鹤道, 十三郎, 你回来, 这是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庄母这一声鹤带了几分歇斯底里, 疯狂地让人害怕, 一时之间, 路人纷纷朝这个方向看来, 庄十三皱起了眉, 深深地看了姬寺一眼后, 转身朝着庄母走去, 没有想到, 就在姬寺转身坐上驢车时, 庄母居然追了上来, 转眼见, 庄母便追到了姬寺驢车旁, 她呼的一声, 扯开了姬寺的车帘, 双手扣在车窗上, 紧紧朝着姬寺钉来, 钉了她一会儿后, 庄母道, 我记得你, 你是那姓姬的贱人, 低声说到这里, 庄母突然露出一口白牙, 猙獰地笑道, 哈哈哈哈, 小贱人, 你说奇不奇怪, 我前阵子居然做了一个梦, 梦里呀, 你这小贱人, 居然缠上了我儿子, 哈哈哈哈, 明明是个放荡的, 却偏有本事, 领得我家十三郎神魂颠倒, 我呢, 本来看在十三郎的面上, 准备容忍你的, 可谁想, 你这贱人, 竟然怀上了十三郎的孩子, 我家十三郎何等高贵, 他怎么能让你这样肮脏的人生下子嗣, 我当时想啊, 你都这样不支持了, 十三郎还一门心思地护着, 要是他知道你生了他的孩子, 他岂不是谁都不要了, 一门心思地只守着你, 还把你扶成正事, 我当时光是想想都无法忍耐, 于是啊, 我趁着十三郎外出, 就借口你得了伤寒, 连夜把你弄昏, 给活活烧死了, 哈哈哈哈, 几乎是庄母那句, 活活烧死的字眼一出, 鸡四眼前一阵白光闪过, 鱼一拨一拨的头痛中, 他记起来了, 他记起他前世是怎么死的了, 那一次, 庄十三要去属地谈一桩生意, 便连夜出发了, 记得他出发前, 也不知听了什么消息, 一直对着他傻笑, 笑着笑着还会把他推倒在榻上, 掀开他的衣裳, 吻他的肚皮, 因为那一阵子, 鸡四再次违逆过他, 被庄十三锁了好几天, 精神有点恍惚, 所以, 庄十三这个异常的举动, 他也没太在意, 而就在他走后第二天, 他便听到毕夫在那里闲话, 说是不远处, 似乎有人犯了伤寒, 也不知是真是假, 当时鸡四正感到凶闷不适, 听到外面有这种病后, 便准备关门补出, 然后, 就在当天晚上, 他被人打昏了去, 在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四脚被绑, 嘴里被塞上了补条, 正架在一堆柴火上, 再然后, 庄母出现了, 他当时也是这样说的, 他告诉鸡四, 说他怀孕了, 而庄母无法忍受鸡四这样肮脏不洁的妇人, 缠着他儿子一时不说, 还要和他肮脏的子女一道, 缠他一世, 于是, 庄母让人点起了火, 再然后, 他在锯桶中一点点看着自己被烧成灰烬, 对了对了, 那时他身上唯一的事物, 是一块从不离身的玉佩, 他被烧死后, 魂魄入了玉佩, 然后被疯狂哭叫着追来的萧道成捡起, 陡然记起前世之时, 鸡四脸色大变, 他冷冷盯了庄母一会儿, 突然朝着身后的县氏部区命令道, 长嘴! 几个县氏部区早就想出手了, 得了鸡四的命令, 他们响亮地应了一声, 两个部区把庄母扯了下去, 另一个部区则是巴掌一扬, 啪啪啪, 一脸甩了庄母七八个耳光, 直扇得他半边脸都变得青紫膏肿, 才狠狠地把庄母一推, 簇拥着鸡四离去, 就在鸡四离去的那一瞬间, 他看到了急奔而来, 匆匆扶起庄母的庄十三, 在扶起庄母后, 庄十三朝鸡四看了一眼, 这一眼含了太多太复杂的恨和怒, 情义和屈辱, 伤痛和无奈, 鸡四只看了一眼, 便在那里想到, 前世时, 他也总是这般伤痛又无奈, 含恨又含怒, 又带着几分情义地看着我, 可这个口口声声, 说会护我一生的男人, 却根本就护不了我, 前世时, 我便是被他母亲, 生生烧死又如何, 难道他知道了还能杀了他母亲不成, 所以, 他的情义也罢, 无奈也罢, 哼, 都是急不值钱的玩意儿。 以前, 在不曾记起前世死因时, 鸡四对于庄十三, 多多少少还有种复杂的情绪, 并因他对他的一往情深而实有感动, 可现在一记起, 他那仅有的一点感动, 也烟消云散了。 一有陈俊谢氏的照顾, 庄园里的一切都与一年前一样, 笔仆们是老样子, 房子也是老样子, 变了的只有那满庭满院的, 越来越繁盛的鲜花果树。 看到姬四回来, 这些人未免又是一场惊喜交加, 剃泪交加。 众仆围上姬四, 激动地说了一会儿话后, 孙福凑到姬四身后, 轻声地禀道。 小谷, 咱们得的那两百多箱首饰, 前阵子, 谢二十九郎前来取走了八十箱。 他把那些首饰运到北地, 换了十五万斤, 后来也是二十九郎做得住, 拿那些钱替咱家在扬州, 炙了十万亩天产, 三个庄子和十个店铺。 小谷, 咱姬府现在也是永田有产的世家了。 看到双眼发亮, 一脸兴奋满足, 激动得无以复加的孙福, 姬四想道, 啊, 怪不得这次回来, 这些个人啊, 一个个喜形于色, 原来是自家制了田产了。 姬四深知, 对于孙福他们来说, 只有田产, 才是最可靠的依赖。 以前姬四没有田地, 这些人便是知道那些自家箱子里的东西值钱, 可心总归是空荡荡的, 总觉得落不到实处。 对上一脸满足的众仆, 姬四也跟着他们傻笑起来, 这时秦小牧也上前禀道。 小谷, 你离去后, 太子和三皇子都有派人前来, 说到这里, 他小声说道, 那阵子咱家制了田产, 原是购买了一些奴仆, 可没想到谢二十九郎随便一查, 便发现那些奴仆中居然有半数是各位皇子派来的人。 后来二十九郎也不想申查了, 他把那些人全都转卖了出去, 再亲自送了几百人给咱家, 现在放在庄子和店铺里的人都是二十九郎送来的。 虞尘也在一侧说道, 不只是这样, 这一年里啊, 咱们庄子外一直都有人在盯着, 二十九郎说那些人都是在打鸡月的主意, 让咱不要理会呢。 姬四点了点头, 这时秦小木又道, 还有啊, 半年前小郎来了, 他说那兰陵萧氏要送他去蜀地求学, 他也懒得在本家与那些人私征, 便硬了, 他让我们跟小姑说, 他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 也会尽快在蜀地立足的。 萧道成去了蜀地? 与众人所想不同的是, 这时的姬四只有征冲, 却没有多少伤心。 因为他突然记起, 前世时萧道成这个时候, 也是离开了建康, 去了蜀地。 还不等姬四追问, 孙福在一侧又道。 知道小郎要远离, 我们便找二十九郎借了一万斤给小郎做遗城, 因为无钱归还, 我们又从仓库中取了五个箱子, 送给了二十九郎。 二十九郎也收了。 姬四点头, 他松了一口气, 给了金就好, 给了金就好。 有钱是记忆的他, 自是知道萧道成有能力, 有野心, 也有运道。 他现在欠缺的, 也就是那么点金钱。 想来, 有了这么一大笔钱, 他到了蜀地也会顺利许多。 接下来, 众人又到了一会儿离清, 从他们口中, 姬四知道, 现在姬月这个名字, 可谓是如日中天。 当日, 他与北魏国师那一战, 后来传得沸沸扬扬。 在这种酷性乌神的时代, 姬月的形象, 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神化。 要知道, 姬月在扬州时, 那些道门各大流派的宗师, 都纷纷前去驻镇, 还隐隐奉他为主。 这样的消息传来, 再加上姬月差点被人, 推到国师神位上的事迹, 使得姬月这个名字, 在健康, 已是家喻户晓。 这时, 秦潇曹已经准备好了热水, 他和月红连忙服侍姬四泡了一个澡。 就着蒸蒸而上的白气, 姬四看向眼前两个与自己一样, 都是二十好几的大姑娘。 想到他们这么大年纪了, 他还不曾为他们张罗过婚事。 不由得好生愧疚。 转眼, 姬四寸道。 那些放在庄子和铺子里的人, 既然是谢二十九派来的, 也就是说, 那些人身上, 都有陈军谢氏的烙印。 想来, 有那种出身的人, 定然是比一般人更优秀些。 唉, 也不知道那里面, 有没有合适的郎君。 想到这里, 姬四一梳洗过后, 便急急招来孙福和秦小牧等人。 让他们着重注意自家这些大龄未婚的几个。 正如姬四所想的那样, 那三百人中确实有颇有些年轻优秀的郎君和婢子。 而秦小牧等人也隐约地留意了一些。 现在听到姬四提起, 他们红着一张脸, 想姬四道了谢, 转身便做安排去了。 就在几人转身离去之时, 突然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转眼, 有人在外面禀道。 小姑, 陛下找见。 他刚刚回到庄子不到半天时间, 皇帝就知道了, 还特意来传旨。 真是好灵通的消息啊。 七四慢慢站了起来, 他笑了笑后, 吩咐月红道, 给我书上妇人发迹。 是。 既是面见帝王, 自当盛装打扮。 小姑放心。 这一次打扮, 足足花了半个时辰。 当姬四在秦萧草和秦小牧兄弟的簇拥下走出时, 一侧的孙福不安地问道, 小姑, 要不要通知谢时巴朗? 姬四摇头, 他轻声说道, 不用, 转眼, 他又说道, 你们放心, 皇帝那里, 我可以对付。 以前, 他想在皇帝身边混日子, 所以呢, 遇到事就总是妥协。 现在, 姬月那个人已经消失, 他与谢郎在祖地也成了婚, 已是做了选择。 自然, 他在应对皇帝时也可以从容一二了。 一个时辰后, 姬四的旅车来到了皇宫外, 旅车刚刚停下, 对面一阵说笑声传来, 却是太子和三皇子, 以及另外几个宗室皇子连妹而来。 远远看到姬四的旅车, 太子问道, 那谁啊? 一侧, 三皇子眯着眼睛, 看了旅车一会儿, 笑道, 皇兄认不出那旅车上的族徽, 那是姬氏的车。 几乎是姬氏这名字一出, 几个皇子都指了步, 他们齐刷刷地朝着姬四看来。 旅车中, 姬四稍一犹豫, 还是缓缓掀开车帘, 在秦萧草的扶持下下了旅车。 几乎是姬四一出现, 那几个皇子便是满目惊艳, 他们顺也不顺地看着姬四, 不说太子, 这时刻便是三皇子也有点失态了。 容颜开到极盛, 比前一世还要出色的姬四, 盛装打扮后确实是难得的角色。 以这几人的见多识广, 也不免感到镇静。 姬四抬起明眸, 略略与他们对视一眼后, 隔得远远的, 他便屈膝一扶, 然后转过身, 在太监的带领下, 向着皇宫内院走去。 直到姬四转身, 几人才发现, 姬四白皙修长的预警上, 梳着的发迹居然是妇人发誓, 他居然是嫁了人的。 走了两刻钟, 姬四终于来到了皇帝所在的书房, 书房中还有几个大臣, 正在那里争执着, 听到姬四的名号后, 他们齐刷刷地转头看来。 姬四一踏入殿中, 便看到了王震等人, 只是一眼, 姬四便垂下谋来, 在安静中, 他来到殿前恭敬地行了一礼, 说道, 姬四女阿四见过吴皇陛下, 比起上次见到的, 现在的皇帝非常的消瘦, 而且他的脸上还透着不健康的清白。 皇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面无表情地盯了姬四一会儿后, 徐徐问道, 姬四啊, 你兄长呢? 姬四垂眸, 摇头道, 姬四一介妇孺, 并不曾知道兄长具体去向, 当时, 兄长向姬四道别时, 说的是去异地, 另找名医, 他这话一落, 皇帝马上发出了一声不悦的冷哼, 他煞气沉沉地喝道, 哼, 一阵看来, 你那兄长, 只怕是不愿在我南朝为官了吧。 这话很严重, 姬四连忙低头, 转眼, 皇帝强行按下火器, 他盯了姬四一会儿, 又道, 以前听人说过, 除了你兄长之外, 你姬四女也会一些阴阳测算之术。 这个风声姬四是以前放过, 可他现在后悔了,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当时这话是做流言放出的, 并不是姬四或姬月亲口跟某人说出的, 还可以找借口。 当下姬四连忙说道, 陛下, 阴阳测算是何等神奇之事, 姬四不过一介妇人, 哪里懂得这般奥妙的奇数。 皇帝其实也不相信, 姬四会阴阳测算, 在他看来, 姬四如果真有这种器材, 他当初就不会连谢郎的外事都做不了了。 可他叫姬四过来, 自是有用意。 皇帝像是没看到姬四的妇人打扮一样, 抬头吩咐道, 把太子叫来。 是, 太子来得很快, 这太子本就是个好色之徒。 他刚刚被姬四的美貌惊艳了, 一直在外面留脸。 转眼, 太子便大步而来, 恭敬地唤道, 儿臣见过父皇。 皇帝笑了笑, 他朝姬四瞟了一眼, 说道, 姬四啊, 朕决定把你许配给太子做侧妃。 你愿是不愿? 虽是问着愿是不愿, 可皇帝说这话时, 语气极沉极沉, 根本是一副不容反驳的样子。 现在, 姬月的大财, 使人皆知, 姬月不在的当下, 皇帝唯一能做的, 是把姬月的妹妹姬四, 掌握在手中。 甚至, 因为姬月的才能太过惊人, 除了太子之外, 别的皇子也断断不能染纸姬四。 在太子的欣喜若狂中, 姬四头一低, 轻声回道。 回陛下, 姬四不能。 几乎是他这一句话一出, 殿中便是一寒, 于四下鸦雀无声中, 皇帝兵寒得低喝道。 怎么, 你敢抗旨? 这句话, 竟是杀气腾腾。 感觉到皇帝, 那一鱼眼表的杀意, 姬四垂着眸, 哑声说道。 陛下, 姬四有夫婿了。 哦, 不知你那夫婿是谁? 皇帝自是知道姬四的夫婿是谁, 不过, 他一边微眯着双眼看着姬四, 一边暴力地蠢道。 不过是谢郎的一个如婢女一样, 可以转让的外侍妇, 真倒要看看, 这姬四如何找理由攀扯。 确实, 只要姬四与谢郎之间没有名分, 他所找的理由便都不是理由。 要知道, 以太子的身份, 或许谢郎那些有名分的妻和妾, 他是不敢动的。 可如果他要娶谢郎一个不曾寄入普蝶上的外事, 那士族阶层都会无话可说。 岂料, 姬四却是苦涩一笑, 哑声回道。 陛下有所不知, 妾身去遂寒冬时, 曾经流失过一个孩儿, 如今, 不但是残花败柳之身, 而且, 身体残破。 姬四在北地时, 虽然最终没有造成太大的后患, 可伤了身体, 却是事实, 因此便是请了大夫来看诊, 也会是相同的答案。 没想到姬四会这样说, 一殿的男人脸色都是一变, 皇帝像吃了苍蝇一般, 看着姬四这个残得不能再残的残花败柳, 正想着姬四嫁给太子做侧妃的话, 残破一点也无所谓, 反正太子纳他, 只是看在他身后积月的份上。 就在皇帝准备说出时, 姬四突然声音一清, 徐徐又倒。 还有一事, 陛下可能忘了, 姬四虽然不堪, 却也是姬四家的嫡女。 姬四家, 虽然算不得大族, 也不敢像那些大族一样, 讲究世术不婚。 可作为世家嫡女, 作依数族妾氏, 却是断断不愿的。 姬五是世术不婚这四个字一出, 皇帝便脸色沉寒, 而等他说出, 作依数族妾氏的字眼, 便连太子也双眼冒火了。 很明显, 姬四指得这数族, 分明就是指皇室, 指太子。 虽然, 世术不婚这四个字, 经常被人提起, 可现在这样, 被姬四当面打脸的情形, 当今皇帝还是第一次遇到, 瞬时, 他双眼爆红。 其实, 换了任何一个世家, 皇帝都不会如此生气, 正是因为姬四这个家族, 是最近变成世家的, 更因为在下意识中, 皇帝就觉得自己可以随意操纵姬四的婚姻, 而他不敢, 也不会加以反抗。 所以现在, 听到姬四的真话, 皇帝才会陡然暴怒。 可是姬四, 却一点都不怕皇帝的暴怒。 事实上, 便是面对的是一国之君, 他也断断不敢因为世术不婚, 便治自己的罪, 否则便会引来整个氏族阶层的反击。 最多他也就是对姬四的所作所为, 记恨在心罢了。 可对于姬四来说, 不管是作为姬月还是姬四, 他已经到了必须与皇室翻脸的地步, 他也不想自己的婚姻和自由, 还被他人随意操控。 皇帝暴怒, 他赤红着眼瞪了姬四一会儿, 正准备命令赏钱。 可一眼看到姬四那淡定的模样, 那角色的长相, 那典型的属于氏族的雍容气度, 落神模样, 他又迅速变得理智了。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一会儿后, 皇帝闭上了双眼, 淡淡说道, 滚吧, 姬四低头, 行了一礼, 缓缓退出了塔殿。 目送着他离开的背影, 太子立声说道, 父皇, 这个羞辱, 儿臣不能忍。 皇帝瞟了他一眼, 没有回话, 这时太子又道, 这时太子又道, 父皇, 儿臣什么时候被一个妇人如此羞辱过, 难道就不能? 他的话还没说完, 皇帝便不耐烦地低贺道, 这些年来, 那些士族哪个不曾羞辱过你? 便是不能忍也得忍, 对付任何一个士族, 都需要静待时机。 说到这里, 皇帝只觉得深深地疲惫。 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皇帝, 其实当起来都不容易, 他们根底太薄, 都是武将几家, 手中除了兵权便一无所有。 可以说, 一直以来, 士族和皇室不曾发生过大的冲突, 是因为彼此忍让的结果。 皇室得时刻忍着士族们的嚣张, 而士族们则在皇室偶尔发疯时, 赞比一耳。 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些士族仗着自家是传承数百年的门法, 把自己当成了玉器, 舍不得与皇室这种爆发户, 瓦礼对撞。 直到现在, 皇帝才突然发现, 原来自己以为掌握在手的姬氏兄妹, 其实在姬氏成为士家的那一刻, 便脱离他的控制了。 同时, 皇帝也知道, 早在自己执意要杀了血狼时, 那些士族内部便是暗流涌动。 现在的情况是, 他一个应对不妥, 只怕这些士家便会起换一个皇帝来管事的想法。 而在这个刘易康造反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想法以后, 只需要小小的使一点力。 不一会儿功夫, 不一会儿功夫, 姬氏便出了皇宫。 坐在自家旅车上后, 他回头朝着皇宫看了一眼, 暗暗想到, 从此以后, 只怕没什么机会再到这里来了。 转眼, 他又松了一口气, 不管是姬月还是姬寺的婚姻, 皇室一直都想操控在手中。 如今, 趁着刘易康谋反, 皇帝内忧外患时翻脸, 时机倒是选得不错的。 姬氏刚刚出了皇宫, 迎面便是到了一对谢氏不屈, 却是谢广等人。 谢广在看到姬氏安然无恙时, 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来到姬氏面前说道, 郎君让夫人去陈军谢氏一趟。 姬氏点头说道, 那现在就去吧。 就这样, 队伍转向, 朝着陈军谢氏逝去。 刚刚来到乌一巷, 却见对面走来几个氏族郎君, 再一看, 只见萧行和张鹤芝都在其中。 这些人显然是参加了宴会回来, 一个个一缕风流, 举止优雅。 陡然认出了姬氏的旅车, 几声轻贺传来。 转眼间, 他们的步驱整齐化一地退到两侧, 露出了挡在路中间的几位大士族郎君。 这些郎君都含着笑, 看向了姬氏。 原来, 却是姬氏在陈军谢氏登堂入室的事。 与谢郎从北地归来的消息一到, 短短半天便传遍了个大士家。 姬氏掀开一脚车帘, 朝着几人盈盈以伏, 垂眸说道, 姬氏见过诸位郎君。 几乎是车帘一线, 姬氏的面容一露, 几位郎君便是齐刷刷地砍呆了。 没想到姬氏变得如此绝美。 萧行迅速地抬头望来, 目光顺也不顺地盯着。 至于张鹤之, 他也曾设想过 姬氏盛开时会有的容貌。 可也断断没想到 他风情会如此之盛, 也如此独特。 这样的姬氏, 魅惑神秘, 又似柔弱多情, 哪是当年的义武王夫人能比的。 对上几个郎君的目光, 姬氏再次服了服, 他微微一笑, 换道。 海群诸君让一步, 说到这里, 他转头吩咐道, 行了, 走吧。 是, 说吧, 旅车起步, 不一会儿功夫便越过众人, 驶向了乌衣向深处。 直到姬氏走得远了, 一个郎君才感慨地说道, 唉, 如今, 我却是羡慕其, 谢十八的艳福了。 张鹤之也在那里探头。 唉, 我虽然早就知道, 他长大后, 会是个角色, 可惜啊, 却是耐心不足。 至于萧行, 他一直在目送着姬氏, 直到那驢车再不可见。 转眼间, 姬氏的驢车便驶到了陈骏谢氏, 正如谢母承诺的那样, 陈骏谢氏的壁仆一看到他, 便自发退后两步, 一个个低下头也不行礼, 也没有露出不静之色, 任由姬氏长驱直入。 下得驢车, 姬氏低声问道, 十八郎可在, 谢静大不迎来, 闻言回道。 十八郎还在组长那里, 夫人可先回乡房等候。 他话刚一说完, 便是一阵笑语声传来, 却见不远处的花园里, 平平平平地走出了谢王氏等人。 那些贵妇远远看到一袭华衣, 容颜盛极的祭祀走来都是惊了下, 他们转向谢王氏好奇地问道, 这夫人是谁? 谢王氏还没回答, 她的树妹元王氏在那里冷笑道, 哼, 那是姬氏。 转眼, 她又看向谢王氏, 似笑非笑地说道, 姐姐, 不知待会儿见到姬氏, 我等该如何称呼? 难道说要换她十八郎夫人? 这元王氏, 自从姬氏一再地拒绝言请神医楚公为其婆母治病, 导致她婆母过世后便恨上了姬氏, 连带地对一直宠着姬氏的谢十八她也有了几分怨气。 听了树妹的话, 谢王氏转过头来, 她瞟了瞟元王氏一眼, 微笑道, 姬氏曾经救过十八郎, 我婆母对她甚是感激, 便因着救命之恩, 我也不敢对她不敬, 至于川湖嘛, 这姬氏是个与丈夫一样心胸放狂之人, 随便叫她什么她都不会在意的。 事关家族颜面, 她却是立刻选择站在了姬氏这一边。 就在这时, 姬氏在谢广等人的簇拥下过来了, 因为要进谢郎的院路, 就必须经过这片花园, 而现在的姬氏, 自是不再惧怕与他们对面。 来到众女面前, 对上他们的目光, 俨然如贵妇的姬氏, 朝着他们迎迎服了服, 直到起身后, 她也不多说什么, 只是微笑地带着众人继续前进。 看到谢广谢静, 这等在建康都是排了名的子弟, 一步一驱地跟在姬氏身后, 看到姬氏那一袭华贵到极点的衣裳, 和那宛如落神般的美貌风姿, 袁王是目光闪了闪, 他有点无法相信。 以前那个见到自己这等氏族都连忙低头避让的姬氏, 竟然会有今日这般风光。 看到姬氏在一众郎君的簇拥下, 入了谢郎的院落, 袁王是冷哼一声, 转向谢王是问道, 听说十八郎回来了, 这一次回来后, 十八郎也该娶妻了吧, 听到娶妻两字, 谢王是眉心跳了跳, 一时说不出话来, 倒是一侧, 一个贵妇轻声应道, 是啊, 听说现在十八郎安全了, 皇帝不准备杀他了, 想来他也可以娶妇了吧。 转眼, 那贵妇又笑道, 前阵子, 十八郎生死未捕食, 哎哟, 克服小姑啊, 那眼泪都是流干了呢。 听到贵妇这话, 谢王是暗中冷笑一声, 他不提也罢, 一提, 谢王是便记起来了。 前两年, 十八郎被皇室盯上, 成了那只杀鸡儆猴的鸡石, 平素有来往的人家, 以及他们的女儿, 克室提到十八郎便三肩七口的, 现在好了, 十八郎刚一安全, 他们便冒出来了。 谢王是光是这样一想, 心下竟有一个感觉, 十八郎与其取这些, 只可供富贵, 不可供患难的, 倒还真不如堂堂正正取了那个姬氏, 至少他能与他生死与共啊。 这后面的议论热闹, 姬死是不知道的。 这时, 他从谢广的语气中听出了, 谢郎的意思是, 他以后没说就住在这里, 至于他自家那个庄园, 偶尔回去一趟即可。 说实在的, 虽是在祖地成了婚, 可毕竟那婚礼不合常规, 姬死压根就没有已经嫁为人妇的感觉, 因此现在的他, 还是觉得住在庄园更自在。 叫了热汤, 好好沐浴后, 姬死披散着湿淋淋的长发, 穿着谢郎的白袍, 踏着墓履, 哒哒哒地走到了院落里。 谢郎一入内, 便看到了这么一副景致, 他先是脚步一顿, 转眼他向他走了过来, 走到姬死身侧, 懒洋洋地捏起他一缕湿发, 在指尖绕了绕。 谢郎温声问道, 家里那些仆人都好吗? 谢郎摁了一声, 回道。 甚好, 他零零碎碎地 把庄园中的一些事说了一会儿, 又跟谢郎说了 这次与皇帝的会面, 然后, 鸡丝眼波流转地看向了他, 温柔笑道。 阿郎, 这下, 我也是皇室的目中钉了, 想来, 他们下一次又准备杀鸡井猴时, 会把你我的名字放在一起。 谢郎却是温柔无限地看着他, 他发现, 他最喜欢的, 却是这般无所畏惧的鸡丝。 只有粪土王侯, 浮云生死, 才是真名事。 鸡丝以前, 活得表面洒脱, 实则过于小心, 到了如今, 才算得上真风流。 他朝着献宝一样的鸡丝笑了笑后, 轻轻伸手, 扶上他的鹰唇, 朝着他, 目光眷恋地望了一会儿。 他把鸡丝置于双臂之间, 低下头, 在他绣发上印上一吻, 喃喃说道, 阿四, 你知道这次, 陈俊谢氏的族会, 说了什么吗? 鸡丝摇头, 好奇地看向谢郎, 谢郎却是闭了眼, 他把夏合放在鸡丝头上, 过了一会儿, 才滴滴说道, 他们对祖地的事, 大为恼怒。 我到了北地, 看了许多世家, 不说别的, 便是那清和崔氏, 表面上, 他们族人中的人才, 或许不多, 可他们把持高位的, 是真正的智者。 他们对于人才, 也有一颗急迫的, 想要那为己有的心。 光凭这两点, 他们的家族, 便有可能强盛下去。 略顿了顿, 谢郎又道, 哈, 而我陈俊谢氏就不同了, 我也知道族长跟几位族佬, 都与我母亲一样, 知识渊博。 可他们年纪大了, 心也被目前的繁华安逸迷了眼, 他们只想保持现有的状况, 不想改变, 也不喜欢看到新的苗头出现。 可这世间, 从来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我真担心以后, 不等姬寺说话, 转眼, 谢郎低沉孝道。 阿四, 介于我在祖地犯下的大错, 祖力已经做出决定, 从此撤去我的家族几成人之位。 谢郎这话一出, 祭祀搜得睁大双眼, 朝他看去, 谢郎却有点出神。 他俯着祭祀的长发, 过了一会儿, 又轻轻道, 很有意思不是? 北魏那边, 清河崔氏的族长一位, 崔玄娶了你, 就可以很好地保住清河崔氏一族。 而我陈郡谢氏, 却做出了相反的决策。 谢郎说到这里, 低头朝祭祀看了一眼, 对上他满眼的担忧, 他失笑道, 你做什么这种眼神看着我, 难道我还能练战权威不成? 他笑了一阵后, 低声又道, 啊, 是这样的, 以前, 我因是陈郡谢氏的下一任组长, 一直以来, 家族对我都十分看重, 现在, 那家族分给我的那些财产, 也会收取十之八九, 不过, 这点也不算什么, 你知道的, 那些年, 我四处剿匪, 得的财产, 早就超过了继承人的那部分了, 然后, 是我的那些, 私兵, 几乎也撤得差不多了, 这个举动, 其实是多余的, 以我的名望, 不管要多少私兵, 只是一句话的话, 过了一会儿, 谢郎徐徐说道, 唉, 我之所以怅然, 不过是, 家族指定代替我的那个继承人, 是个真正保守的, 七四明白他的意思, 北地的世家, 全都锐意进去, 便有部族, 也在努力改正, 可陈军现实这里, 却恰恰相反, 他们拒绝一切改变, 甚至连家族继承人, 也不是个有长远眼光的, 他是担心他的家族, 会在接下来的岁月中, 会没落而不自知, 就在夫妇二人靠在一起, 欲欲低欲时, 突然的, 后面传来了一阵急粗的脚步声, 谢郎和姬四回过头来, 来人正是谢广, 他大步走到谢郎面前, 说道, 郎君, 皇宫有旨意来了, 谢郎微微汗手, 大步走了出去, 这次皇帝却是因谢郎 劝退北魏人有功, 而来封赏的, 如谢郎这样的人, 一出生就是三品高官, 现在皇帝直接把他提到了正二品, 不过那职位依然是个虚职, 不必上朝, 看来皇帝也是不想看到谢郎了, 谢郎得了这个虚职后, 姬四等人选者的心完全放下去了, 皇帝既没有把他外放, 又不曾把他安排在危险的职位上, 而是按照对顶尖士族一贯的尊重, 让他身居高位而不领时职, 这就表明皇帝是真不想再对谢郎下手了, 以前他们虽然知道, 可直到这个圣旨下达, 才踏踏实实放下心来, 前脚圣旨刚刚下达, 后脚, 谢郎那些顾骄纷纷上门, 见谢郎忙得不可开交, 祭祀又回到了自家庄园, 这一边, 谢王氏这两天也收到了许多青帖, 看着外面天和日丽, 他便和几个惠妇一道来到了清远寺上乡, 谢王氏这次来清远寺上乡, 却也是奉了他婆母之令, 昔日, 谢母曾向菩萨许愿, 只要谢郎能转危为安, 就会替菩萨重述今生, 今日, 谢王氏主要还是来还愿的, 好不容易忙完, 谢王氏和众贵妇在寺院外风景最好的半山腰处拿起粮来, 这三四月的健康, 清风徐来, 百花送香, 当真是说不出的舒畅, 在座的几个贵妇在健康都是顶尖的, 因此她们虽然没做什么, 后面上来的妇人小姑还是隔得远远的, 便停下了脚步, 一个个恭敬地行了礼后, 在做自己的事。 就在这时, 一个贵妇突然疑了一声, 转眼她轻笑道, 那位不是姬氏吗? 贵妇的话一出, 包括谢王氏在内的众人都转头看去, 果不其然, 那正沿着山道慢慢攀爬而来的可不正是姬氏吗? 这时的姬氏不曾演去她的角色, 所到之处引来了无数目光, 见到这一幕, 另一个贵妇忍不住吃笑一声, 她还只是吃笑, 在离她们不远的地方, 却有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贵妇, 提高声音, 在那里问道, 这妇人是谁啊? 一个婢女在其后恭敬地回道, 回妇人的话, 那是一年前刚刚成为世家的姬氏之女, 她就是姬氏啊? 那贵妇显然听过姬氏的大名, 马上厌恶地叫道, 也不曾听说过她有婚嫁, 如今却做妇人打扮, 早就听过这姬氏是个放荡无耻的, 看来果然如此, 那贵妇奸声喝道, 来人啊, 把那姬氏给本夫人带过来, 本夫人倒要看看她有什么狐媚手段, 几乎是那贵妇声音一落, 她的身后便站出几个婢妇来, 那些婢妇狼声硬了, 一个个冷笑着向姬氏围去, 说实在的, 这一幕有点奇怪, 凡是健康本地氏族, 都知道姬氏与谢郎有关系, 平素里, 也不是没有看到姬氏便感到厌恶的贵妇, 可他们顾及姬氏背后的人, 只能对她示弱不见, 这个妇人不知是何来路, 居然这样貌貌然的就针对起姬氏来了, 一时之间, 众人又是吃惊, 又是好奇, 谢王氏旁边, 几个贵妇相互看了一眼, 都悄悄地飘向神色不动的谢王氏, 谢王氏与姬氏的恩怨, 他们都是知道的, 而谢王氏与姬氏有多不喜, 他们更是知道, 此刻, 这些贵妇都在想到, 那蠢妇虽是莽撞了些, 可有谢王氏在, 姬氏也只能受了这顿羞辱了, 就在所有人都眼睁睁, 看着那几个高大的匍妇走向姬氏时, 突然的, 一只神色淡淡的谢王氏, 用手帕试了试嘴唇, 轻声开了口, 把那位徐夫人叫过来, 她说的徐夫人, 正是那摩拳擦掌, 准备对姬氏出手的外地贵妇, 众人的沉默中, 站在谢王氏身后的几个仆妇, 连忙攻声引道, 是, 不一会儿, 那徐夫人便过来了, 她是脸上带着谄笑, 一来到谢王氏面前, 那徐夫人便朝她恭敬地行了一礼, 连忙说道, 不知陈俊谢氏的三夫人在此, 她话还没说完, 谢王氏便抬了她眼皮, 只听她轻言细语地说道, 你想教训姬氏, 谢王氏这话一出, 那徐夫人张着嘴, 僵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 她才谄笑道, 是啊, 三夫人有所不知, 再一次, 她这话才说到一半, 谢王氏便打断她的话头, 你什么身份呢, 也配教训姬氏, 徐夫人僵在了那里, 四周的贵妇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同时转过头来看向了谢王氏, 于四周无比的安静中, 谢王氏慢慢放下了茶钟, 轻声诱导, 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你, 知道吗? 谢王氏这话一出, 徐夫人肥胖的脸上, 顺时惨白一片, 她本不是健康人, 因为刘易康之乱, 才举家签之健康, 他们家族, 虽是当地的郡旺世家, 可到了健康, 却什么都不是, 要不是急于表现, 她也不会拿急事来做法, 徐夫人万万没有想到, 只是这么一件小事, 竟然会招了谢王氏的宴, 这谢王氏什么人, 她可是陈郡谢氏的嫡媳, 是狼牙王氏的女儿, 这健康城里的女眷, 她的身份至少能排到前三, 而现在, 谢王氏说她不想再看到自己, 那意思就是说, 让徐夫人永远地, 退出健康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了, 看到徐夫人站都站不稳了, 谢王氏不耐烦地垂下谋, 见她不高兴了, 几个仆妇连忙上前, 推着那徐夫人, 迅速地离开了谢王氏的视线, 就在徐夫人退下的时候, 谢王氏转过头去, 只听她朝着身后的人说道, 去查一下, 看看这徐夫人, 为什么会针对济世? 是, 目送几个不屈离开, 众贵妇还是称目皆舍, 他们有心想询问, 可又不敢开口, 这几个贵妇都是与谢王氏相交多年的, 见到好友们震惊的模样, 谢王氏暗暗想道, 我是讨厌吉士, 可谁叫十八郎, 与他竟在祖地悄悄成了亲, 既然成了亲, 那吉士就是我弟妹, 无论如何, 我也不能让他被别人折了颜面, 可这个想法, 他只能在心里过一过, 因为谢郎与姬四在祖地成婚一世, 其实是犯了男帝氏族的忌讳的, 他连娘家人都不能说, 何况是这些人, 对清远寺发生的一切, 姬四根本就不清楚, 他只是看到几个面目不善的妇人朝他走了来, 然后又莫名其妙地退了下去, 来到清远寺, 伤了几株香, 感谢了诸天神佛对谢郎和自身的保佑后, 姬四便回到了庄园, 几乎是他前脚刚进庄园, 后脚孙福便告诉他, 说谢二十九郎刚刚带走了剩下的那珠宝首饰, 谢二十九确实是带走了姬四共计一百八十箱珠宝首饰, 只留了没有标记的最后两箱给他零用, 此刻谢二十九带着五百多个布区, 正浩浩荡荡地朝着码头驶去, 当谢二十九的队伍上船时, 偌大一只客船装了他的人和物品后, 便只能再赏三四个客人了, 转眼,客人上齐了, 其中一个客人远远看到谢二十九, 便高声叫道, 谢二十九了? 谢二十九回头看去, 这一看他马上认出了这个人, 他却是元三十郎, 只是这位陈俊元氏的郎君竟然出门都没带个布区? 醋了醋眉, 谢二十九郎向他走来, 对上谢二十九一脸的不赞同, 也同时被人称作民事, 与谢郎想来交好的元三十郎连连插手, 他笑嘻嘻地说道, 别生气别生气啊, 我自是知道好歹的, 这次上船也只是让我友人急一急, 到了前面码头, 我就会打到回府了。 嬉皮笑脸地说到这里, 他好奇地看向那一个个标枪一样站着的谢氏不屈, 气道, 二十九郎, 你这是…… 元三十郎人品十分端正, 再加上他对谢郎很多事情都是清楚的, 当下谢二十九郎回道, 我得了消息, 说是南方的珠宝首饰, 现在在江北很吃香, 便带了一些过去, 准备全都换成黄金。 元三十郎瞪大了眼, 他奇道, 难不成, 以陈俊现实还少了黄金? 这么个刘易康谋反的档口, 要你二十九郎不顾危险地跑着一趟? 从来战乱, 就不只是物价飞涨, 同时还代表着大量流民出现, 而流民四处窜动的同时, 也就意味着安全难保。 所以, 元三十郎有这么一说, 听了元三十郎的话, 谢二十九冷峻的脸上带了一抹笑, 他说道, 哈哈, 一路上都有人接应, 流民是不怕的, 转眼, 他又说道, 那些珠宝本就是刘斐从各大家族中弄来的, 要不是趁这个机会换出去, 以后是怕难了。 元三十郎静自瞪着他问道, 你们陈军谢氏就少了这么点黄金, 谢二十九郎说道, 这些珠宝不是陈军谢氏的, 他属于姬氏, 说到这里, 谢二十九郎无奈地说道, 哈哈, 姬氏的事啊, 元兄你也知道的, 他现在好歹算是我十八兄的七世了, 等把那些首饰换成黄金后, 我准备在武昌山十八郎的庄园边, 给他也制几座庄园, 同时再制个十万亩粮田和几十个店铺, 再制些奴仆给他守着, 那姬氏一族身家单薄, 我琢磨着这么辛苦一趟, 他的身家也就丰厚了, 以后啊, 不管是把这些财产传给子孙, 还是留着积师自用, 也能底气十足, 听到这里, 元三十郎嘖嘖连声, 感慨地说道, 哎呀, 这可是件麻烦事, 把这事做完, 少说也得八个月一年的, 你这阵子可要辛苦了, 谢二十九郎一笑, 他淡淡地说道, 他与我十八兄在祖庙成了亲, 也算是我陈军谢氏的人了, 照顾一下, 自是应该的, 在谢王室派人调查徐夫人 针对姬氏一事时, 那一边, 谢三郎已经知道真相了, 消息是从陈军谢氏的密报那里传来的, 却原来, 那元贤自从在长江上见到姬氏, 并看到他跟在谢郎旁边一道返回建康后, 心中恨意大声, 于是他通过刘义康的情报网, 向那吴郡张氏, 吴郡朱氏, 吴郡酷氏等所有与姬氏有过嫌隙的世家, 偏有加醋地告知了当年姬氏对那健康第一美人顾明雅, 以及顾明秀姐妹所做的事, 和对朱张氏等人所做过的事, 说实在的, 姬氏当年的报复手段极其厌惠, 而且其中暗藏着姬氏一些神乎其神的预测之能, 那些使家虽然不太相信, 可一来原贤提供的人证物证十分的周全, 而来当年那些事毁得这些家族生育大将, 直到现在还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所以那些家族便也渐渐对姬氏产生了恨意, 而那徐夫人便是听到了吴郡张氏的某个夫人的埋怨后出手的, 吴郡朱氏和吴郡张氏、吴郡顾氏都是这吴帝的老牌世家, 他们在健康的根底之身, 甚至要超过从北地迁来的乔姓氏族狼牙王氏和陈郡谢氏, 谢三郎在知道这些事的当天便出门了, 谢三郎是谢十八的敌兄, 是他这一房的嫡长子, 这样的身份是极其贵重的。 不过,平素里, 谢三郎以儒家学子字句, 最重轻茧, 是出了名的不喜奢华, 可是这一天, 他出门却如谢郎出门一样摆足了排场。 不管是那刻有陈郡谢氏足迹的驢车, 还是那浩浩荡荡的不屈美币, 都让路人一见到便远远地退避两侧。 这时刻, 鸡四刚被谢二十九搬空了仓库, 他拿着剩下的那两箱珠宝, 想了想后, 还是全部对成了黄金。 珠宝出手得十分顺利, 在兑了五千斤后, 鸡四又回到了另外几个宅子看了一会儿, 当他再次回到庄园时, 时候也不早了。 就在鸡四犹豫着是回到谢郎身边, 还是就在庄园里沐浴修整一晚时, 秦小木急急跑来, 喘息着说道, 小姑小姑, 你快出去看看。 秦小木的脸, 长得通空, 一双眼睛亮得惊人。 鸡四朝他看了一眼, 稍稍整理一下仪表, 便跟在众仆身后出了门。 他这一出门, 才发现自己的庄园外, 结结实实地堵了一个豪华车队。 那车队, 那步驱, 就这样摆在他的庄园外, 一直延伸了半里开外。 鸡四一出现, 最前面的驢车, 车帘便掀了起来, 然后, 谢三郎走了下来, 他对着一脸惊恶的鸡四 微一汗手, 板着脸说道, 刚路过这里, 便顺便接你一程, 走吧。 鸡四呆了呆, 他纳闷了半晌, 还是在四邻悄悄望来, 又陷又渡又猜疑不定的目光中, 上了谢三郎后面的那辆旅车。 想那谢三郎什么人, 那是个典型的儒家子弟, 是平素玩笑也不开一个的人, 而这样的人竟亲自接纳鸡氏, 进了陈郡谢氏。 鸡四一路走来, 感觉到四周十足投来的目光, 心神一动, 干脆把两侧车帘打开, 把自己的面容袒露在众人面前。 这一下, 四周投来的目光更多了, 站在一处阁楼上, 狼牙王十二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笑了起来。 见他发笑, 一个幕僚凑上前来, 好奇地问道, 狼君在笑什么? 狼牙王十二轻笑道, 去年在扬州时, 曾经见过谢十八和鸡氏女在一起的场景, 当时便觉得, 那鸡氏女, 风姿慎义, 急事获人, 也觉得谢十八看向他时, 那目光太过盛情, 便料定谢十八迟早会被这夫人拿捏了, 现在这情形, 倒是印证了我当日的猜测。 那幕僚急道, 狼君的意思是, 那谢狼已经被鸡氏女, 获得定了夫妇之盟。 狼牙王十二点了点头, 说道, 嗯, 要不是事情已经成了定局, 这谢三郎怎么会偷偷跑出来, 给鸡氏女做颜面? 咱们这些士族子, 平素里虽然各有各的不堪, 可这护短却是如出一脉。 这谢三郎对鸡氏女如此护短, 定然是谢十八贝地里给了鸡氏女名分。 如狼牙王十二一样, 有这种猜测的士族不在少数, 不知不觉中, 这消息也传到了吴郡库氏和吴郡朱氏、 吴郡章氏那里。 这几个士族刚刚准备给鸡氏一点教训, 现在听到这种留言, 便又什么都不敢做了。 鸡氏被谢三郎接回了陈军县时, 谢三郎这个动作仿佛是一个信号, 几乎是一夜之间, 鸡氏发现众人对上他时, 那态度恭敬多了。 甚至于他每次上的街道时, 总会有一些大家族的子弟停下旅车, 主动向他问好。 这种备受尊敬的日子, 以及众人有形无形地看重为拥, 让鸡氏天天喜笑颜开。 转眼间, 又到了月圆之夜。 鸡氏今天晚上没有回去自家庄园, 而是待在谢郎的院子里, 穿着他的白衣, 趴在他的阁楼上朝下看去。 月色下的梨花, 融融如雪, 幽香轻人。 鸡氏看了一会儿碧蓝的天空上的明月, 又低头望了一会儿月下的群花, 心神聚醉之际, 一阵清幽的脚步声传了来。 谢郎上来了, 不一会儿功夫, 谢郎便来到他身后, 声音低沉地说道, 从这里看, 风景是不是很美? 鸡氏摁了一声, 溃叹道, 真的很美, 让人想要睡在这月光下。 他声音一落, 后面一阵熙熙所所的声音传来。 鸡氏听了听, 感觉不对了, 连忙回头看去。 这一回头, 他却看到了慢慢抽去玉带, 解去衣裳的谢郎。 健壮, 鸡氏轻声叫道, 你, 你干什么? 衣裳半解的谢郎, 却是轻身上前, 他从后面, 伸入鸡氏的衣襟, 一边熟练地解开, 一边温柔地低笑道。 阿四刚才不是说, 想要睡在这月光下吗? 回敷却有一发, 可以让阿四, 想尽这月光花香的妙处。 于是, 又是一夜颠倒。 第二天, 鸡氏起踏时, 谢郎还在睡, 他爬起踏, 刚刚梳洗着, 后面传来谢郎醒后 有点慵懒迷糊的声音。 什么时辰了? 鸡氏对着铜镜一边梳妆, 一边笑嘻嘻地说道, 太阳都出来大半个时辰了。 说到这里, 鸡氏转向谢郎, 好奇地问道, 哎, 以往我每次醒来, 总是见不到阿郎的人影, 今日, 阿郎怎么睡得这么想? 谢郎穿好木履, 他一边静了静脸, 一边回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我不再是家族继承人了。 见到鸡丝不解, 他直起身来, 一边在婢女的服饰下 穿上衣裳, 一边说道, 是这样的, 陈俊谢时的继承人 和狼牙王室的继承人, 也会是天下始族中 年轻一代的领袖。 以往, 我既是陈俊谢时的继承人, 又是有名的名士, 所以, 威望还在狼牙王十二之上。 现在嘛, 我既不再是陈俊谢时的继承人了, 那士族中的领袖 一直也就卸下了钛板。 你的夫君啊, 现在真正是咸云野鹤了。 谢郎说得悠然自在, 姬四听了却是一阵恍惚。 他知道, 谢郎之所以失去继承人之位, 是因为他在祖地取了他的缘故。 谢郎说着说着, 回头看到姬四双眼迷离, 温柔地望向自己。 那种眼神真是又愧疚又自傲, 配上他那朝起的慵懒之姿, 又隐隐地有了勾魂意味。 谢郎看了, 心头一荡, 不由地挥退婢女, 把姬四拦腰一抱又给压在榻上。 接下来的几个月, 姬四一直生活在甜蜜当中。 这一天, 姬四起了个岛, 也不知怎么的, 这几天他都有点凶闷乏力, 有时候还容易忘事。 像现在, 他恍神了一会儿才记起, 似乎秦小牧说过, 他给秦萧草相种了一个夫郎, 今天会带回庄子, 让他看一眼。 记起这事, 姬四连忙离开陈军谢氏, 朝着庄园驶去。 如今已是夏日, 一整天也只有清晨这会儿最是舒服。 姬四一上街, 才发现街道上行人还不少, 就在他的旅车驶到四大雪馆附近时, 迎面也驶来一辆旅车。 那旅车来到祭祀旁边时, 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 旅车中传来一个熟悉的青年男子的问候声, 没有想到竟然在这里遇上了姬家妹妹, 真是巧啊。 说话之际, 那旅车车帘掀了开来, 当年的寒门天才, 现在备受皇帝重用的权臣之一的刘谦, 露出了面孔来。 这是姬四回到建康后第一次看到刘谦, 一对上眼前这个儒雅俊秀的青年郎君, 姬四却是想到了被他谋害了的文都驸马, 一时之间, 本来浮在脸上的笑容却是僵了起来。 见到姬四的表情, 刘谦哪有不明白的道理, 当下他好脾气地笑了笑, 回头吩咐了一句, 令得他的驢车靠近姬四的驢车后, 刘谦凑过头来, 朝着姬四温柔问道, 七家妹妹, 不知令兄现在何处啊? 想知道姬月的所在, 哼。 姬四暗中冷笑一声, 他摇了摇头, 说道, 家兄一直没有与我联系, 却是不知他身在何处。 话一说完, 姬四又道, 家中还有事, 小傅先告辞了。 声音一落, 七四便连番催促玉妇离开。 七四如此无礼, 刘谦却一直是脸带笑容地目送他离去, 一直到他去得远了, 刘谦才转头朝着自个儿旅车中沉声问道, 如何? 旅车中传来一个中年男人沙哑的声音, 嗯, 大人猜得不错, 这个姬四很有可能与他兄长是同一个人。 说出这句话后, 那中年人惋惜地说道, 可惜啊, 现在看到的是姬四, 要是见到姬月本人, 那我就有时辰把握, 判断出雌雄黑白了。 听到那中年男人的话, 刘谦笑了笑, 慢慢说道, 姬四身后的谢十八, 那可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聪明人, 而以谢十八的聪明, 他又怎么可能允许姬月直到现在还在外面蹦的? 说到这时, 他又若有所思起来, 就在这时, 那中年人说道, 听说三皇子身边有一个属下叫庄十三的, 他与姬四不但是同郡同县的老乡, 以前还有过感情纠葛, 大人想要了解姬氏, 何不从庄十三下手? 刘谦摇了摇头, 说道, 嗯, 庄十三那人不行, 那是个硬骨头, 就算打杀了他, 他不想说的, 还是一个字都不会透露, 再则, 那人背后长了不少势力, 想要抓到他, 很不容易。 说到这里, 刘谦寻思起来, 他记起了那些年里, 他和周玉一道合力阻击过庄十三好几次, 可每一次, 不管计划多么周全, 总叫那庄十三躲了过去, 对了, 似乎周玉说过, 那庄十三曾经还想过要追求姬月, 想要做那姬师的入目之宾, 可在他和周玉刺杀后, 也不知提醒了庄十三什么, 自那时起, 庄十三是三间其口, 再也没有人听他提起过姬月的什么事, 刘谦在那里寻思, 那中年人却是徐徐说道, 姬月不肯出现, 并不表明这姬师就毫无用处, 他人哪, 姬师对王震和谭征两位也是有恩的, 听说直到现在, 那王震还对美貌的姬师念念不忘呢, 不等他说完, 刘谦便严厉地说道, 行了, 别提那两人, 转眼, 刘谦又道, 姬师那里, 我已有主张, 姬师回到了自个儿庄园里, 他一进庄园, 便看到院落里出现了好些生面孔, 而姬师一出现, 秦萧草便红着脸, 扭扭捏捏地过来了, 见到秦萧草低着头羞答答的, 姬师忍着笑, 四下张望一会儿, 终于在他的期待中, 秦小木带着一个轻瘦的, 长相普通的年轻郎君过来了, 那个年轻郎君, 应该就是秦小木给秦小草相的对象, 两人双双上前, 向姬师见过礼后, 姬师看了一眼, 羞得脸红通通的秦小草, 转向那年轻人, 问了几句, 这一问, 他才发现, 这年轻人居然饱读诗书, 听说还是个才子呢, 当然了, 他家秦小草也是个饱读诗书的才女, 双方都有意愿, 这亲事也就简单了, 姬师给秦小草准备了一千斤的嫁妆, 定下了黄到吉日, 剩下的事便只等着成婚当日去吃喜酒了, 一家人因为秦小草的喜事, 热热闹闹的乐了一阵后, 突然外面一阵锣骨喧天, 姬师一争, 连忙派孙福出去打听, 不一会儿功夫, 孙福便高兴地跑了回来, 他一看到姬师便大声叫道, 小姑, 朝廷打了胜仗了, 刚才那些人说, 朝廷的人已经杀了反贼刘以康, 他的尸首已经运回贱康, 朝廷正让大伙前去观看呢。 姬师虽是妇忍了, 可他与谢郎并没有在贱康有过什么嫁娶, 所以孙福等人还是习惯性地叫他小姑。 什么? 姬师腾地站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姬师想起了仪式, 连忙问道, 那除了刘以康之外, 他那些妃子有没有移到起来? 孙福说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转眼, 孙福又高兴起来, 他亢奋地叫道, 小姑, 听说刘以康的尸体已经到码头了, 不如咱都去看看吧。 孙福声音一落, 陈瑜也在那里叫道, 就是就是, 刘以康那反贼, 还想挖咱姬师的祖坟呢, 这次现在死了, 那可是普天同庆的好事, 咱都去看个热闹。 恰好, 姬师这时也很想知道原贤有没有被抓, 当下便点头应好。 姬师主仆出来时, 街道上已是人山人海, 这些年里, 百姓们好不容易过上安顺日子, 那刘以康又跳出来造反。 对老百姓来说, 刘以康实事实恶不赦, 现在听说, 叛乱平了刘以康, 连尸手都被运回来了, 百姓们都是一阵欢腾。 姬师等人混在人山人海中, 道德后来旅车根本使不动, 只好汽车步行, 就这样走了一个时辰才挤到了离码头不远处的正街。 姬师等人赶到时, 抬送刘以康尸手的兵族刚刚抵达, 看着那驶在最前面的平板车上, 那用石灰包着的尸体, 以及兵族压着的浩浩荡荡的醉饭, 健康人沸腾了起来。 姬师夹在欢腾鼓舞的人群中, 一双眼顺也不顺地朝着那些犯人望去。 见到小姑不停地掌望, 秦小木凑进来, 低声问道, 小姑, 你是不是在寻那个原贤? 姬师点头, 秦小木低声说道, 我刚才看到了血管狼军, 就跑去问了一下。 血管狼军说了, 秦小木声音低沉下来, 小声说道, 血管狼军说, 那原贤是个实实物的, 早在数月前, 他就秘密向皇帝投了城, 便连刘易康之死也有原贤的功劳, 所以啊, 原贤不但不是罪犯, 还是功臣。 血管狼军还说, 也不知那原贤用了什么手段, 现在已经入了皇帝后宫, 想来过不了多久, 皇帝便会封他为妃了。 说真的, 这个消息真的很让人震惊。 秦四不敢置信地回过头去, 他呆呆地看了看秦小木, 才声音沙哑地说道, 这女人还真是个了不起的。 秦小木连连点头, 低声说道, 谢管狼军也说很是吃惊, 他说, 那原贤补真补结, 人人皆知, 可就他这样, 还能入皇帝后宫, 只怕那手段极是不凡。 谢管狼军说, 只怕以后, 小姑女和十八郎都要避他一避了。 三天后, 原贤成为后宫之妃, 这件事对众氏族来说, 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可如今, 反贼刘义康被杀, 皇帝携大胜之士, 众人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都是保持着沉默。 索性, 虽然人人知道, 原贤是陈俊原氏之女, 可皇帝风飞时, 还是照顾了众氏族的感觉。 圣旨上称其为谷妃, 却是与陈俊原氏撇开了关系, 可就在原贤成为皇帝的第二天, 一个流言传遍了建康城。 流言中说, 有鬼神莫测之才的准国师姬月, 实际上是姬氏女假扮的, 从来姬氏家族就只有姬氏一个独女, 根本不曾有什么兄妹两人。 至于正人, 除了姬氏的老家荆州京县里, 姬氏庄园里的那些壁谱外, 还有三皇子身边的母聊, 庄十三的母亲, 庄男士可以作证。 这个消息一出, 简直是石破天惊, 没人相信这个消息, 所有听到的人都把它当成笑话一样随便听听, 可是却抵不住那一波一波站出来的 像谷高手, 义荣高手, 以及姬氏旧仆。 这些人从各个方面举证, 言辞淡淡地证明着消息的真实性, 一时之间, 姬氏和姬月这两个名字, 成了健康人人谈论的重点, 姬氏便是足不出户, 也知道外面如何议论自己, 甚至连同谢郎院落里那些来来往往的婢仆, 看到他时也会多盯上几眼, 特别是那八个角色美婢, 他们虽然都已定下了亲事, 可这些人跟在谢郎身边多年, 要说对他没有想法, 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一直以来, 这些婢女对上姬氏时, 多多少少都有着几分不喜, 可此刻, 他们再看到姬氏时, 直觉得眼前这个似乎不怎么样的女子, 竟是变得神秘莫测起来, 倒是添了几分尊敬, 阴卓这场四处四虐的流言, 姬氏直觉得胸闷胸赌得更厉害了, 恰好看到谢广从外面走来, 他急急迎了上去, 看到他过来, 谢广紧走几步, 姬氏望向他, 外面现在怎么样了? 谢广皱紧了眉, 沉声, 闹着要见夫人的人不少, 这事是原贤闹出来的, 姬氏知道是原贤闹出来的, 只怕原贤在惊献时就已经瞒着刘义康掌握了这个消息, 想到原贤对自己的恨意, 姬氏促起了眉, 这时, 谢广苦笑道, 恰好这两天狼军外出了, 那原贤就闹出这样的事, 他还真是会把握时机, 这两天出入陈军谢氏的客人都有谭吉夫人, 一个个甚是好奇, 姬氏想到, 是啊, 原贤这一手最重要的是时机抓得好, 刚好谢郎前脚遇到急事, 要离开建康, 他后脚便散布了这个流言, 使得他现在连找个人商量都没地方, 因为姬月这个国师关系重大, 不说皇帝和众皇子一心想把他扣在手心, 便说他与北魏国师那一战成名名声四波, 以及许多道门中人严严以其为领袖, 越来越多的人叫嚣着, 要姬氏就此事向众人解释一番, 姬氏知道, 如陈军谢氏这样的门法, 最是不喜欢这种风波, 听了谢广的话后, 姬氏当即便准备离开陈军谢氏, 姬氏离开陈军谢氏时, 谢广等十几个谢氏部区执意跟随, 而他所坐的旅车虽是没有标记, 虽然他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谢郎早年治下的一处宅子里, 可不到傍晚时分, 谢广便来告诉他, 说是宅子外面出现了几拨探子, 傍晚时, 庄十三来了, 见到姬氏时, 庄十三显得十分憔悴, 他看了一眼姬氏便安静地坐在塔旁, 闷不吭声地饮着酒, 姬氏见他胡须拉杂, 眼窝下, 青黑一片, 脸色更是白得不成样子, 他在他对面坐下后, 有点不忍地低语道, 我没有怪你, 庄十三腾地抬起头来, 对上他的目光, 急似疲惫地笑了笑, 他哑声说道, 你那母亲是什么人, 我最是熟悉不过, 所以我知道, 此事与你无关, 听了他的话后, 庄十三一直没有说话, 他慢慢抿着酒, 一口一口连引了三钟后, 庄十三突然说道, 母亲那一天, 与你见过面后, 回去就病倒了, 他一直在胡言乱语, 抬头看着姬氏, 庄十三眼神十分复杂, 他哑声说道, 母亲一语时, 口口声声说我曾纳你为妾, 还说你一心想要独占我, 还说你不配生下我的子嗣, 所以, 他借口说你得了伤寒, 把当时怀了运的你, 活活烧死了, 过了好一会儿, 庄十三难难说道, 当时我听着听着, 竟有一种感觉, 仿佛母亲所言, 并不是假话, 见到姬氏一直没有说话, 庄十三低声又道, 记得那几年, 你一切都很正常, 对我也很仰慕己欢, 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 我凡是喜欢把他掌控在手心, 那一年, 我发现自己对你生了好感后, 曾经派人把你的家人, 以及你从小到大的事, 自自嘻嘻嘻调查了一番, 姬氏听到这里, 心头猛然一颤, 不过生怕自己露出异样, 便始终没有抬头, 庄十三嘀嘀地补了一句, 所以, 你有没有兄长,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过了一会儿, 庄十三又道, 一切的变化, 发生在你十四岁那年, 那次, 你去了一趟青山县后, 回来便全变了, 当时, 我还以为不过是人心一变, 可直到我发现, 你几乎是一夜之间, 不但变得博削多才, 还通情义嫡妓, 还对许多事的处理态度, 都显得很成熟, 我才渐渐感觉到了异样, 到了健康后, 你化身成了积月, 竟是拥有了预测之能, 那时候起, 我就隐隐感觉到, 你的身上, 一定曾经发生过什么大事, 庄十三说到这里, 便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他不说话, 鸡寺也不说话, 院落里却是安静一片, 过了一会儿, 庄十三滴滴说道, 当时在惊现时, 不管是我提到母亲也罢, 还是你看到我母亲, 都是眼神有益, 似是非常痛恨厌恶, 这一次, 你当着我的面打我母亲, 你那眼神我只看了一眼, 便一连几夜都不曾睡好, 慢慢地, 庄十三滴哑地问道, 所以阿四, 我母亲说的那些胡话, 并不是胡话对不对, 鸡寺的脸白得不成样, 许久许久后, 他声音嘶哑地说道, 我说了是, 你又能如何, 我便说不是, 你又会如何, 听了鸡寺的话, 庄十三整个人一瘫, 他慢慢软倒在榻上, 半赏直不起要来, 好一会儿, 他低声回道, 你说是, 我就会信你, 说到这里, 他双手捂着脸, 闷闷笑了起来, 只是这笑声, 真比哭声还要难听, 笑了一阵, 庄十三轻声说道, 阿四, 你相不相信, 从那一年, 看到你从柳树下, 向我走来后, 我便再也不曾忘记过你, 这么多年了,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角色, 我都不想进, 不想看, 我心心念念, 只想得到你, 他说着说着, 声音已经含了哽咽, 当时在惊险时, 我还想过, 要怎么才能让你对我回心转意, 可你走得太快, 变化太大, 我竟是追之不及, 特别是到了健康以后, 你竟与谢十八有了关系, 谢十八那样的人, 我便是奋斗一百辈子也比不上, 当时我便想着, 要是能忘记你就好了, 可我, 怎么就忘记不了呢, 他双手捂着脸, 泪水却顺着指缝流下, 不过是少年时的一见倾心, 却成了纵死不悟, 这些年里, 我没念到你, 竟又是欢喜, 又是绝望, 后来, 你化身积月, 天下人都说你有龙阳之号, 我本想借着这个理由重新追回你, 可有一次, 我从周遇几人的闲聊中猛然发现, 你半程积月, 本就犯了齐君之罪, 要是我那些仇人, 发现我在意你, 一定会对你百般窥测, 会时时刻刻关注你的行踪, 我那时, 怕连累你, 秘密外泄, 便强忍着煎熬, 不去靠近你, 说到这里, 庄十三自嘲地一笑, 他沉默了一会儿后, 轻轻诱导, 阿四, 当年, 你一席之间态度大变, 是不是我母亲梦到过的那些, 你也曾经梦到过, 鸡丝敏着唇, 过了许久, 他哑声说道, 是, 一个是字, 令得庄十三将注, 手颤抖得不成样子, 鸡丝喃喃说道, 西年, 庄子曾经说过, 他在梦中变成了蝴蝶, 醒来后, 便迷糊了, 弄不清, 他是在梦中变成了蝴蝶, 还是蝴蝶梦中变成了他庄周,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 那一年, 我曾经做过一梦, 梦里, 我与你整日地私混在一起, 渐渐地, 名声败坏, 那周玉兄弟来了惊献一趟, 听到我的名声后, 当时就离去了, 所以, 在那梦里, 并没有周玉发落你母亲的事出, 梦中, 梦中, 你一直想娶我, 可你母亲总也不允, 那时, 你已经把我掌控住了, 也就没有多做坚持, 便娶了妻, 然后, 强纳我为妾, 那时, 我因心中遇恨, 总是想要离你而去, 你曾几次把我绑住折磨, 后来, 就如你母亲梦到的那样, 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母亲不喜, 便趁你外出之时, 说我得了伤寒, 把我活活烧死了, 庄十三一直在宁神听着, 当他听到姬四说, 他没有多做坚持, 就另取了七世时, 他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而当姬四说到活活烧死, 几个字时, 他竟是额头上冷汗层层而下, 整个人似是后怕痛苦到了极点, 看到庄十三脸色发白, 浑身冷汗, 似是陷入了无法形容的绝望当中, 姬四慢慢闭上了嘴, 苏醒前世的记忆后, 他也曾想过, 也不知庄十三后来知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而且还是以那么惨烈的方式被他母亲害死, 如果当时他知道了, 他会如何呢? 只是那时候, 每一个念头浮现后, 姬四都会觉得没意思, 因为庄十三是那么孝顺, 他把他的母亲看得那么重, 便是心爱的女人被母亲杀了, 又能怎么样, 难道他还能报复回来不成? 直到这一刻, 他看到庄十三一脸灰败, 满眼伤痛, 妻子不由想到, 不管如何, 前一世的他, 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至少, 庄十三还是真心为他的死而伤痛的, 说实在的, 前世的记忆到了如今, 其实已经淡得差不多了, 姬四看到一脸痛苦的庄十三, 他自己反倒是云淡风轻的一笑, 在一侧低声安慰起来, 都是梦中的事, 没有必要去在意了, 庄十三的唇颤了好一会儿, 才声音嘶哑地说道, 不, 不是, 转眼, 他又说道, 也不知怎的, 此刻听了你这番话, 我这心, 脚痛得厉害, 姬四没有说话, 又过了一会儿, 庄十三慢慢站了起来, 他神态木然地看了姬四一会儿, 突然问道, 所以梦醒之后, 你就只想离我远远的, 永生永世, 都不再有交集才好, 说着, 他的声音干涩地发不出声音来, 姬四点头, 他轻声说道, 是啊, 做过那样的噩梦, 我怎么还敢把一生的幸福, 托付在你的身上, 转眼, 姬四又玩笑似的, 滴语道, 其实, 你母亲如此疼重你, 你便是要喜欢, 最好, 还是喜欢一个, 你母亲也能接受的女子吧, 庄十三的唇板, 紧紧抿成了一线, 过了一会儿, 他滴语道, 这次时候, 我会把他送回惊险, 见到姬四猛然抬头, 一脸诧异地看向自己, 那表情, 竟是完全不相信, 自己会有这样的决断似的, 庄十三惨然一笑, 楠楠说道, 我只是, 有些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这一次, 姬四依旧没有回话, 两人相对沉默了一会儿后, 抓十三突然转身离去, 他走得很慢, 脚步显得很沉重, 那向来笔直的身影, 也带上了几分钩楼, 镜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几岁似的, 一直目送着庄十三离去, 许久许久之后, 姬四才垂下谋来, 他刚刚转身, 一个限制补区来到他身后, 低声说道, 夫人, 应穿陈氏的陈四郎来了, 陈四郎, 这个郎君, 却是帮助过姬四两次的, 姬四对他颇为感激, 当下, 姬四轻声说道, 有请, 陈四郎来得很快, 作为一百氏族的后起俊艳之一, 陈四郎虽然长相才情, 不如张鹤之, 可他处世决断上表现出的睿智, 却完全超过了张鹤之, 王谢之外, 他也是深得年轻郎君们幸福的领袖之一, 陈四郎面目只是俊秀, 可他眼神盈润, 笑容可亲, 极是让人产生好感, 他大步走入花园中后, 一眼看到姬四, 陈四郎便停下脚步, 朝着姬四打量一会儿, 陈四郎才再次提步, 一直走到姬四面前, 陈四郎突然朝着姬四, 深深一拜, 姬四刚要还礼, 陈四郎已经轻声说道, 姬夫人, 对我们十三个家族的深恩, 我等一直铭记于心, 说完后, 他在姬四对面的踏上, 实实然坐好, 见到这人盯着自己的眼神, 颇为深邃, 姬四抿了一口茶, 轻声说道, 不知四郎前来, 可有刺脚, 陈四郎也慢慢喝了一会儿茶, 才斟酌自聚地说道, 直到十八郎不再健康后, 在下, 担心夫人, 一时进退失措, 便冒昧前来, 他连忙站起, 朝着陈四郎扶了扶, 感激地说道, 多谢, 陈四郎还他一礼, 继续说道, 那袁氏此次针对夫人, 是做了十全准备的, 不但你经线旧仆, 全被他扣在手中, 便是那些年, 与夫人有过交际的经线故人, 此刻, 也在袁氏掌控当中, 听说, 夫人以前有个奶母, 现在, 那母女俩, 亦在袁氏手中, 听到郑氏和郑蜜也在袁氏手中, 妻子的脸色终于变了, 陈四郎凝视着他, 见状又道, 不但把夫人奶大的奶母, 亦被袁氏控制, 听说, 夫人的父亲, 曾经有过几房妾室, 现在那些妾室, 和一些被夫人当年放走的老仆, 也都被袁氏找回来了, 在姬氏唇半骤然鸣锦中, 陈四郎轻轻说道, 所以, 袁氏现在有十足的人证物证, 证明姬氏从来只有你姬氏一个女儿, 说出这句让姬氏慌乱的话后, 陈四郎那一双眼, 却在定定地打量着姬氏, 此刻, 她的眼神颇为奇怪, 似是赞叹, 似是不敢置信, 似是惊艳, 也似是感慨, 可不管是哪一种, 陈四郎的态度, 都是充满仰慕的, 在姬氏的唇瓣微颤中, 陈四郎徐徐又道, 而且, 陛下已经被她说服了, 这话一出, 终于, 姬氏脸白如雪, 陈四郎却是突然沉默了, 见他只是盯着自己, 却不说话, 姬氏好一会儿才抬头看他, 低声问道, 还有吗? 陈四郎没有回答他的话, 反而男人好奇地说道, 看夫人的脸色, 那流言说的, 确实实实了, 虽是询问, 语气中却全是肯定, 只是这事儿, 对陈四郎来说, 实在太匪夷所思, 所以他还是询问了一句, 姬氏回头看到了谢广等人一眼, 见到谢广微微汗手, 姬氏看向陈四郎轻声地回道, 是是是, 几乎是姬氏这三个字一出, 陈四郎的双眼一亮, 甚至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明亮的笑容, 再次站起, 陈四郎又朝着姬氏, 深深一礼, 这一次他长衣不起, 直过了一会儿, 陈四郎才直起身来, 对上后面谢广等人不善的眼神, 陈四郎似笑非笑地弯了弯唇脚, 当他转向姬氏时, 那笑容立刻变得惩治而灿烂了, 陈四郎对着不解的姬氏, 露出了一个八颗牙齿的灿烂笑容后, 沈道, 夫人羞拐, 时事在下这一生, 从来不知女子, 也能如此精彩绝艳, 一时心中震惊而失了分寸, 转眼他又嘀咕起来, 怪不得谢十八纳斯谁都不要, 偏偏相中了夫人,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夫人的真面目, 见他还要向姬氏献殷勤, 后面谢广倾咳了几声, 终于, 陈四郎从兴奋中回过神来, 他重新做好后, 对着姬氏说道, 夫人现在身处困境, 以在下之见, 目前最好的应对方式, 便是两个字, 隐藏, 说到这里, 陈四郎严肃起来, 那原氏本是顶尖始族之女, 他先是能从临江王那狼窝中成功脱身, 还能攀上刘义康那条毒蛇, 后又可以把刘义康弄死, 成功进入金上的后宫, 这女人的本事非常大, 现在他一心想要对付夫人, 那就不得不让人警惕, 听到这里, 姬氏猛点头, 见他赞同, 陈四郎那深邃的目光中, 光芒更亮了, 转眼, 他又严肃着继续说道, 如这种心机深沉, 手段毒辣的女人, 不出手则已, 一旦出手, 那必是雷霆一击, 所以现在, 夫人万万不能与她正面对决, 只要找不到夫人, 那原氏便是有千般本事, 也只能屠乎奈何呀, 姬氏咬了咬唇, 轻声问道, 不知外面丁烧的人中, 可有原氏的人在, 哟, 陈四郎断然回道, 听了陈四郎这话, 姬氏僵住了, 陈四郎看着明显变得紧张的姬氏, 声音不知不觉中, 变得温柔起来, 他轻声说道, 不过, 夫人不用担心, 那些人虽是原氏派来的, 可原氏才来健康几日, 那些人可不是他的信夫, 没有想到事情还能封回路转, 姬氏双眼一亮, 这时陈四郎说道, 不过, 时间也不多了, 夫人得速速离开此处才是, 因谢广等人都太过显慕, 这一次, 姬氏离开时, 听从了陈四郎的建议, 除了十几个平素不怎么被健康人所知的谢氏不屈, 跟他离去外, 还另外带了二十个陈四郎的人, 姬氏一离开那宅院, 才从众人口中得知, 外面的人早就料到他会想要离开建康, 所以此时此刻, 凡是码头和城门处都有各路盯梢的人在, 没有听错, 是各路盯梢的人, 毕竟姬月一介准国师, 居然是女子生的事太过奇异, 这时的建康城里,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见他一面, 所以来往于各大城门和码头处的, 除了原贤和皇帝派去的人外, 还有一些三教九流和各大世家的人, 姬氏发现自己无法离开建康后, 便按照陈四郎所交代的那样, 以他精湛的易容化妆之术, 变成了陈四郎家的一个远房表妹, 再然后他带着谢氏的十几个布区和陈四郎给他的十几个布区, 住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宅院, 接下来他为了不让人起疑, 不但要彻彻底底, 从语言到行动都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而且每逢听到姬氏有什么新消息时, 他还得和别的小姑一样欢心鼓舞地跑到街道上, 与众人一道倾听, 围观坐等姬氏出现, 可饶氏这样, 姬氏也是紧张的, 因为姬月的事牵动太大, 现在的建康城里几乎到处都是道门高手, 随便一个角落都有可能站着一个象谷高人, 或者出现一个易容方面的宗师, 再加上陈四郎虽然护着他, 可想要找出他的士族却是更多, 再加上连他身后的那些布区都有可能是破绽之一, 所以现在的姬氏一点都不敢放松。 转眼, 姬氏已经在陈四郎的院子里待了四天了, 仅仅只是四天时间, 健康床里那些寻找姬氏的人已经到了一个高峰, 现在姬氏不管走到哪里, 几乎是无人不在谈论姬氏, 便是一个童子一个婢女, 也是双眼放光等着姬氏现身。 同时, 从布区们探来的消息得知, 现在连陈郡县市外面也有人日夜不停地盯梢, 至于他姬氏的几处府地, 那更是窥探的人成堆。 第四天里, 原先每天放出一个流言来, 那些流言简直把姬氏说得无所不能, 仿佛比那北朝的国师还要神通广大。 第五天, 更有一则消息传来, 说是北魏皇帝送来国书, 说姬氏乃是他的祖姐, 他愿以长公主之位迎接姬氏回北魏, 而随着这个消息传出宫中, 建康城里的人更是沸腾起来。 到了现在, 几乎是半个建康城的人都在帮忙寻找姬氏, 所以姬氏便是义了容,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也是战战兢兢, 唯恐露出一点破绽, 让人盯上, 给拿到宫中查明真身, 便是那些身份也是氏族小姑的, 也没有放过。 这一天, 姬氏坐在一处阁楼上, 他的身后站着几个陈四郎派来的步驱, 而不远处, 则另有五六个与颖川陈氏交好的氏族小姑。 回头朝着陈氏望了一眼, 陈四郎的堂妹, 那个已经嫁为人妇的, 曾经被姬氏教训过的陈氏三姑陈芝, 露出了一抹不屑的表情。 不过转眼, 陈芝乒乒乒乒过来了, 他一来到姬氏身边便温生患道, 范妹妹。 姬氏回头, 他连忙朝着陈氏行了一里, 胆怯地低下头去, 对上他这副畏缩的样子, 陈氏更是不屑了。 他走上两步, 掀开帘子, 朝着下面的街道望了一眼, 突然轻笑道。 范妹妹, 你在南阳时, 见过这种热闹吗? 姬氏摇头, 小声说道。 没。 陈芝喝得一笑, 转眼, 他细声细气地说。 真说起来, 我也很讨厌姬氏呢。 回头见到姬氏, 果然在好奇地听着, 陈芝慢慢又道, 不过那都是旧事了, 我现在却是羡慕他了。 姬氏听到这里, 不由其道。 十三表姐羡慕姬氏, 陈芝给了他一个白眼, 漫不经心地说。 你不懂, 是不是啊? 他朝着街道上的行身一指, 娇慢地说道。 看着那些人, 还有那些人, 这些啊, 可都是咱健康城里的风流郎君。 想这些郎君这么多年里, 什么样的景色没见过? 什么样的女子, 不是随手就能携取了? 也就只有那姬氏女, 以一介女流之声, 竟然与重男子一般混到了朝廷里。 不但成了朝廷里有名有姓的高官, 还名震江南江北, 引得无数掩饰高人折腰。 再加上, 那姬氏自身又是个角色。 你说, 这样的美人出现了, 那些郎君怎么不心动, 怎么不想见一见? 转眼, 陈芝又道。 当然了, 这自然不是我羡慕她的理由。 我之所以羡慕姬氏, 却是因为, 她这么来了一下, 想来天下间再也无人说, 她配不上谢十八郎了。 转眼, 陈芝似有点怅然地说道。 只怕, 萧行郎君也越发忘不了她了。 听到陈芝这句话, 姬氏马上想到, 当年她与陈芝结怨还是因为萧行而起。 现在看来, 萧行却曾经是陈芝的心上人了。 这一遍, 陈芝说到姬氏时是无比羡慕, 便是不远处的几个小姑, 谈到姬氏的事实也是一样的口吻。 在这个贵族把该玩的游戏都玩尽了的花样时代, 姬氏这种人的横空出世, 确实是能引起那些贵族新的狩猎兴趣。 可是, 姬氏却不认为这是值得羡慕的事。 陈芝又说了几句, 转头看到姬氏低着头, 一副老实胆怯的模样, 不由得有点扫兴。 陈芝刚刚转身离去, 一个不驱来到姬氏身后, 她用极低极低的声音说道, 妇人, 有件事得让你知道。 姬氏听到她语气严肃, 不由一领, 连忙小声说, 什么事? 那不驱低声说道, 十八郎的船只出事了。 几乎是那不驱的声音一落, 姬氏便猛然一晃, 而她的异常表现, 嗖嗖嗖地引来好几双目光, 姬氏连忙稳住心神, 吹下眸, 轻轻问道, 什么时候出的事? 怎么出的事? 那不驱笑声说道, 具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夫人是知道的, 谢十八郎在离开建康前, 给撤去了陈军谢氏的继承人之位, 这位置一下, 放在十八郎身边的暗位, 便少了五分之四, 而且, 他清醒的地方, 也再也不会有明哨暗哨轻路开道, 所以, 我们只知道, 十八郎离开两天后, 便有人在江上, 发现了他的船, 那船已经翻了, 旁边还有好些腐蚀, 一句话, 说得姬氏脸白得不成样子, 那不驱又用极小极小的声音说道, 本来这事, 早就传到建康了, 可我家郎君觉得, 事情没有定论, 还是不要让夫人担忧得好, 可此刻, 外面都在谈论此事, 有些小姑更是哭得厉害, 郎君担心夫人当中失态, 便让在下把此事告知夫人, 好让夫人有个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这样的事情, 姬氏永远也没有办法有心理准备, 几乎是这人话一落, 他的眼前便是一阵发黑, 于天崩地裂的慌乱中, 姬氏只有一个想法, 他要见谢光, 或者随便见哪一个谢氏不屈, 他不相信这事是真的, 他要听他们怎么说来, 在一阵摇摇晃晃中, 姬氏眼前昏花得厉害, 心口也脚闷得厉害, 在勉强走出一步后, 姬氏再也忍不住, 手一松, 弯起腰挖挖地空偶起来, 姬氏这么一失态, 顿时楼阁上的众人都转头向他看来, 突然,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朝着祭祀一指, 脆脆地叫道, 这位范姐姐, 莫不是怀孕了吧? 怀孕? 怀孕? 几乎是那小姑声音一落, 四下沸腾起来, 与此起彼伏的喧嚣声中, 一阵脚步声传来, 随着那脚步声一出现, 沉枝尖利的声音传了来, 四兄, 范家表妹吐得厉害呢, 莫不是怀孕了吧? 转眼, 又有一个声音叫道, 快让开快让开, 我把大夫请来了, 就在陈四郎走到姬四身边, 轻轻扶住站立不稳的他时, 一侧有人直起他的手腕在枕脉, 再然后, 姬四听到那大夫说道, 恭喜郎君, 这位夫人有喜了, 有喜两次一出, 又是一阵尖叫, 于嘈杂中, 有人在尖叫, 他还没嫁人呢, 呦, 居然没嫁人就怀了孩子, 这事太失体统了, 不行, 得马上联系南洋范士, 大家万不可把此事泄露出去, 不然的话, 连带我们尹川陈氏, 也会没脸的, 吵闹声中, 姬四听到陈芝在那里叫道, 要是南洋范士知道了, 那可会不得了的, 天下谁不知道, 南洋范士古板中名叫啊, 他们的小姑中, 出了一个未婚先孕的, 那家族是绝对不会忍的, 他们一定会处死范家表妹的, 这时又有人叫道, 范家妹妹, 你那男人是谁啊, 快点把他说出来, 要是他愿意娶你, 你就还有一条活路, 这些声音太多太杂, 又太吵闹, 实在让姬四头痛得厉害, 他慢慢抬起头, 对上一众或讽刺或同情的目光, 哑声说道, 我, 姬四刚说了一个字, 突然的, 陈四郎那低沉有力的声音在一侧响起, 表妹怀的, 是我的孩子, 陈四郎威望极高, 此刻随着他的话一出, 四周的嘈杂像是被僵住了一下, 突然止了声, 于一阵诡异的安静中, 陈四郎有点复杂, 也有点低雅的声音传来, 今日之事, 还请诸位妹妹不要外泄, 得了他这话, 四下陆陆续续传来众女的声音, 是, 四兄放心, 定当保密此事, 陈四郎既然说了这样的话, 他对上姬四时, 便不能像刚才那样保持距离了, 于是, 他回过头来, 看了姬四一眼, 竟是伸手一抱, 便把他横抱而起, 再然后, 陈四郎拿过披风, 遮住姬四的脸, 大步出了阁楼, 一直到陈四郎走得远了, 众小姑才嗖嗖地看向了陈芝, 陈芝也在目瞪口呆, 好一会儿, 他才向众人喃喃说道, 我, 我也不知道的, 转眼, 陈芝呆呆又道, 我四兄从懂事起, 便不惜女色, 我还以为他喜欢的是男子呢, 众女压低了声音, 议论了一会儿, 一个小姑说道, 哎, 好歹也是南洋饭室的女儿, 虽说配你四兄, 还是差了点, 又有未婚先孕, 名声不好听, 可做个妾室还是可以的, 说不定, 今天晚上, 就会一顶小轿, 抬入你四兄的府地, 那只, 那小姑的话说完后, 另一个小姑, 却摇起了头, 那小姑温婉地说道, 啊, 如果只是纳妾, 陈家四兄, 不会要求我们保守秘密, 依我看呐, 陈家四兄, 只怕是想娶她为妻了, 说到这里, 那小姑转向陈芝, 说道, 阿芝啊, 我看你这两天哪, 也别回娘家了, 免得你家人追问此事, 要知道, 你如果逼不过说了实话, 说不定啊, 就会得罪你四兄呢, 陈芝本是个没主见的, 文言连忙摇头, 应道, 我不回去, 我这阵子都不回去, 积司哪里知道, 陈四郎轻描淡写一句话, 却又添了这么些波澜, 他几乎是陈四郎抱起的同时, 便昏厥了过去, 当积司再次醒来时, 他已身处在那个住了几天的小宅子里, 积司刚刚挣扎着坐起, 陈四郎已端着一碗参汤, 走了进来, 积司一眼看到他, 便连忙掀起他的衣袖, 甘雅地说道, 我要见谢氏不缺, 陈四郎转过身, 把参汤放在一侧机上, 他轻声说道, 谢广他们都去追查此事了, 除了他们之外的不去, 都不会知道真正的情况, 听到这话, 积司的脸一白, 他闭上双眼, 哑声说道, 那谢氏九郎呢? 谢氏九郎于半年前去了武昌, 还没回来, 积司哽咽道, 那谢三郎呢? 我要见谢三郎? 臣子依然摇头, 他温柔地说道, 哼, 他们那一房出了这么大的事, 谢三郎是唯一的主事, 昨天我询问时, 听说谢三郎已经带着布区, 沿着长江, 亲自搜寻去了, 见姬四伏在榻上大口大口的干呕, 那时不时的哽咽声, 绝望地让人心惊, 陈四郎不由地俯上了他的背, 低声说道, 其实, 你别忘了, 你还怀了你和谢十八的孩子, 你现在这样, 就不怕谢十八回来后, 怪你坏了他的子嗣吗? 一句话, 说得姬四伏在榻上一动不动, 陈四郎把参汤递到他手中, 又温声说道, 喝了他, 片刻后, 姬四冰凉的手从陈四郎手中接过了参汤, 大口大口地吞下, 直到一碗参汤入肚, 姬四才滴滴说道, 我想去寻他, 姬四紧紧揪着陈四郎的衣袖, 哽咽道, 求求你, 帮我想个办法, 我要去寻他, 陈四郎盯了他一会儿, 他温柔地低语道, 好, 这几日, 姬四在外面游荡, 自是知道此时的健康码头盯得多么掩饰, 因此, 他万万没有想到, 陈四郎居然会同意, 一时之间, 无以言喻地感动涌出他的心头, 就在这时, 陈四郎低声又道, 只是, 你身怀有孕的事, 已被我家人发现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怎么应付他们, 然后才能谈及其他, 姬四垂眸, 扮上后, 他哑声说道, 你有什么看法, 陈四郎直视沉默了一会儿, 才低声说道, 我会对我家人说, 你我早就两情相悦, 让他们允许你我定下婚约, 再然后, 我会说, 我带你到外地生孩儿, 等孩儿生下后, 我们再正式结为夫妇, 说到这里, 陈四郎解释道, 其实, 这些都是幌子, 等你寻到了十八兄, 你我定下婚约一事, 随便解释几句, 也就行了, 毕竟, 与我定有婚约的, 是范家表妹, 不是吗? 姬四听到这里, 随口问道, 你给我安排的这个身份, 是真有其人吗? 陈四郎在心里想道, 我姓范的表妹多的是, 不过, 你所办的这个表妹, 却是我编造出来的。 在编造这个人时, 陈四郎便与南洋范市某一房通过消息, 你随时随地可以把她变成真正南洋范市的女儿。 姬四整个人昏昏沉沉, 也只是随口问一句, 根本没有在意陈四郎说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 她低声说道, 我想见谢郎母亲一面, 可以吗? 陈四郎温柔地看着她, 轻声回道, 我马上让人去问一问, 说到这里, 她又安抚了姬四几句, 便漫步关上房门, 夺了出来, 看到她出现, 散在院落里的几个步驱走了过来, 一步驱低声说道, 四郎, 家族派人来了, 他们要你带着范家小姑去一趟, 陈四郎却是负着手, 他摁了一声后, 微笑地望着远方寻思起来, 过了一会儿, 陈四郎说道, 这里有些事, 要你们去做, 等几个步驱散去后, 一个管事来到陈四郎身后, 他朝陈四郎看了一眼, 低头说, 郎君, 这是真想娶姬氏了, 便是姬氏有了谢郎的孩子, 郎君也, 不等他说完, 负着手的陈四郎, 悠悠然地说道, 老吴你知道吗, 那一年, 姬月刚显示神通不久, 我曾经与她遇上过, 她望着远方, 以一种感慨的口气, 轻声说道, 那时的姬氏, 冷漠而俱傲, 偏那眼神像钩子一般, 让人见了总有一种风流的感觉, 当时我就想啊, 这是一个可以与我们比肩的强大美貌郎君, 说到这里, 陈四郎嘀嘀地笑了起来, 他温柔又道, 可是你瞧啊, 那么一个强大巨傲又神秘的男人, 居然有了致命的弱点, 他成了女人了, 你想想, 这一生, 要是能把姬月那么强大的人压在身下, 让他为你生儿育女, 那种滋味, 岂不难言难话, 你去看外面那些四处赌人的郎君, 他们一个个呀, 都是与我一样的想法, 转眼, 他又说道, 我这一生遇到这么一个人, 又有机会去为己有, 要是随便撒了手, 岂不是, 抱天天物了? 当天下午, 姬四便听到陈四郎回报, 说是谢郎的母亲不愿意见他, 无奈之下, 姬四又想见到谢王氏, 可得到的消息依然是拒绝, 见不到谢氏的人, 姬四便想见孙福等人, 可陈四郎带他在外面转了一圈, 还没靠近那宅子, 他便瞅到外面那些人山人海的听烧者, 他远远看到秦小牧, 还没开口叫唤, 便又看到了跟在秦小牧后面的那一大船跟烧者, 这下姬四彻底打消主意了, 折腾了一天, 回到宅院时, 姬四先是吐了个天翻地覆, 好不容易打起精神来, 他昏昏沉沉的大脑, 已根本想不出法子来了, 幸好, 也不知道陈四郎用了什么法子, 竟是缓了他这个范家表妹回颖川陈氏审问一事, 说是过个三天再去, 当然了, 这事对于姬四来说, 根本就没有必要在意, 转眼, 第二天到了, 陈四郎很早就过来了, 一踏入院落, 她便温声问道, 范妹妹可又醒来, 一婢女马上回道, 飙小姑早就醒了, 她正在书房里看书呢, 姬是在书房里看书, 陈四郎有点不敢相信, 她居然有这个心情, 脚步一提便朝书房走去, 她刚推开书房的门, 便看到胡庄俊美的姬月, 正苍白着一张脸, 身子挺得笔直的, 像猪白杨树一样, 握着一卷书简再翻看, 这是陈四郎第一次, 清楚地看到姬四变成了姬月, 她先是一睁, 转眼, 双眼中闪过一抹惊喜, 再然后她顺也不顺地 打量着前面长身玉丽的美貌郎君, 心下真是好生满意, 就在这时, 姬四叶看到陈四郎了, 他慢慢放下书卷, 说道, 四郎来了, 怎么不进来, 陈四郎清醒过来, 他唇角挂起一抹温和的笑, 大步走了进去, 来到姬四身侧, 他担忧地看了一眼他的脸色, 陈四郎说道, 身子可搭好了, 姬四摇头低声说道, 一时好不了了, 说到这里, 他慢慢坐回榻上, 以一种端正的, 雍容的姿势做好后, 姬四对着对面傻站的陈四郎说道, 四郎请坐, 等陈四郎坐下后, 他提起一侧的茶壶, 给自己和他都倒了一盅茶, 姬四拿出手帕, 捂了捂嘴, 吹眸说道, 我想了一晚, 有些主张, 想与四郎商量一下, 陈四郎真感觉到自己见到了姬月, 他眼去唇角的笑容, 轻声说道, 请说, 姬四说, 第一件, 我想知道十八郎沉船之事, 最可能与何人相关, 说到这里, 他便对上陈四郎望来的眼神, 当下他哑声说道, 与皇帝和原贤有关, 是, 和对付你一样, 都是原始想的计策, 皇帝在后面撑腰, 姬四继续问, 他是同时对付我与十八郎的, 从目前调查到的, 是这样, 姬四脸色越发清白了, 他唇角扯了扯, 低声说道, 原来都是我招的灾祸, 怪不得陈军谢氏的人, 不愿意见我了, 原贤那人, 对谢郎一直是爱慕的, 后面之所以由爱转恨, 必是由他姬四的缘故, 姬四低头沉思一会儿, 又到, 谢十八郎当时带去的人中, 可有生还者, 陈四郎摇头说道, 目前还没有见到, 姬四轻轻点头,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谢郎的母亲和三嫂, 拒绝与我相见时, 可有说些什么, 陈四郎突然有点头痛了, 转眼他便微笑着回道, 他们只是拒绝, 姬四点头他又问, 那十八郎留在我身边那些不屈呢, 这两天我似乎没有看到他们, 陈四郎咳嗽一声, 徐徐说道, 十八郎出事的消息传来后, 这些人在不久后就离开了, 他们走时说人手知紧, 要去帮忙的话, 这话合情合理, 姬四再次点头, 这时他显得有点疲惫, 闭着双眼休息一会儿后, 姬四刚要开口, 一双手帕已经递到了他面前, 陈四郎在那里关切地说道, 你额头上都是冷汗, 试试吧, 说吧, 他又倒了一点热水给他, 再喝点热水, 姬四接受了他的好意, 他失去汗水, 喝了热水后, 轻声说道, 皇帝在知道我的事后, 可有震怒, 姿势非常震怒, 唉, 毕竟有失国体, 姬四点头, 他徐徐说道, 如果我现在要离开健康, 郎君真有法子, 这一次, 陈四郎沉默得有点久, 好一会儿后他才说道, 法子只有一个, 就是, 我昨日所说, 你我定下婚约后, 我要再带你前往南洋, 世家之间消息很灵通, 虽然我昨日说了, 让那些人不要随意外泄, 可这事, 必是封不住的, 幸运的是, 现在码头处, 虽被众人死死叮嘱, 谢十八传之沉默的消息传到健康后, 码头处更是里三层外三层, 都是等着你姬氏出现的人, 若是别的身份, 肯定走不了, 可范家表妹要离开健康, 却还是可以的, 姬氏明白她的意思, 范家表妹被陈四弄大了肚子的事,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两人要离开健康必必愁, 那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一次, 姬氏沉默的有点久, 过了一会儿, 她低声说道, 其实我知道, 如今我最好的选择, 是暗兵不动, 毕竟, 长江两岸那么多地方, 我一人之力, 又能找多远, 还不如待在健康, 静待成俊谢氏的消息, 说到这里, 姬氏的脸色白得不像样了, 她徐徐说道, 只是, 我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 只怕熬不下去了, 陈四郎突然沉默起来, 姬氏没有察觉到她的沉默, 过了一会儿, 她又说, 原是如此害我夫妇, 我绝不能让她逍遥下去, 下面, 却还有些安排, 还得拜托四郎, 一谈到报复, 姬氏本来苍白如雪的脸上, 倒是有了几分血色, 看她神光溢溢的双眸, 陈四郎迅速回到, 夫人请说, 姬氏垂下谋来, 徐徐说道, 第一, 请四郎把谢十八郎传之出事一事, 是原事所为, 泄露出去, 最好令得人尽皆知, 对了, 顺便说一下, 原贤以前对谢十八郎的轻木吃手, 那原贤对深爱过的男人, 也毫不犹豫地出手, 这消息一传出, 必是人人都知道她的狠辣可怕, 虽然许多士族早就知道原贤的本性, 可这样传的人尽皆知, 也能让原贤举一步为奸, 同时原贤本是士族出身, 出身士族的人借用皇家势力对付别的士族, 这是犯了士族大忌, 已经捅破, 士族对原贤的容忍度必然降到最低, 陈四郎听到这里, 点头道, 好, 我马上去安排, 这时姬四轻声又道, 原是当年处处跟了临江王时, 曾被临江王赏赐给几个臣下玩弄过, 还因此损了身子, 不知四郎有没有办法, 让这个消息从临江王府传出, 并迅速传遍建康城, 这一招却颇是阴狠, 一旦成功, 那原贤在皇宫里就待不下去了, 皇帝再不舍得, 也得把他由明转岸, 不让他出现在众人面前了, 同时, 那些跟随他的人, 必然会对他生出不懈轻视之心, 朝着姬四看了一会儿后, 陈四郎低声道, 嗯, 我去安排, 他并没有说这事能不能办成, 不过便是对于这个回答, 于姬四来说, 也是成了大情了, 当下, 姬四站起来谢过, 他重新坐下, 又道, 另外, 还请四郎帮我放出风声, 便说, 真的姬月已经从北魏回来, 出现在长江流域, 不久后便会回到建康, 最好要让许多人亲眼看到那个姬月, 不知四郎有没有办法, 姬四这话一出, 陈四郎争住了, 他看向姬四, 寻思再三后说道, 夫人这一策, 只怕没什么用, 那元氏既然对夫人如此熟人, 必不会被轻易骗了去, 听到他这话, 姬四一笑, 他轻声说道, 这一策不是用来骗元氏, 而是用来骗过皇帝和众人, 陈四郎马上反应过来, 不错, 对元氏的心机皇帝必是在意的, 不过, 介于元氏还有用, 他也就先利用着, 可若是姬月出现的消息传来, 元氏就算说那是假的, 可知道元氏本性虚伪手段颇多, 对他的话并不那么相信的皇帝, 却会犹豫怀疑, 而皇帝一起, 元氏办起事来, 便会捉襟见肘, 同时, 众人一旦起, 祭祀这边的压力, 便会大减, 再说了, 就算这一策起不了什么作用, 可到底是给姬月留了一条退路, 当下, 陈四郎说道, 夫人风姿着意, 世间含有匹敌者, 要找个能扮演夫人的人, 着实不已, 不过, 我会尽力为之, 见到陈四郎这般尽心尽力地帮自己, 姬祀感激地朝他右行一礼, 这时, 姬祀继续说道, 让那姬月告诉世人, 便说, 下月中旬, 长江暴雨成灾, 导致赤壁河段决堤, 附近三万亩粮田被淹, 下下个月, 属地边界, 地龙翻身, 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后十天, 许州山头大火, 伤及树县百姓, 几乎是姬祭祭这话一出, 陈四郎猛然转头看来,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突然记起, 眼前这个看起来柔弱可期的女子, 却是身负莫测神通的准国师。 见他不说话了, 姬祭祭祷, 怎么了? 陈四郎连忙摇头说, 没, 没什么。 好, 我会安排下去。 本来姬祭祭找人冒充姬月, 那人便是长得最像, 也只有三成的把握让人相信, 可这三则预测一出, 如果准了的话, 那可就是十成的把握了, 道德纳石, 现在对姬祭种种不利的局面, 会不攻自破。 想到这里, 本来信心满满的陈四郎, 突然自信不起来了, 摆脱了困境的姬祀, 又怎么可能甘愿地被他算计, 冒他人姓氏, 嫁他为父呢? 就在这时, 姬祀低弱的声音传来, 只是这样, 还不能环抱元氏的大恩。 说到这里, 姬祀慢慢站了起来, 他扶着墙, 小心走了几步, 一直来到窗边, 靠着窗, 闭了魂眼, 他又恢复了一点精神, 朝着外面望了好一会儿, 姬祀哑声说道, 他令得我举步为奸, 令得十八郎生不如死, 我怎么也要马上环抱回去才解恨。 可问题是派刺客把对方身处皇宫, 身边敬畏无数, 坏他名声, 他的名声本已经坏得无可再坏了, 借刀杀人吗? 他本身就是一把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去的刀。 他坐下的这些安排, 除了能让原氏无脸见人死期加快一点, 却是没有办法让他马上遭到报应。 这般孤觉冷厉地站在那里的姬月模样, 又让陈四郎好生喜欢, 他一双眼明亮地看着他。 就在这时, 姬祀低声说道, 暂时就这些了, 等我想到永永的法子, 还请四郎援手才是。 陈四郎笑道, 哈哈, 这是我的荣幸。 说吧, 他深深地凝湿了一眼脸色虚白的姬祀, 大步走了出去。 直到陈四郎的脚步去得远了, 姬祀才缓缓转头。 他在看着陈四郎的背影。 昨天, 抖纹噩耗, 又发现有运势, 他是心力交瘁。 今天养回了一点精神, 头脑清醒后, 姬祀却是觉得不对了。 他想, 以献狼对自己的安排之周密,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绝境, 他的那些不屈, 不可能全部舍开自己离去。 现在, 他们一个都不在他身边, 这其中, 陈四郎有没有动手脚? 还有啊, 如果是他动的手脚的话, 他把他困在身边, 到底是想做什么呢? 这时的姬祀, 脑子还在政治阴谋上。 一点都没想到, 却是他自己的美貌招了人。 让姬祀无力的是, 明知道这陈四郎不可全信, 他却不能不信, 不能不依靠他。 只是这么一会儿功夫, 姬祀又是一阵翻肠倒位的干欧, 好不容易住了声, 他连忙手软脚软地爬到踏上躺好。 转眼又是一天过去了, 也许是对陈四郎的警惕激发了姬祀的潜能, 这一天他明显有好转。 在陈四郎再次前来时, 姬祀对着他温声说道, 四郎, 让我去见你母亲吧。 见到他居然主动要见自己父母, 陈四郎一喜, 他抬头看向他, 嘴角勤笑地说道, 好。 转眼, 他又说道, 待会儿他们说什么, 你都不要放在心上, 要知道, 我必定会护着你的。 接下来, 七四便化起妆来, 把自己打扮得妥妥贴贴, 任哪一个角度看来都是范家表妹后。 七四和陈四郎坐着旅车出了宅子, 街道上, 到处还是议论姬月寻找姬氏的人, 望着这些人, 姬祀暗暗愁道, 这些人不散, 我终是什么都做不了。 不一会儿功夫, 陈四郎便带着姬祀来到了影川尘室。 影川尘室非常的热闹, 驢车刚刚靠近, 姬祀便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女子的笑道声。 见姬祀看向自己, 陈四郎笑道, 啊, 家里来了些亲戚, 阴卓元氏访出的那些流言, 这些小姑像是过正诞一样, 每天热闹得紧, 却原来因为她的事, 弄得这些小姑们如此热闹兴奋。 姬祀笑了笑, 他正带说话, 眼角一转,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见到姬祀蹚地做了个笔直, 陈四郎连忙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然后陈四郎看到了正从不远处经过的陈泰冲。 一见到陈泰冲, 陈四郎的脸色便是一沉, 他还来不及开口, 姬祀已经扶着车员下了旅车, 见到姬祀, 鸟鸟停停朝着陈泰冲走去, 陈四郎急忙走下旅车跟上, 陈泰冲正与几个忠言如生一道走来, 这一迎面对上一个面目陌生的美貌女子, 陈泰冲一争。 就在这时, 陈四郎一个剑步来到姬祀身侧, 扶着他的腰朝着陈泰冲说道, 原来是武叔啊, 武叔,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范家表妹。 这两天, 范家表妹怀了陈四郎孩子一事, 在影川陈氏影响甚大。 陈泰冲微微汗手, 在看姬祀时, 那眼神就疏离而不喜了。 姬祀却是想到, 比起陈四郎, 身为明氏和谢郎好友的陈泰冲, 明显可信得多。 所以, 他不管陈四郎扶着自己想要离开的动作, 镜子朝着陈泰冲扶了扶后, 轻声说道, 我有一些话, 想问过武叔, 不知武叔可否行个方便。 陈泰冲皱起了眉, 他不耐烦地说道, 四郎颇有能为, 你若有事, 大可叫他, 说吧, 他和那些人提步就走。 看到陈泰冲转眼就要离开, 姬祀也顾不得陈四郎伸来的手, 提高声音, 徐徐说道, 只是几句话的事, 还请武叔行个方便。 姬祀语气里, 虽没有露出什么, 可他的神态局之间, 有着异常的雍容和坚定, 与寻常小姑大事不同。 不知不觉中, 陈泰冲指了步。 陈泰冲低声交代两句后, 朝着姬祀威遗憾首道, 你过来, 说吧, 他率先提步, 朝着一侧林子走去。 望着那一前一后的身影, 陈四郎脸色沉了下来, 他暗暗恨道。 齐儿怎么这么巧, 偏就遇上了武叔。 转眼间, 姬祀便随着陈泰冲, 来到了树林中。 见到四下无人, 姬祀向着陈泰冲迎了迎, 轻声说道, 我是姬祀。 万万没想到, 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句, 陈泰冲惊得都合不拢嘴了。 过了一会儿, 陈泰冲重复道, 你说, 你是谁? 姬祀指示着他, 认真地说道, 我是姬祀。 陈泰冲马上变得严肃起来, 他朝左右看了一眼后, 示意姬祀再与自己朝前走去。 不一会儿, 两人来到一个安静所在后, 陈泰冲低声说道, 到底怎么回事? 姬祀随口交代了几句, 急急问道, 我书可有十八郎的消息。 陈泰冲摇了摇头, 疲惫地说道, 还是下落不明, 生死不知。 看到姬祀陡然变得苍白的脸, 他又问道, 你既不是范家表妹, 那你腹中这个孩子的事。 姬祀哑声说, 是十八郎的。 这话一出, 陈泰冲沉静了。 他看着姬祀, 在沉默了一会儿后, 徐徐说道, 四郎看您的眼神, 分明有心, 转眼他又说, 既是如此, 那你就不能再待在四郎身边了。 姬祀向他服了服, 低声说道, 听武叔的安排。 陈泰冲点了点头, 认真说道, 十八郎是我至交, 你腹中这个孩子, 很有可能是他在这个世间唯一的血脉。 一句话说得几次流下泪来, 陈泰冲又道, 原事虽是张扬, 在我等眼中, 也不过是个玩笑, 以后你且在那里放心养胎。 十八郎哪儿, 我会尽全力寻找。 说到这里, 陈泰冲哑了, 过了一会儿, 他才轻声说道, 至于你化身的这个饭食身份, 我会想办法解决。 只是, 四郎那孩子, 这些年来, 也不见他对什么事这么执着, 这两天, 却为了你的事, 跟组里闹了好几场, 眼里眼外, 也愿意为你放弃不少利益。 当时, 我以为你真是梵石女, 还叹他是个多情的, 却没想到, 那孩子竟是险些走偏了。 说到这里, 陈泰冲的表情异常地严肃, 他影穿陈氏, 出息的子弟不多, 陈四郎可以说是最卓越的那个, 要是因为对姬氏起了谐心, 而做出了什么不可挽回之事, 那对整个家族来说, 都是损失巨大。 想到这里, 陈泰冲对姬氏这个先是迷惑了谢郎, 后又险些令得他陈氏子弟迷失的女子, 内心深处已隐约有了不喜。 陈泰冲刹那间的神色变化, 姬氏自是看在眼中, 不过他一点都不在乎。 陈泰冲是明氏, 是君子, 就算得罪了他, 该对他尽心的地方, 他照样会对他尽心。 这边安抚了姬氏以后, 陈泰冲已抬头, 远远看到站在路旁, 正一脸阴沉望来的陈四郎, 不由得脸一拉, 大步走了过去。 看到自家武叔脸上的表情, 陈四郎宛如一盆凉水, 从头临到脚, 一时竟是色索悲哭起来。 陈泰冲来到陈四郎面前, 他刚要说什么, 一眼看到陈四郎那脸上的失落, 痛苦和隐隐约约的绝望, 他竟是什么话都说不出了。 按下对姬氏越发强烈的不满, 陈泰冲伸手在陈四郎肩膀上拍了拍, 徐徐说道, 四郎, 以你的聪慧自当明白, 姬氏那样的女子, 你不可能藏她一辈子的。 一句话, 打破了陈四郎最后的侥幸, 陈泰冲放缓声音, 又道, 你以前也没见过她几次面, 也不曾听你说过对她有心思, 现在之所以上心, 莫不是听了她就是姬月的缘故。 陈四郎张了张嘴, 最终却还是反驳不能, 见他这样, 陈泰冲还有什么不明白, 他摇头说道, 外面像你这样动了心思的世家子,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归根究底, 不过是这样的女子你们没有见过, 一时新鲜罢了, 要说真放了多少心思, 那必是没有的。 说到这里, 陈泰冲自己也放松下来, 心放松了, 不再担心这个子侄从此一决不振了, 那就必须教训教训咯。 当下他冷着一张脸, 严厉地说道, 你本是大家子弟, 武叔也不求你光明磊落, 可你竟想把欺骗的手段, 用在你的婚姻上, 拿一辈子做赌注, 这却是大错, 急事之事, 你就不用想了, 这次回去后, 你自己去一趟祠堂, 跟列祖列宗交代清楚。 说吧, 他在陈四郎脸色苍白中, 重重一哼, 广袖一甩, 走向了姬寺。 姬寺还是以范家表妹的身份, 住在了陈四郎安置他的小宅院, 不过, 现在守在那宅院外的人, 却都是陈泰冲身边的人。 同时, 姬寺生怕陈四郎心有不甘, 答应自己的事不做了, 便把计划对陈泰冲说了一遍, 因为姬寺那几个计策中, 除了最后一个外, 都是一些内宅妇人, 阴狠毒辣的手段。 陈泰冲听了, 并不喜欢, 不过, 他看在谢郎的面子上, 也没有反对, 转身便吩咐陈四郎去执行了。 转眼,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时间虽过去了半个月, 可健康人对姬月的热情并没有消去, 只是伴随着姬寺的种种流言, 还有一些突然兴起的关于远事的流言。 譬如, 他曾经爱慕谢十八郎如痴, 可谢十八沉船一事, 却是他的手臂。 又比如, 他曾经被临江王用来犒赏属下, 连身子都早被玩坏了。 这些流言, 不可谓不阴毒。 第一条流言传出时, 所有喜欢过谢十八的女子, 都对袁氏痛恨非常, 便是皇帝也越发不敢进他的身了。 而陈郡谢氏则是不知动用了什么手段, 当天下午便有一个临江王的幕僚 在酒楼里滔滔其次。 那人说他自己就与袁氏睡过, 还指出袁氏的隐秘部位有个质。 而就在那人说出这事不久后, 工程里服侍袁氏的婢女露了口风, 承认了袁氏的身上 真的有个质。 于是几乎是一夜之间, 皇帝心纳的古妃成了世人笑柄。 这事闹得太大了, 连带的皇帝也微心大减, 所有人都觉得 他头上的帽子未免也太绿了。 皇帝一怒之下, 当即下令把古妃仗毙。 虽然账币没账币还是个疑问, 只是这样一来, 袁氏也罢, 古妃也罢, 实在也没脸在人前出现了。 而就在这一天, 谢郎有了消息。 谢郎的消息是陈太冲带来的, 他说, 有人在苏州的一个当铺, 发现了谢郎的贴身玉佩和一件外衣, 只是那件外衣虽然清洗过, 可鼻子灵敏的人还是闻到了上面隐隐的血味。 得到这个消息后, 鸡四整个人向后一倒, 他想, 不管如何, 这个消息表明, 谢郎并没有尘世将底。 就算, 就算他身受重伤, 生死不明。 这时的鸡四, 明明想笑, 可那眼中的泪水, 却怎么流都流不尽。 看他这个样子, 陈太冲对他的印象总算好了一些。 既然知道了谢郎的踪迹, 那鸡四就坐不住了,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 化身范家表妹的鸡四, 终于出现在了健康码头。 这时刻, 码头处还是人来人往, 丁烧者多。 可范家表妹的出现, 倒也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因为范家表妹未婚监运的消息, 早就传了开去。 他在健康待不住, 会想要离开这里躲一躲, 这也在众人的意料当中。 陈太冲与谢郎交好, 他与鸡四走在一起, 只会令得鸡四暴露。 所以, 鸡四这次出行, 伴随的是十几个陈太冲的部区, 同时, 陈四郎也派了几个部区跟着他。 二层牢高, 可以装在四百余人的大客船上, 家板上站满了一箱并饮的世家子女。 这些人在看到范家表妹过来时,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讽刺的笑容来。 而鸡四呢, 为了不引人注意, 自是低着头, 装成胆怯的样子。 就在鸡四上了甲板时, 他身后的码头处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传来。 转眼间, 鸡四看到一个长相普通的寒门贵妇, 带着五六十个极其精悍, 仿佛个个都是百战清兵的部区朝这边走来。 当今之事, 鸡四的一荣之术那是寒有人吉, 所以只是一眼, 鸡四便瞳孔一缩。 这贵妇是原贤假扮的! 便是扮成了一个普通妇人, 原贤那一身的尖锐傲慢之气也无法掩藏。 他眼神冷立地四下扫视一眼后, 目光落到了鸡四身上。 见他向自己看来, 鸡四转过头去。 原贤一双眼直在鸡四身上露了好一会儿。 他转过头, 朝着旁边一部区低声问了一句什么, 听到那部区的回答后, 原贤点了点头, 又鄙夷地瞟了鸡四一眼后, 他移开目光, 看向别的世家子弟。 一边打量这些人, 原贤一边气势极盛地上了甲板。 这时客人已满, 随着几声耗子响起, 客船在欠夫的拉洞下, 慢慢驶离了码头。 客船正式离开建康码头, 进入河道中央时, 一直盛气凌人地朝着众人一一打量的原贤, 终于转身朝着船舱走去。 几乎是原贤一走, 便是一阵虚气的声音传来, 有人在低声地问道, 那妇人谁呀, 这么面生, 她不会就是姬氏吧? 这人声音一落, 马上有人冷笑道, 真是没眼力, 那妇人的部区全都是皇宫禁卫, 那妇人是来自宫中。 这人说到这里后, 又道, 这码头里三层外三层, 不知赌了多少高人, 能上川离开的人, 必然都是有明确来历的, 皆是, 绝对混不进来。 就在这时, 人群中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刚才那妇人就是古无非。 几乎是这声音一出, 众人齐嗖嗖回头看去, 这一回头, 众人竟是一惊,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说话的人是谁。 祭司刚刚一惊, 从苍中走出了几个寒门子弟, 只是一眼, 祭司便发现, 其中一人竟然是王振。 这个人, 明明已经是皇帝重用的高官了, 怎么这样乔装打扮鱼龙白服的雏形? 他心下一领, 暗暗存道, 哼, 这条船上, 还真是鱼龙混杂, 高手如云呢? 转眼他又想, 这条船是前往苏州的, 只怕这些人中, 有半数是冲着十八郎去的。 这样一想, 祭司越发冷静下来。 祭司是孕妇, 站了这么一会儿, 已经有了虚弱之向。 当下, 他在不屈的簇拥下, 回到自个儿的仓房躺下。 祭司再出船时, 已经到了傍晚, 而客船也驶入了长江河段。 祭司随意用了一点餐, 便慢慢地走向船头, 船头处正是热闹非凡, 好几个歌迹正在那里弹琴唱曲, 而不远处, 王震抱着胸, 在那里含笑看着。 至于另一边, 则是十几个世家子和世家女, 他们懒洋洋地坐在榻上, 一边品着美酒, 一边摇头晃脑, 欣赏着贤月。 祭司见这里聚集了这么多人, 便转向船尾走去, 船尾上也是十分热闹, 祭司只是随意一瞟, 便看到几个曾经在三皇子和太子身边看到过的幕僚, 难道这些人全都是冲着十八郎去的? 祭司眸光一沉, 想了想, 他又回到了船头。 站在船头, 他看着不远处驶来的几条大船, 望着那些船上隐隐约约的人影, 想到那些船上的人也是前往苏州的吗? 他还在寻思, 身后一阵脚步声响, 转眼,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后面响起, 也不知怎么的, 我总觉得, 范家妹妹, 好像在哪里见过? 却是袁贤走到了姬寺的身后。 对上袁贤那双温柔笑着的眼睛, 姬寺也笑了, 他低声说道, 也许是有人相似吧? 说到这里, 姬寺虚弱地用手帕捂上了嘴。 说得也有礼, 袁贤笑了, 他看着脸色苍白的姬寺, 关切地问道, 妹妹这般不适, 要不要看一下大夫? 姬寺摇头, 轻声道, 不过是耐不得远行, 歇歇就好了。 说吧, 他歉意地朝着袁贤笑了笑, 笑了一声后, 漫步朝仓中走回。 见袁贤顾字盯着姬寺的背影不放, 一个不屈走到他身后, 低声问道, 怎么, 这个妇人不对劲。 袁贤摇了摇头, 低声说道, 总觉得眼熟, 他可有一容, 那不屈说, 不曾。 这不曾两字一出, 袁贤顿时把注意力从姬寺身上收回了。 姬寺本来身子不适, 现在把船上的人大约了解一遍后, 他也懒得外出了, 便整日地躺在舱中休养。 这一天, 客船驶入了苏州河段, 几乎是一进入苏州地界, 客船上的众人便忙碌了起来, 听着外面时不时传来叫唤声, 姬寺垂下双眸, 盯着窗外的景色出神。 这时, 一个不屈推门而入, 他轻轻地把舱门掩上后, 来到姬寺身后, 低声说道, 夫人所料不错, 这船上的人, 大半是冲着十八郎去的。 姬寺冷冷笑道, 哼, 是听到十八郎重伤, 想捡便宜吧。 那不屈低声说道, 说是苏州出现了姬寺的踪迹, 一句话说得姬寺一争厚, 那不屈压低声音又道, 树下耳朵急领, 听到有一个人在那里说, 这二十来天, 健康城里几乎都被众人翻遍了, 可还是没找到姬寺, 那定然是姬寺并不在健康, 恰好这时, 有人在苏州发现了姬寺, 再加上十八郎的事, 这些人就都赶来了。 姬寺寻死了一会儿, 轻声问道, 可有人怀疑我, 那不屈迟疑了一会儿, 低声回道, 有, 夫人如是前往南阳, 必是无人怀疑, 可这是前往苏州, 所以, 姬寺明白了, 这确实是一个破绽, 当下, 他点头道, 行了, 让大伙小心一点, 平素能不说话, 就不说话, 是,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天空慢慢烟沉下来, 望着天空上, 积得厚厚的乌云, 姬寺低声说道, 要下雨了, 这时, 那不屈又到, 夫人以为, 那放出风声, 说姬月出现在苏州的人是谁, 姬寺摇头, 她低声回道, 这事不好猜, 既有可能是陈军谢氏的人, 也有可能是陈军谢氏的敌人, 可不管哪一方, 他们都有可能是想用这个消息, 引出十八郎, 如果十八郎还能动的话, 那不屈点了点头, 她低声说道, 夫人, 在下继续出去打听了, 说完, 她缓缓退后, 转眼间, 便是舱门打开, 又关河的声音传来, 中午时, 苏州码头已然在望, 只是这个时候, 哒哒哒, 痘大的雨滴已经倾盆而下, 雨水蒙蒙中, 不远处的码头也看不清切了, 就在这时, 突然的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嘶叫声, 不好了, 不好了, 船底破了漏水了, 这叫声一出, 私下脚步声大乱, 祭司刚刚转身, 准备冲出, 中部区已经一涌而来, 看到这些人, 急死沉声问道, 你们可是汇水, 中部区互相看了一眼, 最终有七个人站出来说道, 属下会, 这么二十几个人中, 居然只有七个人会, 急死一阵失望, 不过他也知道, 这才是健康士族部区的正常比例, 转眼, 积司说, 我们去甲板上, 声音一落, 他已带头冲出了船舱, 这时的客船到处挤挤嚷嚷一片, 乱叫声, 骂声, 不绝于耳, 二十几个部区齐心协力, 好不容易把积司护送到了甲板处, 刚刚扶着船船站好, 积司便看到站在不远处的正是原贤一行人, 只是与以前不同, 这时的原贤脸色发白, 目光惊疑不定地闪烁着, 看看回头看了一眼, 一阵惊叫声便传了来, 积司回头一看, 却见船中的水渐渐地满延到了甲板处, 偌大的一条客船开始慢慢倾斜起来, 就在这时, 一阵欢呼声传来, 有人哭道, 有救了, 有救了, 积司急急转头, 却见厚厚的雨帘中, 几十只黑色的尖刀船冲出码头, 飞一般地朝着他们驶来, 那尖刀船来得极快, 转眼便围上了客船, 因为这时客船已经沉了一半, 有好些人都爬到帆上去了, 所以几乎是尖刀船一靠路, 众人便急急嚷嚷地朝船上跳去, 一条尖刀船靠上积司时, 他在几个不屈的帮助下跳到了下面, 这种尖刀船很小, 一条只能坐五六个人, 积司剩下的不屈便只能分散开来, 就在这时, 积司一眼看到, 原浅也在几个不屈的帮助下, 跳下了一只尖刀船, 看到这一幕, 积司眼皮跳了一下, 于四周震耳欲聋的喧哗声中, 他声音压得极低地问道, 你们擅长潜水的是那几个, 因为要照顾他这个孕妇, 他身边的五个人几乎全是善水的, 此刻他这话一出便有三人应了, 又朝着正沉着一张脸, 朝不屈发火的原先看了一眼, 积司迅速地命令道, 你们下水, 想办法杀了原氏, 是, 转眼间, 三个不屈悄无声息的向后一样, 落入了河水中, 这时雨水遮挡了视线, 死下的人忙着逃命, 又是叫喊声和落水声一片, 所以无人注意到这一幕, 又慌了一刻钟, 船上的客人终于全部上了剑道船, 就在尖刀船准备驶洞的那一刻, 突然的原先发出一声尖叫, 却是他所在的尖刀船也漏水了, 那尖刀船极小, 那水转眼便进满了舱, 当下原先在几个不屈的保护下跳入河中, 正准备朝着空一点的船上游去, 可是这时雨水蒙蒙, 与线挡住了众人的视线, 原先左看右看哪能找到有空位的船只啊, 就这么耽误一会儿, 原先发出了一声尖叫, 却是他身边浮出了一汪血沫, 却是刚才还在他身周保护的一个不屈, 胸口插了一把短剑, 变成了一具浮尸, 原先这人极是自私, 也极看重小命, 见到这情景, 他哪还有精神在意别人呢, 当下他朝着那一只拖着他的不屈私教道, 快, 快走, 快走啊, 那不屈得了命令, 连忙拖着原先游了开来, 这时, 原先终于看到了积私的船只, 当下他兴奋地尖叫道, 快, 向那里游, 那船上还有空位, 那不屈听了, 拖着他便急急朝积私这片游来, 看到原先过来, 积私连忙伸出手去准备帮忙, 转眼间原先两人已经游到了积私的尖刀船上, 就在那不屈把原先推到船上, 自己转到另一侧也准备上船时, 突然的他的背心一阵剧痛, 不说那不屈艰难地睁开眼, 想要看清杀自己的人是谁, 这一遍原先狼狈地倒在船上时, 积私连忙上前一步, 想要伏击他。 大雨倾盆中, 原先感激地说道, 多谢, 转眼, 他又说道, 没想到你倒是个善心的, 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 他声音刚刚落下, 恢复本来声音的积私便冷冷说道, 报答就不必了, 你没有机会了, 原先恶然抬头, 因雨淋得太久, 这时的积私, 脸上的易容物已经开始融化了, 他看着面目大便的积私, 不由地惊叫道, 你是谁? 不等原先再说第二话, 积私袖子一抖, 一柄短剑出现在了掌心, 然后在原先的尖叫声中, 在众人被这里的异动, 轻得纷纷回头时, 积私冷着一张脸, 毫不犹豫地举着短剑, 在众人的大叫喝止声中, 噗的一声, 短剑刺入了原先的胸口正中, 积私手中的短剑并不长, 加上手法也不熟练, 这一剑刺进去, 转眼便卡在骨头间, 无法继续伸入, 就在积私牙翼咬使劲时, 剑刀船猛然晃了开来, 一不小心, 原先整个人划入了河道中, 这些变化发生在电光火石当中, 就在原先扑通一声摔落水中之时, 也不知是谁喝了一声, 开船! 转眼间, 积私的剑刀船便呼呼地冲了出去, 折向码头相反的方向跑去, 到了这个时候, 部区的中部中心便体现出来了, 原先带来的那几十个人, 虽然都是身手不凡, 可他们并不忠于原先, 遇到这种变故, 他们经了好一会儿才跳入水中, 朝着原先落水的地方捞去, 当然啊, 也有一些反应快想要追上积私的尖刀船, 可这时大鱼挡住了视线, 他们冲出去时, 已经看不到积私等人的身影了, 就在那些人犹豫不决, 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追的时候, 一个人叽叽叫道, 快, 快去找大夫, 当务之急, 是救回娘娘! 转眼间, 尖刀船便载着积私冲出了数百米, 天空上, 倾盆大雨啪啪啪啪地砸了下来, 最开始, 积私的头上是蒙上衣裳挡雨, 可他后来为了杀原先早就把他弄掉了, 此刻的积私已被雨水淋得湿透, 在这个时代, 一个体弱的孕妇淋上这样的大雨, 那不是病, 就是伤, 就在几个不屈不约而同地露出一抹忧色时, 脸上的易容物被淋去大半, 隐约有了几分原本模样的积私, 却是双甲蕴红, 目光明亮。 大雨中, 他转头看向身侧的一个不屈, 低声道, 原是受了那样的伤, 定然治不好了对不对, 那不屈看着他, 回道, 是, 夫人那一刀虽然不曾刺到他心脏, 可离心脏不远, 原是重伤失血, 又落入水中, 已是凶多吉少, 他这话一出, 急死笑了, 见他明明脸色发虚, 却笑得这么灿烂, 那不屈哑声说道, 夫人那, 你今天此举, 只杀敌一千, 自毁八百呀, 为了一个原事, 不值得。 不, 很值得, 他害我十八郎, 领得他生死未卜, 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手刃仇人, 光是这种痛快, 就比什么都值得。 听到他话中的决绝之意, 众部曲一争, 转眼, 他们明白过来了, 只怕从谢十八出世后, 这位夫人便恨那原事入骨, 现在他这般举动, 那是恨得太深, 宁愿与其同归于尽也要报仇啊。 见到后面的人已经被甩开, 当下, 尖刀传一折, 朝着不远处的一个村落市去, 在拿出一个金字后, 鸡司一行人住进了一个比较富裕的村民家中。 大仇得报, 鸡司心中痛快, 这一顿安顿下来, 不管是为了谢郎, 还是为了腹中的孩子, 他都想养好身子了。 幸好, 这些年来, 他把伤寒杂病论看了无数遍, 对于风寒一病, 还是很有应对经验的。 一落地, 鸡司便让人在房中烧起几个火堆, 让那帮村妇帮着煎煮姜汤, 而他自己则用热水, 从头到尾暖暖洗了一场。 热水沐浴过后, 坐在火堆中发汗, 汗过又抹干身子穿上后衣, 再喝了好几碗姜汤后, 鸡司感觉自己的身子总算热起来了, 而那腹中传来的疼痛和下坠感也有所减轻了。 睡了一晚, 第二天起来, 发现自己不曾发热后, 鸡司知道风寒的威胁已经过去了。 不过, 虽然没有患上风寒, 可鸡司的腰腹酸得厉害, 下身隐隐还有血水流出。 昨天那场折腾, 却终是引来流胎之患。 直到鸡司可能保不住腹中孩子后, 几个不屈脸色都是大便, 他们都是陈太冲身边的人。 对陈太冲来说, 这事儿兴致非常严重。 如果他连谢郎的姨父子都保不了了, 那他将来便是死了也没有面目去见顾友啊。 当下, 两个不屈转身, 朝苏州城里去找大夫, 而另外两个人则去找村民过问土筏子。 至于鸡司, 他也懂一点药理, 正把姜末、紫苏厚厚地敷在腹上, 想用两者的温性驱出体内的寒意。 这时, 去苏州城的两部区回来了, 他们虽然没有请来大夫, 却得了几剂安胎药, 让姬寺看过后, 其中一人忙着监主起来。 看着另一个部区, 姬寺低声问道, 外面情况如何? 那部区回道。 昨天夫人离开后, 咱们剩下的那些人四处散布风声, 让人知道被夫人刺伤的夫人, 就是那个毒妇袁氏, 还说夫人是为了十八郎报仇来的。 袁氏本是人人喊打的存在, 这消息一出, 便有好些人赶着去验证袁氏的身份。 知道情况属实后, 袁氏当场便被人从大夫那里驱赶出来。 现在, 苏州人群情激愤, 那袁氏和他身边的人根本不敢露面, 便是酒楼客栈的人也不愿接待, 他们自身难保, 哪里还敢来找夫人的麻烦。 看来, 姬寺让人放出风声, 败坏袁贤的名声, 在这里算是起到作用了。 听了这个消息, 姬寺大势满足, 他长长地虚了一口气。 接下来几天, 姬寺都在养胎, 说到养胎, 就要感谢姬寺原本不错的底子了。 底子不错, 再加上他又懂一些衣礼。 如此卧床几日, 在众人的精心照顾下, 竟慢慢地保住了负重胎儿。 这一时, 姬寺还在卧床, 一个步驱大步走来, 他一进来, 便朝着姬寺激动地说道, 夫人, 有好消息传来了。 姬寺双眼一亮, 迅速回头朝他看去, 对上他那激动地泛出泪花的目光, 那不驱连忙说道, 是这样的, 那受了重伤的原事竟然失踪了, 有人看到是谢氏八郎身边的步驱动的手。 姬寺有点失望, 他嘀嘀地说道, 但愿那些人没有眼花。 过了一会儿, 他又说, 我现在好了一点了, 你们去找一辆车, 在车上铺上厚厚的被褥, 马上就去苏州城。 那步驱犹豫了一下, 他看着脸色虚白发黄, 却不眼美色的姬寺, 低声问道, 那夫人要不要乔装? 姬寺点头道, 自是要的, 转眼他又说道, 把他们叫进来, 我来给你们也一容一番。 帮这些不驱一容时, 看到其中一人 与纪元身形相差仿佛, 鸡寺心神一动, 想到了一个 与谢氏不屈联络的法子, 他把那人化妆成了 纪元的模样。 如果是孙福、 秦小牧等人, 那些来自健康的各路人马 可能认得, 不过换了纪元的话, 真正熟悉他的人, 必是谢郎身边的不屈, 天可怜见, 他现在只怕能用这个法子 引来谢尽谢财他们了。 逐一既定, 姬寺在感谢过那家村民后, 再次启程。 苏州城并不远, 姬寺一行人走了两个时辰, 中午便看到了那高大的城门。 城门处, 昨天分散的那些不屈正在张望, 转眼看到姬寺那些人喜笑眼开, 松了一口肠气。 于是, 在二十几个不屈的簇拥下, 姬寺入了苏州城。 一入苏州城, 姬寺便让一个不屈买了一匹雪白的骏马。 然后, 他让半城纪园的那个不屈骑在马上, 与众人一道从街道中招摇而过。 在这苏州城里, 陈四郎也有宅子, 一行人住进宅子后, 姬寺继续卧床养胎, 而那个半城纪园的不屈便天天骑着雪白骏马, 游荡在苏州城中。 转眼, 又是五天过去了。 这五天中, 苏州城中暗流涌动, 因认出了姬寺身边的那些不屈, 来自王政和太子三皇子等人的探子, 川流不息。 不过, 姬寺深入简出, 他们根本就找不到机会接近他。 这一天, 几个不屈回来了, 他们一进院落, 便看到姬寺神色不对。 当下, 一个不屈走了过去, 低声问道, 夫人没事吧? 姬寺的眼睛有点红肿, 表情呢, 也一改一往的平和, 显得有点灰败。 听到这人问起, 他哑声说道, 五天了, 陈俊谢氏的人, 为什么还没有与我联系? 只是一句话, 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竟是冷得紧紧抱住了双臂。 中部区见状, 眼中浮现了一抹联系, 过了一会儿后, 极似平静地说道, 你们会制作孔明灯吗? 众部区相互看了一眼, 其中一人点头说, 那很容易。 姬寺轻轻说, 拿一点钱, 让人帮着制孔明灯, 明天晚上, 我想看到一万孔明灯 飞上天空。 说到这里, 他拿起纸笔, 在上面写几字来。 那部区伸头一筹, 纸巾上面写着, 远生同踏, 似共学, 浮生若梦, 为亲长连。 我不知死期何日至, 为之有亲相伴, 一切无据矣。 远生生世世, 都有今年今日, 黄泉之策, 奈何桥畔, 等亲百年, 携手共规。 竟都是一些儿女情长, 山盟海誓的话。 写完后, 急死低声说道。 在孔明灯上, 写上这些话。 转眼, 他又说道。 后面, 落下沉寺两个字。 那部区明白了, 这些情话, 定然是谢十八宇基寺, 秦农时说过的。 落下沉寺的名字, 是告诉他们, 自己等人正落脚在沉寺郎的院子里。 当下, 他怜悯地看了一眼基寺后, 点头说道, 书下马上去办。 一万孔明灯出现在天空, 顿时令得苏州城的上空变成了一片灯海。 而且, 这些孔明灯造型华丽, 其上写的词句也十分的美妙动人。 一时之间, 静影的一成的人都在仰头张望, 猜测纷纷。 现在这个世界, 这么多孔明灯很容易造成火灾, 再加上城中来了不少高官士族, 这天晚上几乎是基寺这边派人四处放飞, 那一边, 苏州的官员们则忙着想办法把他们弄下来, 到越发把这件事弄得声势壮大。 这一个晚上的苏州人都在仰望着灯海奇景, 少年少女们都把这一日当成了元宵节, 无数友情人追逐在灯下, 彼此嬉笑, 一成结欢。 在孔明灯放尽时, 祭司在窗前常跪不起, 他这一生也经历了匪夷所思之事, 可直到现在, 才懂得历程地向着满天神佛祈求。 转眼, 夜深了, 转眼, 天空那明亮的红色灯海, 渐渐散去, 飘去。 转眼, 声乐渐进, 曲中人散。 这一个晚上, 吉思一直不曾入睡。 他睁大眼, 看着外面, 不管是房门处还是围墙上, 偶尔有些风吹草动, 他都双眼放光地看去, 再黯然地收回目光。 一直睁眼到天明, 外面还是安静如许。 第二天, 中部区过来时, 一眼看到的便是脸色蜡黄, 眼睛竟是血丝的鸡丝。 中部区相互看了一眼后, 一部区低声劝道, 夫人, 不管如何, 你得想着你腹中的胎儿。 吉思抿紧了唇, 过了一会儿, 他徐徐问道, 苏州共有多少个城镇? 中部区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哪里答得出来? 安静中, 吉思轻声又道, 我且向你们两家郎君借五千金, 还请诸位帮我继续雇佣人手, 继续制造孔明灯。 半个月内, 我想苏州的所有城镇, 都像昨天晚上一样灯火满天。 转眼, 吉思又道, 清凉在雨后或者雨前染防。 这时的江南正是梅雨季节, 雨水频繁, 吉思这个要求并不难。 见他如此坚持, 不去门想到, 且顺着他, 只有心存希望, 他才会撑得下去。 当下他们齐齐硬道, 是。 如此,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在这半个月中, 在住宅外面游荡的各方势力越来越多, 要不是顾及这宅子是影川沉寺的, 布区呢, 也是影川沉寺的, 只怕有人就破门而入了。 虽然那些人不敢明宫, 可是安地里出现的, 却是一波又一波, 直折腾的那二十几个布区, 日夜不敢放松, 短短半个月便都瘦了一大圈。 半个月后, 姬四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谢郎, 或者他身边不屈的消息。 他这是第一次发现, 原来一个人若是想要从你生命中消失, 是多么容易的事。 不过,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次的这种恐惧, 姬四并不绝望, 他总觉得谢郎还在某个地方等他找到他。 在苏州城的各大城镇都放过孔明灯后, 谢氏的人没有引来, 却被各方势力从孔明灯上追索到了姬四身上。 第十六天, 一个布区大步走来, 他来到姬四身前后, 急急说道, 夫人, 我们顶不住了。 这布区苦涩地说, 现在, 这宅子外, 那些钉梢的人都要形成集市了, 他们已有五成把握, 夫人就是姬市, 只怕, 这两天里就会对夫人动手了。 众部区又急又乱, 姬四却是镇定得很。 他看了他们一眼, 想到, 按时间估计, 七月应该出现了, 他第一个语言也快验证了。 想到这里, 姬四淡淡说道, 便是他们发现我是姬氏, 那又如何? 唇角惊起一抹冷意, 姬四说道, 我且等着他们动手。 第二天, 转眼就到了, 中午时, 姬四还躺在榻上休息, 突然外面喧哗震天, 喧哗声越来越响, 越来越大, 倾听了一会儿, 宅子里的人, 都是脸色一变。 就在这时, 一个部驱冲了进来, 他跑到姬四身边, 低声说道, 夫人, 外面来了很多人。 姬四点了点头说, 我们去会一会, 说吧, 姬四带着众部驱, 浩浩荡荡地, 朝着大门走去。 一行人刚刚来到大门处, 便听到一阵砸门的声音传来。 转眼间, 大门被人撞开, 上百个汉族一涌而入, 这些人冲进来后, 一眼看到姬四, 便是朝后一围, 转眼间便挡进了姬四的退路。 然后, 又是一阵脚步声传来, 却是苏州吴郡俊修出现了。 在苏州郡修的后面, 却有四个壮汉抬着一个妇人。 那个妇人秀发高高高挽起, 衣着滑跪飘逸, 半坐而起的身姿, 笔直倔强, 可不正是原贤。 陡然见到原贤, 姬四身边的不屈们目光闪了闪, 倒是姬四, 一眼便看出原贤虽然经过了精心打扮, 可他脸色黑黄一片, 死气已现, 姬四看向他的胸口处, 他衣裳华丽, 表面倒没有什么异常, 只是姬四好歹也精通医理, 再加上精善易容术, 一眼便知道他身上的香薰得如此浓, 只怕身体力已经开始溃烂。 都是将死之人, 还摆出这样的诊事, 看来他是不看到自己的下场, 死也不甘心呢。 转眼, 原贤便被那几个壮汉慢慢放平, 这时的原贤, 脸上的粉虽然敷得很厚, 可露出的是真容, 甚至他的衣着, 也是他做小姑时经常穿的饰样, 他的发饰也是小姑发饰。 这时, 苏州郡守咳嗽一声, 缓缓说道, 这位夫人啊, 有人举报说, 你乃国贼姬氏, 此言可是属实啊。 几乎是姬氏两字一出, 外面围观的众人便是喧哗起来。 姬氏目光如水, 他的双眼从那郡守身上滑过后, 也不理会, 却是转头再度望向了袁贤。 对上姬氏的轻忽, 那苏州郡守脸色一寒, 不过饶恕对方如此无礼, 他也只能在心中发怒, 因为姬氏也罢, 姬氏置身的这个院落主人也罢, 都是堂堂士族。 这时, 袁贤开口了, 他的眼睛非常的亮, 质量的胜忍。 姬氏, 我知道是你, 怎么, 到了现在, 你还向藏头露尾? 听到这里, 袁贤声音一提, 朝着后面喝道, 来人, 把姬氏压下去, 大伙尽管放心, 如果颖川臣氏怪罪下来, 我陈郡元氏一力承担。 到了这个地步, 他竟然还敢以家族名义说事。 可是, 苏州郡守也只需要这个名头, 几乎是袁贤声音一落, 他便手一挥, 只听得嗖嗖嗖的拔剑声传来, 转眼间, 几十个护卫便挡在了颖川臣氏部区之前, 向着姬氏逼去。 见到袁贤破釜沉舟, 姬氏在众部区紧张望来时, 挥了挥手, 让他们退下, 然后他提着步, 向袁贤走去。 姬氏漫步走到袁贤面前, 他低着头, 嘴角含着笑, 静静地看向了袁贤。 与袁贤对视一会儿后, 姬氏轻声笑道, 你要死了, 几乎是姬氏这话一落地, 袁贤便恨得想要抽他一记耳光, 可是袁贤已是强弩之魔, 刚动了两下, 嘴一张, 一口鲜血喷出, 这下, 四周再次响起了一阵小小的尖叫声。 袁贤吐了一口鲜血后, 慢慢地掏出手帕, 他动作优美地失去唇角的血沫, 转头对着苏州郡手说道, 还请大人退后, 我有几句话, 想与姬氏说来。 他气开了口, 苏州郡时自食尊从, 当下他手一挥, 示意众人随他退后。 众人退去后, 袁贤仰头盯着姬氏, 押身问道。 七四, 当初把我送到陵江王手中的人, 是不是你? 他的双眼实在太亮, 那青黑色的肌肤还泛着潮红, 整个人已经出现了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姬氏看着到了这个地步, 还盯着自己不放的袁贤, 想了想后, 点头说道, 不错, 是我。 四字一出, 袁贤的眼中苦恨交加。 他双手成拳, 咬得牙齿咯咯作响后, 袁贤恨道, 我真是好生悔恨。 姬氏知道他悔恨什么, 莫不是当年他占了上风时, 不曾把姬氏赶尽杀绝罢了。 对上袁贤那恨毒的表情, 本来不想解释的姬氏终是开口说道。 我一直觉得, 任何一个人, 都有权利把加害他的人, 以同样的手段反击回去。 你曾经想利用临江王害了我, 我后来报复回去, 那是天理循环。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一个天理循环。 袁贤嘀嘀笑了起来, 他一边笑, 嘴角一边流血, 一边笑, 一边低声说道。 我不干哪, 我真是不干。 重重闭了闭眼, 袁贤突然痴痴地笑起来, 他低声说道。 不过你也别得意, 蟹狼已经死了。 你虽然狡猾, 却也总算露出了马脚, 也会与我一道, 在地狱相见。 那时, 他被姬祀刺伤后, 依旧不到, 客栈不收, 虽然有一些是事实, 可另一边却是他装出来的。 便是后来他放出风声, 说是被蟹狼的人带走, 也是想引姬祀出来。 虽然当时没能引出姬祀, 可姬祀寻找蟹狼心切, 找人制造孔明灯, 终是露出了行踪。 姬祀眉头醋了醋, 转眼, 他看到原贤嘴角血流个不停, 不由好心好意地劝道, 你也别那么激动了, 好歹放一下, 也许还能多活半个时辰。 姬祀这话不可谓不刻薄, 原贤气得急喘起来, 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这么一激动, 胸口处便肉眼可见地失尽起来, 看来伤口又崩裂了。 抬头愿毒地盯着姬祀, 原贤不顾伤口处传来的痛处, 哥哥笑道, 呵呵, 占这种口舌之力, 又有什么意思? 姬祀啊姬祀, 我已经把你的情郎 送到阎王那里去了, 马上, 你也会陪我一道下去。 啊, 我忘记了, 你腹中还有个孩子呢, 以我原先一命, 换你一家三口的性命, 这买卖, 不亏。 转眼, 他又哑声叫道, 我这一生, 恨就恨在轻敌, 以前不把你放在眼里, 导致毁了这一世, 没有料到, 你敢当众行刺, 又断送了我这场性命, 不过, 我不亏的, 我不亏的, 哈哈哈哈。 他越说声音越大, 最后叫声越凄厉, 叫到最后, 原先朝着左右喘息道, 你们给我上前, 上前杀了这个姬祀, 我要亲眼看到他死在我面前, 快。 这话, 出乎苏州郡守意料, 他迟疑起来, 姬祀挑向那些听了原先的话后, 从四面向自己逼来的汉族, 这种汉族, 足有上百人, 而且, 这些人只听原先一个人的话, 只怕这是他最后的底牌了, 当下, 姬祀高声地喝道, 谁敢? 转眼, 他从怀中掏出两块尸首帕, 在脸上一抹, 露出了真容后, 姬祀高声地喝道, 我是姬祀, 我身上怀了谢十八的骨肉, 原是, 你个引荐无耻之人, 也敢让十八郎断了血脉传承不成, 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得到, 姬祀会在这个时候露出真容, 会说这么一番话, 就在原先一争, 转眼露出不屑的笑容, 就在那些汉族理也不理地继续逼来时, 突然的, 一阵浑厚的长者声音传来, 谁若懂了姬祀, 老夫哪怕倾家荡产, 也要灭了那人全家, 那长者声音一落, 一个围观的氏族郎君也叫道, 李三,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今日你敢动姬祀一下, 明日小心你那一村人性命不保, 那氏族郎君的声音一落, 正朝着姬祀逼来的一百荆族中的义人, 缩了缩肩, 脚步迟一起来, 转眼又有人叫道, 你们这些人, 好歹也是有家有子, 便是无家无子也有父母, 便是无父母, 也有宗祠祖坟, 犯得着为了一个将死的贱人, 而去得罪天下人吗, 那人叫到这里, 声音一提再次叫道, 天下人都爱中十八郎, 眼前这个姬氏便有千般不适, 只要他腹中还怀有十八郎的孩儿, 这天下人就都想护他一护, 你们这些人, 最好好好想想身后的事。 不得不说, 这人的话说到点子上了, 本来逼到了姬祀身边的那一百荆族, 这时, 齐刷刷脚步一顿,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阵之后, 那李瑟儿慢慢跪倒在地, 随着他兵器落地, 只听得啪啪喷喷一阵催响传来, 却是众汉族扔下了手中的兵器。 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原贤嘴一张,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转眼, 原贤对上姬祀那似笑非笑的眼神, 再次喷出一口血来。 这两口鲜血, 仿佛是一个开关, 只见原贤一口又一口的鲜血喷着, 最后一口鲜血流出, 他仰头瞪向天空的双眼, 再也无法合路。 过了一会儿, 那李三急冲冲冲到了原贤面前, 刚刚失手在他鼻尖一探, 李三便撕心裂肺地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 只见他把原贤的尸身朝着肩膀上一扛, 竟是疯也似地冲出了人群。 混乱中, 苏州郡守的立鹤声传来, 来人, 把七军网上的姬月给我压下了。 七军网上和姬月六字一出, 本来向姬祀走近的人全都止了步, 便是原本混乱的喧哗声, 这一刻也消失了。 离极致的安静中, 苏州郡守的人走到姬祀面前, 将他双手反绑, 押上了一辆驢车。 所有人都没有动, 都在目送着押送姬祀的驢车远去, 他们知道, 如果姬祀只是姬祀, 那他们无论如何也会护着, 可姬祀如果就是姬月的话, 那便是大罗金仙也护不了他了。 姬祀被苏州郡守关押了起来, 才关了一个时辰不到, 王震和太子的人出现了, 他们从苏州郡守守中接过了姬祀, 押着姬祀朝着苏州码头走去, 看这些人的样子竟是害怕夜长梦多, 想急着把姬祀押回建康。 姬祀上了船后, 便被关到了一个装饰极为精致舒适的舱房中, 更有一个苏州名医随行。 转眼, 夜晚到了, 天上一轮明月倒映在长江里, 月滑灿烂, 荧光四泻, 不知不觉中, 王震来到了姬祀的舱房处。 他站在舱房门, 朝着倚窗望月的姬祀盯了一会儿后, 轻声说道, 你晚上没有吃饭, 便是为了孩子, 你也该多用一点。 姬祀慢慢回头, 黑暗中他的双眼亮得惊人, 朝着王震看了一会儿, 姬祀轻轻说道, 王震, 十八郎, 时不时落到了皇帝手中了, 王震一僵, 他只是一个动作, 姬祀却已全然明白。 当下, 姬祀连声音都哑了, 他哽咽道, 便是这苏州的消息, 也是你们故意放出的吧? 你们只是想把我引出来? 王震紧紧闭着唇, 只是温柔怜惜地看着姬祀, 姬祀还在抽眼, 他又说道, 你们放出那样的风声, 是想转移众人的注意力吧? 皇帝他, 为了杀血狼, 竟是不惜一切手段吗? 王震向舱中走进一步, 他顺手关好舱房门后, 压低声音说道, 北魏的事情都传回健康了, 在姬祀停止哽咽, 抬头看来时, 王震轻轻说道, 谢十八郎手段太过惊人, 他才去了北魏术远, 便闲些动摇了北魏国本, 顿了顿, 他低声说道, 陛下很害怕他, 姬祀重重地闭上了双眼, 这时王震轻声诱导, 陛下说了, 以谢狼之才, 他若有反义, 得到着留宋江山, 不过是反掌之事, 一句话, 说尽了皇帝对谢狼动手的理由, 姬祀慢慢坐倒在舱中, 王震上前, 蹲在姬祀面前, 小心地握住了他的手, 发现姬祀没有挣扎后, 他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不过转眼, 那喜色便淡了下去, 慢慢收回手, 王震又道, 陛下说过, 如果姬氏真是姬月, 那谢十八更是留他不得, 陛下说过, 得在北伐之前, 除了国内所有的隐患, 他还说, 谢狼的危害, 不在反贼刘义康之下, 许久后, 姬祀哑声说道, 他时常怜悯苍生多苦, 从不愿引起病火。 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 谢十八是真正的名士, 也从无争夺权力之心, 可陛下拒他, 姬祀没有了半点力气, 过了一会儿, 姬祀突然说道, 我不能去见康, 他抬头, 慢慢看向王阵, 缓缓说道, 王阵郎君, 昔日我曾对你有恩, 你也曾经向姬月许过, 若有一天聚得国家机要, 会避护姬某一次, 如今, 还请王阵郎君兑现诺言。 声音一落, 姬祀扑通一声, 跪在了王阵面前。 船中, 姬祀跪得笔直的仰头, 看着王阵, 王阵却是僵住了, 他低着头, 明暗不定的灯光中, 神色复杂地盯着姬祀。 他和姬祀都是聪明人, 自是知道, 之所以谢郎落到皇帝手中这么久, 皇帝还没取他性命, 便是因为皇帝忌惮谢郎的那些残余实力, 以及与谢郎有牵绊的姬月, 特别是, 如果姬祀就是姬月的话, 那她的可怕就是双重的了。 她是姬祀时, 必然能掌握谢郎的人马, 只要登高一呼, 便可收拢一大批谢郎的追随者, 从而影响刘宋的统治, 而作为姬月, 他又有着与鬼神沟通的能力, 可以轻易动摇民心。 也就是说, 姬祀一日不被除去, 皇帝就一日不敢杀了谢郎。 他怕因谢郎之死, 逼返了姬祀。 小小的仓房中, 两人都没有说话, 只有急促的呼吸声传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王震低声说道, 你起来吧, 黑暗中, 姬祀那双眼明亮极了, 他慢慢站了起来, 王震负着手, 走到窗前, 他背对着姬祀, 低声说道, 三天前, 陛下得到消息, 说是有人在蜀地长江河段, 看到了姬月, 本来陛下是不信的, 可姬月做了一则预言后, 他就不得不信了, 说到这里, 王震转过头来, 他看着姬祀, 低声又道, 陛下相信了姬月另有其人, 对你也就不是那么忌惮, 不过, 蜀地姬月的事, 是你弄出来的吧, 这事你可以骗过别人, 却骗不过我与王谦, 王震深吸了一口气, 徐徐又道, 在猜测你姬氏就是姬月时, 我也做了一些准备, 说到这里, 他闭上了双眼, 低声说, 凌晨时, 会有一批水匪攻击我们这条船, 那时, 你就趁乱走了吧, 王震声音一落, 姬祀便长衣不弃, 他知道, 他的话听起来简单, 可他所担的干系, 实在是太大了, 一个应对不好, 不说他后辈子的青云路, 便是性命也难保啊, 见姬祀一脸担忧, 王震静默了一会儿, 轻声说道, 一直以来, 我都盼着你, 能够幸福安乐, 声音一落, 他大步朝着舱门走去, 转眼间便消失在房门口, 王震离去后, 姬祀慢慢坐回踏上, 明暗不定的焰火中, 他一直在低头寻思, 过了一会儿, 姬祀叫来陈太冲的两个步驱, 说了一会儿话, 凌晨转眼就到了, 就在长江上火光冲天, 几条船突然从黑暗中冒出, 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客船, 杀气腾腾地逼近时, 于兵荒马乱里, 姬祀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一条尖刀船上, 并趁着夜色消失在天井头, 姬祀被尖刀船送到一个渔村, 休息了不到三天, 由陈太冲秘密发出的飞鸽, 传向了各个角落, 又三天后, 几百人寻到了渔村, 再然后, 姬祀一直遍寻不至的谢静也出现了, 而谢静出现不久, 便招来了一千兵马, 在众部区的保护下, 姬祀带着众人朝着北魏方向走去, 这一路前来投奔他的人马, 络绎不绝, 而姬祀也通过众人放出他出现在某地, 和他姬祀就是姬月的风声。 就在姬祀在苏州河段被合匪劫走一个月后, 姬祀来到北魏和刘宋的边界驻扎下来, 这时他身后跟随的兵马已有一万之中。 再然后, 姬月在宋魏边界高调亮相了, 再次出现的姬月高贯博代气势凌人, 虽然销售了许多, 可他仆从如云一看便让人敬畏。 姬月出现后做了几件事, 一是当人问起他和姬祀的关系时, 姬月直接承认了自己和姬祀本就是一人, 他本是女儿身, 只因不愤秦郎谢十八的轻视, 便化身男子, 献身朝堂。 第二件事, 姬月当着天下人的面, 传飞哥约请北魏国师和北魏第一大族 清禾崔氏的族长崔玄前来一悟, 而崔玄和寇千枝也爽快地硬了, 到得这时, 世人才听闻, 原来这姬月却是对崔玄有救命之恩。 第三件事, 姬月宣布了自己已经怀了谢郎的孩子, 也是这消息一出, 越发引来追随者无数, 可以说, 姬祀宣布的三则消息, 每一则似乎都是他个人的私事, 而这三则私事, 传到刘宋皇帝耳中时, 当即领得他大发雷霆之怒, 却原来, 姬祀宣布的第一个消息, 不但说明了他与谢郎的关系, 还名言姬氏就是姬月, 否定了前些日子流传的种种谣言, 更让他的双重身份成功地引起了皇帝的忌惮。 至于, 姬祀宣布的第二则消息, 则是直接用北魏人来威胁刘宋皇帝, 如今, 姬祀手头有兵马, 又加上与北魏人亲厚, 那他要反的话, 其危害程度将不属于刘义康。 至于第三则消息, 则是表明了他与谢郎的关系, 如果皇帝对谢郎动手, 那他腹中的孩子就是谢郎的一父子, 只要他登高一呼, 这些年来谢郎的崇拜者们必是前赴后继。 只是简简单单的三个消息, 却生生地把刘宋皇帝逼到了悬崖边上, 现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 要么一意孤行杀死谢郎, 从而在刘义康反叛刚平, 国力虚弱之时, 再度逼得祭祀反叛, 进而动摇国本, 甚至导致国作不保, 要么他就放了谢郎。 这样的选择看似不用犹豫, 毕竟谢郎是天下有名的名士, 他放走谢郎时, 只要谢郎承诺管好自己的女人, 并绝不反叛, 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可问题是, 皇帝勤拿谢郎, 却是在极隐秘的, 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勤拿的, 并且他也不准备公开审判谢郎。 堂堂一个帝王, 要处置一个名士, 不但抓实偷偷摸摸, 杀他时也不敢宣之于众, 这样的小人行径, 鬼祟行径, 会彻底让皇帝的信用破产, 千秋万载, 后世的史书上也会留下无数的骂名。 愤怒后, 留宋皇帝坐卧不安了, 与几个亲信的臣子商量一会儿, 还是不得其果, 留宋皇帝朝着囚牢走去, 不一会儿, 他便出现在一间地牢里, 这地牢建在一处山峰下, 入口十分的隐秘, 如果没有人带路, 那是万万寻不到的。 转眼, 留宋皇帝便来到了谢郎的牢房外, 对于谢郎, 皇帝既忌惮不喜, 有多多少少因他的才智有些敬重, 所以他所住的那间牢房, 不但收拾得宿敬, 头上还开了天窗, 显得十分的明亮。 明示就是这点好, 任何人对上, 也不用担心他在背后插到, 比如现在, 留宋皇帝手一挥, 让劳逸直接将劳门打开后, 他连蒲丛都不带, 便漫步夺了进去。 此刻, 谢郎正在读书, 他对着天窗上透进来的光, 正翻着一卷竹简, 看到情动处, 还时不时地在地上描画着什么。 皇帝走到他面前后, 徐徐站定, 过了一会儿, 皇帝说道, 谢十八, 你想不想知道, 你那妇人的消息? 谢郎慢慢放下手中竹简, 抬起头看来, 他朝着皇帝看了一会儿后, 笑了, 转眼, 谢郎悠然地说道, 他看破了你的局, 知道我落在你手中了。 说到这里, 谢郎又笑, 嗯, 以鸡阿寺的为人, 他既然知道我被你抓住了, 必然是不依不饶的, 那他现在是不是公布了, 他就是鸡月的消息, 还与他那几个北魏好友, 有了联系。 这时, 皇帝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 他俯着手, 沉沉地盯了一会儿谢郎后, 徐徐说道, 正和曹梦德一样, 最不喜欢杨修那类, 过于聪明之人。 确实在把谢郎比作杨修了。 谢郎听到这里, 忍不住失效出声, 他懒洋洋地弯腰, 拿起那本竹简, 一边翻阅, 一边闲适地说道, 哈哈, 我可比杨修强多了, 他还想学成文武, 意脉于帝王家。 我呢? 我这辈子啊, 却只图个逍遥自在。 听到逍遥自在四个字, 皇帝心神一动, 这是谢郎诱导。 我知道你忌惮什么, 你是听到我在北魏用的那些手段后, 怕我同样把那手段用到你身上吧。 可惜啊, 你却从不明白, 要是我不在意这苍生多苦, 早在你第一次对我动杀鸡时我就还鸡了。 哪会在陛下每次出手时, 只是被动防备。 谢郎这话一出, 皇帝再次沉默起来。 只是沉默了好一会儿, 皇帝突然说道, 那你现在就写一封信, 让你那妇人回来健康, 少在外面搅风搅雨。 这皇帝却是把他当傻子吗? 他什么承诺都没有, 就想令得鸡死前来健康送死? 想到这里, 谢郎失笑出声, 他戏谑地看着皇帝, 说道, 陛下, 我虽不忍苍生在京战火, 却也不是于中之人, 再说, 我那妇人想来任性, 我可骗不回她。 听到谢郎的激嘲, 这时皇帝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面无表情地盯了谢郎好一会儿, 沉沉说道, 那你有何打算? 打算? 这做皇帝的被逼得没了法子, 却是特意来过问他这个犯人吗? 谢郎笑了, 他知道, 关键的谈判到了。 当下, 他放下书简, 满条丝里地整理了一番衣冠后, 谢郎抬头看向皇帝, 表情肃然地说道, 陛下若想彼此安心, 谢郎这里有个建议。 在皇帝认真看来时, 谢郎徐徐说道, 陛下需要下一道旨意, 中刘氏子孙在位期间, 不得对谢十八和姬氏, 行诛杀之事, 这却是直接向皇帝, 要他和姬氏的保命福了。 皇帝最是无耻, 这种以圣旨行事, 颁发天下的命令, 却也没有脸皮出尔反尔。 皇帝当即脸色大变, 他冷冷看着谢郎正要嘲讽, 这时谢郎缓缓诱导, 作为交换, 谢十八亦不得再称作 陈俊谢氏嫡系子孙。 即日起, 从谢氏嫡之除名, 谢郎其人将为旁之。 几乎是谢郎这话一落地, 皇帝便腾得抬头, 不敢置信地朝着谢郎望来。 这个时代的家族, 在众人眼中的分量, 远远超过了姓名。 谢郎这话, 却是生生把他由 陈俊谢氏第一人的位置, 降到了谢广纳等人的地位。 可以说, 到得那时, 谢郎除了还姓谢, 还可以祭祀陈俊谢氏的祖宗, 便一无所有了。 当然了, 谢郎的这种一无所有, 对皇帝来说是求之不得。 要知道, 谢郎这话一旦实施, 那些原本对他无比敬仰的人, 至少有九成会对他失望。 在一个门第远比性命重要的时代, 他为了保性命而弃门第, 这样的人让人失望是在所难免的。 而对皇帝来说, 没有了陈俊谢氏做依托的谢郎, 便如同拔了牙的老虎, 便有通天之能, 也只能做个富贵贤人了。 牢房中, 皇帝的呼吸急促起来, 他神色复杂地盯着谢郎,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真正相信, 谢十八世真没有野心, 连陈俊谢氏那样的门第, 他也说扔就扔。 过了许久, 皇帝衣袖一甩, 淡淡说道, 真要思量一番。 说吧, 他转身出了牢房, 皇帝前脚离去, 后脚, 旁边牢房的谢广等人, 齐刷刷扑了过来, 他们睁大眼看着谢郎, 一个个神色复杂至极, 表情中既有悲愤不解, 又有茫然失落。 在这个时代, 家族就是一个人的根, 而家族地位就是一个人的筋骨, 想着天下间有多少小姑 对陈俊谢十八嗤痴仰望。 要是他们知道, 谢十八不再是陈俊谢氏嫡之, 只怕光芒大减吧。 面对众部区盯来的目光, 谢郎弯腰, 他从地上捡起那本庄子的逍遥游竹简, 新手拍了拍后, 他转过头来, 目光明亮地看向谢广等人, 语气悠然地说道, 祝郡我们都是年不过二十许, 可这短短的年华里, 却经历了多少风雨, 受过这世间多少的惊吓, 既然有机会放下牵绊你我的绳索, 又有什么好悲伤的。 咱们这下半辈子, 要是能无忧无虑行走在大好河山中, 要是能到泰山看了日出, 又到东海上的潮起, 那门第身份如何, 又有什么好不舍的。 谢郎这番话中, 却是道尽了逍遥自在之乐, 谢广听着听着, 双眼亮了起来, 他暗暗想道, 是啊, 要是有一天能脱下这层羁绊, 可以尽情地游走在壮丽的山河中, 那又是何等的自在快乐? 其实谢郎脱离敌之, 对谢广这些人是没有影响的, 他们刚才之所以痛苦, 却是替谢郎难过, 现在听他这么一说, 一个个竟是向往起来, 毕竟这些年里, 他们跟着谢郎经历了太多生死, 还真是有点倦了。 皇帝从监牢里出来后, 也没有回宫, 而是换上了便服, 漫步来到皇宫后面的西山, 站在山巅上, 他护着手, 看着面前的大好河山, 心下暗暗寸道。 刘易康叛乱一处, 谭道计也已经杀了, 现在只剩这个谢郎。 只要没了这个内患, 再休养几年, 我便可行北伐之事, 一统中原, 完成几百年来, 没人完成过的伟业。 想到谢郎, 他又想到了姬氏, 他没有想到, 连陈军谢氏都放弃了谢郎, 本应该是守道秦来的, 却没有想到, 还有一个姬氏为他摇旗呐喊。 想到谢郎和姬氏二人, 皇帝便躲起步来。 他寻思了一阵, 使人都说, 这些名士目无下沉, 把俗事当成麻烦, 别的人不说, 谢郎这个人, 看似是个真抄义的。 要知道, 不是真抄义之人, 不会连门帝也说舍就舍, 不是真抄义, 他也不会在如今姬氏 占了大好局面的前提下, 主动向他妥协。 寻思来寻思去, 皇帝衣袖衣服回了宫, 于是经历四个月, 谢十八重新出现在健康。 而在他出现的当天, 皇帝颁发旨意, 说谢十八品性高洁, 并多次在外维护国体, 养我国徽。 皇帝感念他的功劳, 特下圣旨, 许谢郎为太平郡王, 姬氏为太平郡妃, 并赐两人金书铁券。 上面说, 感念谢郎立下的功劳, 使亲永习宠戎, 克保富贵, 亲恕九死, 富恕九死, 子孙三死, 或反常行, 有私不得家责, 并在后面写道, 乘我信誓, 晚为亲哉, 一副使馆, 般是天下。 这种金书铁券, 自汉以来便有, 是一种盟约凭证, 通常一分为二, 一半给谢郎拿着, 另一半放在皇室留底, 这样宣告天下的圣旨, 以及般是天下的金书铁券, 约束力还是非常强的。 在得到这金书铁券的第二天, 陈俊谢氏离开了祠堂, 把谢郎开出了陈俊谢氏笛支, 进入旁支, 独立一个户头。 要说前面谢郎得到金书铁券, 让健康人庆幸鼓鼓的话, 那后面他开出陈俊谢氏笛支的事, 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健康人如何议论, 各大士族如何评价, 小姑小狼们如何失望, 这些谢郎通通都不在意。 第三天, 他在谢母面前磕了几个头后, 缓缓走出了陈俊谢氏。 这一天, 所有的陈俊谢氏嫡系子弟, 都在目送着谢郎离去。 他们知道, 只要谢郎出了这个门, 从此以后, 他就不再是谢氏吧, 只是谢郎罢了。 谢郎来到码头时, 正好遇到匆匆赶回的谢二十九。 兄弟相见, 谢二十九泪流满面。 过了一会儿, 谢二十九大步走到谢郎身前, 现在, 谢二十九的身份却是高过谢郎了。 就在谢郎低头行礼之时, 谢二十九冲到他面前, 把自家兄长紧紧抱住。 片刻之后, 谢二十九转头说道, 你们先回去, 若是母亲问起, 便说我送艾郎一程。 说到这里, 谢二十九反扯着谢郎朝船上走去。 入了厢房, 谢二十九把自己帮基寺置下的宅子、 田地、 店铺的气质放在谢郎面前。 等他收下后, 谢二十九流着泪说道, 我却不信, 难道这世上就没有两全其美的法子? 谢郎苦笑起来, 他看着痛苦不已的谢二十九, 想了想后, 还是说道, 那一日, 我刚被家族去了继承人之位, 后脚便在长江上被人弄沉了船。 谢二十九一惊, 他凛然道, 兄长这是什么意思? 谢郎摇了摇头说, 事情过去了。 谢二十九急声道, 不, 事情根本没有过去。 他想到那情景, 颤声又说, 兄长他意思, 是家族与皇帝通了消息吗? 谢郎沉默了一会儿后, 徐徐说道, 家族不过是放弃了我。 他这话一出, 谢二十九颓然做到, 半天说不出话来。 见他这样, 谢郎慢慢站起, 透着窗口, 看着健康城里的车水马龙, 缓缓说道, 你也别想得太多, 毕竟, 只要我还是陈郡谢十八, 皇帝便永远会对我猜忌方范。 他声音刚落, 舱门外传来一阵低沉的说话声, 不错, 不管是你陈郡谢氏, 还是我狼牙王氏, 一旦子弟太过出众, 就必为当权者所计, 这是生来就代的罪, 我们无法改变, 却是狼牙王十二推门而入, 看到是他, 谢郎笑了。 他被关在牢里数月, 好不容易养回的一点肉, 又削得差不多了, 可这一笑, 却灿烂得很。 见到他的笑脸, 狼牙王十二却沉下了脸, 他给了谢郎一个白眼, 在一侧的踏上懒懒坐下后, 说道, 二十九郎可能不知道, 就在你十八兄自贬出家族后, 皇帝在宫中问起了我, 他说, 世人都道, 王谢子弟, 你们知不知道, 那个狼牙王十二, 比之谢郎如何, 需不需要防备一儿。 狼牙王十二这话一出, 苍中安静下来, 对上谢郎兄弟, 狼牙王十二说道, 那工人当时便说, 狼牙王十二虽有才干, 却不是明士, 明望不及谢郎, 暂时不必忧虑。 狼牙王十二说道这里, 苍中两人异常沉默起来, 也不知道沉默了多久, 谢郎轻声说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确实是没办法的事, 除非谢郎或者狼牙王十二, 自己当了皇帝, 否则的话, 凭着他们的门第和才干, 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放心。 这时,狼牙王十二转向谢狼,问道 你是怎么想到走出这一步的 虽然使人都说舍得舍得 可真正能舍的人却没有几个 谢狼啊,你这次却是断臂求存啊 在狼牙王十二和谢二十九盯来的目光中 谢狼笑了笑,他垂下双眸 优雅地拿起一盅酒,一边慢慢品着 谢狼一边徐徐说道 不过是不甘而已,我若死了也就死了 可我那妇人,甚是让我忧心 没有想到谢狼的理由这么强大 狼牙王十二哈哈大笑起来 便是一侧的谢二十九,也是一乐 转眼,谢狼又道 其实,在入狱之前 我曾与母亲有过一次交谈 当时母亲便说 今时今日,她已只求我平安两次 后来,我在狱中数月 把母亲的话想了又想 便想出了这么一个法子来 说到这里,谢狼哑声又道 只是,终究对不起母亲和族长 一直以来的厚爱 三人说了一会儿话后 谢狼亲自把谢二十九和狼牙王十二送走 再然后,他站在船头 远远看到他母亲一动不动站在那里 一直目送着他远去 谢狼的船只驶向荆州时 得到了消息的姬四 简直是大喜若狂 谢狼既然平安了 那很多布置也就没有必要了 当下,姬四谢过众多追随者 给了今后,让他们散去 围在姬四身边的人 他们的目的都是救出谢狼 现在,谢狼被救 再无性命之忧 所有人都是心情愉悦 也就都高高兴兴地走了 处理好这一切后 姬四悄无声息地 在南洋找了个宅子 暂时安顿下来 要知道 他现在已经是身怀七个月的孕了 已经是个大肚婆了 自从有了这个孩子后 姬四便一直处在奔波中 大惊大下,焦虑烦恼 种种原因之下 姬四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了 可他越是消瘦 他那肚子便越是大的扎眼 挺着这么大的肚子 姬四哪儿都去不了 索性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只等谢狼找过来 不过,姬四这次落脚南洋 却是演了行踪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姬四就是姬月的消息 除了触怒皇帝外 还引得了无数盗门中人 以及一些古板固执的总横家 和鬼谷门人不满 以前他身边追随着无数 这些人奈何不了他 现在,追随者被他散尽 姬四的出入就要小心了 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谢狼一放出来 匆匆办完事后 第三天便动了肾 同时,也因为对他不放心 谢狼的好友谭之锐 干脆从广陵郡赶来 特意守在姬四身边 准备在谢狼回来之前 帮他撑起门户 这一日 姬四挺着大肚子 懒懒地坐在长榻上 望着外面的秋风秋景出神 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 却是披着长发 一袭担子长袍 郡内高冷的谭之锐 从外面走了进来 谭之锐一来到姬四身边 便开口说道 今年的冬天 来得迟了些 都九月间了 这天气还这么暖和 说到这里 谭之锐笑道 幸亏是这种天气 不然啊 谢狼这一次 可有苦投吃了 他说着说着 一眼看到懒洋洋的 似睡非睡的姬四 便道 夫人如果想睡 还是会房中睡得好 姬四睁眼 朝他看了下 摇头道 我睡得太多了 转眼 他又问道 让你发给崔玄 和北魏国师的信 发了没有 他们可有回信来 那时 为了牵制 留宋皇帝 姬四当着众人的面 联系了 崔玄和北魏国师 眼下风波平定 姬四却让那两个 走到半途的人回去 他自己无脸开口 便让谭之锐 去处理这件事 谭之锐摇了摇头 说道 信是发出去了 可一直没有回信传来 说吧 谭之锐信手招来壁仆 问道 让你们请大夫前来 可有请到 得了已经请到的回答后 谭之锐又不放心地 吩咐道 多叫几个吻婆来 不管是大夫 还是吻婆 让他们安心在这里 守几个月 便说 只要夫人顺利生下孩儿 我这里必有厚赏 众碧蒲连忙欢喜应了 这时谭之锐又招来 他那些不屈 吩咐道 前两天 似乎有道士在南洋出没 多留意一点 不过 也别露了马脚 现在非常时节 以净手为主 众不屈也连忙应了 不一会儿 谭之锐便出了院落 一离开祭祀 便有两个幕僚凑上前来 响得低声禀道 大人 姬夫人这样下去不行的 她迟早要给道门 和天下人一个交代 转眼 两个幕僚又到 北魏皇帝知道她姓姬后 也十分在意 谭之锐点了点头 她不在意地说道 当务之急 是给姬夫人养好身子 让她顺利生下孩儿 要不是顾及姬氏要产子 那么多神通广大之人 怎么到了这个时候 还没找上门来 现在的潜伏 不过是等姬氏产后的 风云际会罢了 这时的姬氏 并不知道谭之锐在外面 替她挡了多少风波 也不知道 世人提及她姬氏时 称呼姬氏的人少了 更多的是叫她姬夫人 在夫人之前 冠上姬氏自己的姓氏 这在某一方面来说 代表着姬氏在天下间巨大的影响力 属地 通往青山书院的朱雀街 是成都有名的方浪子聚集的地方 不过两年前出现了一股不知名的势力 那势力把朱雀街整顿了一下 令得它变得繁华起来 到了两年后的如今 成都人已经渐渐忘记了 她曾经的混乱和贫穷 这一天 几个青山书院的学子 走向了朱雀街 看到那些学子走来 好些车辆都停了下来 一些小姑好奇地伸出头 朝那几个学子看去 却原来那几个学子 都做世家子弟打扮 长相或俊秀或青雅 气度也极是不凡 隐隐中有人在那里说道 听说那些狼群中 有两个还是健康来的世家子呢 议论之际 几个学子入了朱雀街 远远看到他们过来 十几个小姑小狼欢喜地围了上来 在这种热闹中 一个身着白色学子服 面目俊秀 身材高大的年轻狼君 一只好脾气地有温必达 便是被小姑们缠着厉害了 她也从不生气 当然了 这个时代的世家子 普遍都温文尔雅 普遍都带人和气 白色学子服的小狼 他的和气之所以格外让人受宠若惊 是因为这个人身材太过高大 那双黑毛里总有一种别样的东西 使得众人下意识地觉得 他能够这么温和地对待自己 就是一件让人感动的事 就在众人信部走到朱雀街中央时 突然的前方一阵凄厉的女子哭声传来 众人转头看去 却见白米外的朱玉阁门口 一个脸色苍白的世家子 正敷着手 让两个不屈从朱玉阁内 拖出一个美貌女子来 看了一眼那美貌女子 又看了一眼那世家子 众学子的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隐隐中有人低声说道 这属地的郡王世家 真是堕落得不成样子了 凡是长得好一点的寒门女 就没有不落到他们手中的 连豪强之女都不放过 那个被拖出来的美貌女子 既然能进朱玉阁 定然家世不错 看她的穿着打扮 也是个养尊处优的 只怕是出身豪强 而这女子还是个嫁了人的 是做妇人打扮的 可饶是这样 她也无法自保 那个世家子见色起义时 她也只有豪哭的份 旁边围观的人虽然多 却没有一个上前主持公道的 见那美貌女子被强行 带到世家子面前 转眼便被世家子抱在怀中 当着这么多人上摸下摸的 眼见都恨得昏厥过去 终于中学子中一个小姑忍不住 恨声叫道 太过分了 实在太过分了 这人怎么能横行霸道成这个样子 这小姑声音虽然不大 可这时街道上挺安静的 所以那个世家子听到了 当下那脸色苍白 一副纵欲过度之相的世家子 转过头来 她紧搂着怀中昏过去的 美貌女子 抄着开口的小姑 上下打量一番后 嘖嘖连声 吟笑道 还是个美人呢 原来是个干瘪的小丫头啊 转眼 她将那昏过去的美貌女子 朝手下一推 让他们扶着那女子上了驢车后 世家子双手抱胸 朝着中学子嘖嘖又倒 难得倒有几个长得出色的 这女的嘛 就稀疏平常了 可惜啊可惜 本郎君不好男色 不然的话 今天收获可就大了 几个郎君万万没有想到 这人竟敢对自己也平头平足 一个个表情难看起来 众郎君还在愤怒 那身着白色学子服 俊秀高大的小郎 却是不耐烦地转过身 向着众人说道 行了 我们走吧 说吧 他率先提步 就在他走了两步时 那苍白着脸的世家子 不知道听了一句什么话 得意洋洋地叫嚣道 哈哈哈哈 这天下间的美人哪 各色各样的 本郎君都玩过 停顿了一下 他又叫道 这样说也不对 那姬月 还真是本郎君 没有玩过的 不过 姬月是不敢到蜀地来 如果他到了蜀地 少不得 也是本郎君的 踏上玩物 几乎是那苍白着脸的 世家子 化烟刚落 白色学子服的小郎 便慢慢指了步 缓缓地 小郎回过身来 他负着手 定定地朝着那世家子 看去 也是奇怪 本来众人 要么看热闹 要么低声议论 要么心中愤怒 可是这一刻 所有人都本能地 感觉到了不安 感觉到了周围气氛不对 一个个地安静了下来 这时 小郎缓缓走出了几步 他看着那苍白着脸的 世家子 微笑地问道 你刚才说 姬月怎么了 那苍白着脸的世家子 在这属地 也是一霸 是嚣张惯了的 现在被对方气势一射 他竟是感到了巨异 转眼 他感觉到了 奇耻大乳 于是 那世家子脸一拉 叫嚷着说道 我就说姬月了 你怎么的 那小郎慢条斯理地 向世家子走近 嘴角擒着笑意 淡淡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 一步一步 走到那世家子面前 小郎徐徐说道 过来几个人 这小郎的吩咐声一出 他的同窗门都是一争 因为小郎出门时 明明没有带不去的 就在这时 街道两侧走出了几十个人 这些人一出 四下滑声大作 却原来 这些走出的人 分明都是这 朱雀街的摊贩行人 可这一刻 他们一步步向那 世家子逼近时 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 却进退如意 杀气腾腾 转眼间 那几十人便围住了 那脸色苍白的世家子 这时 小郎冷冷喝道 压住他 他话音一落 几个壮汉便冲上前去 转眼便将那世家子 反捡双手 压制在地 世家子的步驱们一慌 他们连忙冲了过来 这时 另外一些汉子迅速地缠了上去 双方思缠间 小郎已经走到了 那世家子面前 在示意壮汉将他提过来后 小郎手一提 只听得啪啪啪几声 却是朝着那世家子 一连扇出了十几记耳光 这小郎 手法极沉 只是一个转眼 便扇得那世家子 脸颊高高肿起 嘴角破裂出血 那世家子的步驱们大怒 他们大叫大喊起来 可是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被压制住了 喊叫又有什么用啊 那世家子被扇得脸都肿了 牙也吐了一口 他吐出一口血沫 朝着那小郎 不敢置心地叫道 你 你净个打我 你净个打我 叫到这里 他又恨毒地叫道 你可知道我是谁 好你个小子 你竟敢打我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全家 还有那个姓姬的大夫 本郎君要把他弄得生死不如 再发卖到青楼去 他没有说完 那小郎动了 只听得嗖的一声 他拔出了腰间的配件 再然后主人只见他挽出了一个漂亮的剑花 一道寒光闪过后 噗的一声力气入肉的声音传来 于死生戛然而止的安静中 小郎慢慢抽出了那血淋淋的剑 剑上的血滴滚落余地时 那史家子扑的一声 硬挺挺地向后倒去 却是睁大双眼 倒闭当场 围观的众人看到了死人 终于反应过来了 一个个竟是软倒在地 这时阳光甚好 小郎掏出一块手帕 满条丝里的士气溅来 直到他转身走来 他身上的白色血子服 还是干干净净 这时那世家子的不驱们 惊醒过来了 他们撕脚起来 特别是那个领头的 更是发出了一声 绝望的嘶喊 见到那人目自欲练 小郎一步步走了过去 来到那首领面前 小郎用剑面 在他脸上拍了拍 然后小郎含着笑 优雅地说道 刚才忘了告诉你 那姬月是我姐姐 所以我这人最是听不得 旁人说他半个不是 这话你可以转告你家主人 说完这句话 小郎嗖的一声 还剑入鞘 再然后他含着笑 步履潇洒地向众同床走来 众学子们一脸惊惧地看着他 直到小郎走近 他们还是双骨战战 见到同床们这个模样 小郎笑了笑 还挺温稳地说道 其实我平素不杀人的 这不是受了刺激吗 终于一个同床反应过来了 他色声说道 那那韩家可是属第一流的世家 你 你就算是一百世家的兰陵萧氏子弟 可 可招惹这种土头蛇 也会出大事的呀 那小郎自然就是萧道成了 听到同床们这么一说 萧道成笑了 他十分温和地说道 嗯 你的话挺有道理 我现下记住了 这时几个同床都清醒过来 听到萧道成这话 另一个同床皱眉说道 线下记住了有什么用啊 总之 今天这事 你小题大做了 转眼 他又好奇地问道 对了 那些摊贩 怎么都听你的话 萧道成挺无谓地笑了笑 说道 这个呀 这朱雀街本来就是我的势力范围 那些人听我的话不是很应该吗 说到这里 萧道成又道 行了 有事回去再说吧 这里血腥味太大了 不好闻 那些人说了 说了一句让众人哑口无言的话后 萧道成转向身后 向那些人吩咐道 你们到姓韩的车上 把那妇人搬下来 然后 把她清清白白地送回去 萧道成这话一出 街道上 无数个声音同时应道 是 这些声音突如其来 众学子再次害了一跳 见到铜窗躲闪的模样 萧道成摸了摸鼻子 挺无奈地笑了笑 几乎是萧道成 前脚刚回到青山书院 后脚 这件事便传遍了成都城 萧道成纵使是一百世家子弟 作为属地的地头蛇之一的韩家 却是不怕的 何况 他杀死的那个 还是韩家家主的嫡孙 于是 在事发后的第五天 韩家抓了萧道成 后面的事 学子们便不太清楚了 他们只知道 就在韩家把萧道成抓走的当晚 韩氏家族的多处府地 莫名其妙地起了大祸 盛极一时的韩氏 竟是在一夜之间死伤殆尽 而这 仅仅只是开始 一个月内 韩氏的几个姻亲家族 竟都受到了 属地地下势力的攻击 一夕之间 通通败家破产 属地的各大世家盘根错锁 因此 这事一出 成都震动了 就在十几个世家站出 准备对罪魁祸首 萧道成出手时 驻守成都的将军 谭征出面了 他带着几千汉兵强将 替萧道成 向这些世家挨家挨户地上门道歉 谭征这一出面 那些世家还敢说什么 原来嚣张至极的 全都变成了 瑟瑟发抖的安蠢 不知不觉中 成都成了大将军 谭征的地盘 而萧道成 则还是一如既往的 温文尔雅 除了整个成都的地下势力 都奉他为主 便是谭征 也与他称兄道弟 很多时候 都对萧道成 极为信服 也是这一天 萧道成 听到了南洋将有盛会 而那盛会 是关姬夫人的消息 于是 他向书院的长山 告了一个假 带了几百号人 浩浩荡荡地 朝着南洋出发了 姬斯的肚子很大了 就是这一个月里 他就会生产了 从来 女人产子 都是在鬼门关上 走上一圈 再加上 这个时代 世人酷性鬼神 为了让姬斯 能够平安生产 南洋的宅子里 不但请来两个大夫 还有三个吻婆 随时待命 便是这样 谭之锐还是不放心 他还叫来一百个 酒精沙场 手中不知有过 多少人命的君族 让他们充当不屈 守在姬斯四周 世人相信 这种手上 沾过血的君族 那身上的煞气 是能够令鬼神 去而远之的 谭之锐做事时 一般不必开姬斯 因为他知道 越是这种聪明的女人 越是喜欢多想 而他这样做 也确确实实 安了姬斯的心 现在 他除了特别希望 见到谢狼外 便没有太多的担忧 转眼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这一天 谢狼进入南洋庆内了 这时 已经进入冬季 昨天晚上 还下了一场雪 虽然谢狼 很想像以前一样 日夜兼程 可经过那次 北魏之行后 他的身子骨 真不行了 再加上 前不久的 牢狱之灾 使得他根本 耐不住动 也经不起 太长时间的颠簸 因此 明明知道 急行五天 就可以进入 南洋城中 可谢狼壳的厉害 队伍便一到傍晚 就停下来扎营 营帐扎好半个时辰后 后面又出现了一支车队 转眼 那支车队看到谢狼众人 连忙靠了上来 温国医生后 就在旁边一道扎了营 两个车队 两个车队的人数都不多 彼此之间靠得很近 谢狼在火堆旁坐好时 谢广大步走了过来 他端来一盅姜汤 对着谢狼 低声说道 郎君 喝一点 暖暖暖胃吧 谢狼咳嗽了两声 伸手接过姜汤 他虽戴了纱帽 可一举一动 优美无比 引得旁边的那支队伍 频频看来 就在谢狼低头喝姜汤时 那一支队伍中 也传来了议论声 最近老是看到有人 往咱南洋跑 你不知道吗 那鸡月到南洋了 最后这人话一出口 伺下哗声一片 听到他们肆无忌惮地 谈论着姜汤的长相性情 谢狼醋了醋眉 这时 一个士族郎君说道 姜汤也就罢了 我是真不明白 谢十八 以他堂堂 臣君谢氏之尊 怎么能为了保住性命 便连门帝也气了 这郎君说过后 马上有人感慨地说道 是啊 如果换作是我 宁可高傲地死去 也不要这样苟活于世 这两人的议论中 也有人在旁说道 那些名士 不都这样 他们把生当成死 把门帝视作无物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人话一出 先头开口的士族郎君 马上冷声说道 哼 说得好听 依我看呐 谢十八 那是有了姬氏后 他舍不得死咯 听到这里 谢狼咳嗽起来 一侧 谢广见到他咳得甚急 在旁狠声说道 那两人不理解郎君 便在那里胡说八道 谢狼咳嗽烧瓶 拿出手帕 试了试唇后 却是轻声笑道 他们没有说错 我确实是因为有了阿四后 便舍不得死了 他看着那跳跃的火焰 慢慢诱导 数百年间 因才高 而被皇室所杀的 史家子 不知多少 可唯有我一人 用这种方法 保全了性命 有人讥笑 也是理所当然 夜风中 谢狼平静地 看着那跳动的火焰 却是想到 死 是世间最容易的事 可我要是死了 阿四怎么办 我们的孩儿 怎么办 想着想着 谢狼又是低头咳了起来 因谢广等人 有意疏远 那一个队伍 几次套近乎都没成功 第二天一大早 两支车队便起了城 就在驶到中午时 突然 前方一队骑士 急驰而来 远远看到 谢狼一行人 那几个骑士发出了一声欢呼 他们冲到谢狼面前 翻身下马 兴奋地说道 谢家狼君可在 我家大人姓谭 原来是谭之锐的不去 谢狼掀开车帘 谢狼笑道 你们为我而来 正是 几个骑士围上谢狼 其中一人 递出一封信给谢狼后 笑呵呵地说道 恭喜谢家狼君 七天前 你的夫人 给你生了个麒麟儿 孩子中六斤九两 母子均安 几乎是这骑士声音一落 谢广等人 便欢喜得低窍出声 谢狼深吸了一口气后 撕开信封的手 物质有点颤抖 他低着头 忍着眼眶传来的色意 一目十行地 看起信来 信上 谭之锐的手书 内容和那骑士说的一样 谭之锐还在信上说 鸡寺生产 甚是顺利 孩子也长得很好 他还说 谢狼要是再赶不来 他就要给谢狼的儿子 取名字了 谭之锐说 为了那个名字 他翻了好几天的书 觉得 号字 非常好 把信看完后 谢狼抬起头来 他把信折好 放入怀中 微笑道 呵呵 多谢了 转眼 又耐心地询问起 谭之锐和鸡寺的一应事宜 谢广骑着马 不紧不慢地跟着 他总觉得 今天狼君挺有点啰嗦的 而且记忆力也不太好 有些话 明明一开始问起 到了后面 又会再问一遍 不说谢狼的激动 这一边 鸡寺的生产 确实挺顺利的 据一个吻婆所言 他所接生的贵妇中 少有如鸡寺 生得这么快的 不过 鸡寺自从怀孕后 便一直四下奔波 甚至还由南从北地走了半圈 比起那些怀了孩子便卧床不起 在花园里走动两步 也有婢女扶着的贵妇们 她的产套 开得快 那是很自然的事 孩子生得顺利 生下后体重也不轻 生下来虽然红红皱皱的 可过了几天 就白白嫩嫩的了 谭之锐看了看 非要说 这孩子长得就像谢狼 包了个壳似的 对于谭之锐的话 鸡寺颇不以为然 他就觉得 这么小根本看不出什么来 为了鸡寺生产 谭之锐一到南洋 还利用他士族的特权 和他广泛的人脉 几乎把南洋的地下室里 都卤了一个遍 现在孩子生下来了 警报解除 一时之间 南洋人直觉地松了一口气 谢狼抵达时 已经是第六天深夜 他是用陈骏谢氏的令牌 迫得城门离开的城门 然后赶到宅院时 已经到了子夜 谢广等人喊开大门后 谢狼已经迫不及待地 朝着祭祀的院落走去 当他来到祭祀的厢房时 母子两人围在一起 睡得正香 透过窗外燃烧的火把光 谢狼低头看了 好梦正憨的母子俩一会儿 在榻旁坐了下来 他低着头 一顺不顺地 看着他白白嫩嫩 睡梦中不时 损着小嘴 吐着泡泡的儿子 看了一会儿后 他转过头 看向了鸡四 对上明显消瘦了 脸色也蜡黄着 睡梦中 眉头也是深醋的鸡四 谢狼不知怎么的 眼中竟是一色 他抬头 看向窗外 望着外面 铺泻在天体间的明月 谢狼生平第一次 感到了一种圆满 这种圆满 与他被定为家族 继承人时不同 被世人第一次 称作明氏时不同 这是生平第一次 他竟是体会到了 平安喜乐 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看了母子俩多久 谢狼才转身离开 半个时辰后 沐浴更衣吧 恢复了风度翩翩的谢狼 再次来到了房中 继继续坐在榻旁 盯着他的妻儿 鸡四一直睡到日上中天 才醒来 因为谭之锐 对他的保护甚是周密 也给孩子备了两个奶母 所以鸡四一觉醒来 发现身边孩子不见了 那是一点都不慌乱 他慢悠悠地 把自己打理干净后 估摸着谢狼快到了 还换了一身紫色的胡装 换胡装时 他低头朝自己 鼓鼓的肚皮按了按 郁闷了一会儿 才提步走了出去 这时的产妇坐月 虽没有后事那么讲究 可进风还是一定的 鸡四遮得严严实实的 一出厢房 便听到不远处的厢房中 传来孩子的哭声 他连忙走了过去 来到书房外 鸡四一眼看去 竟是呆住了 只见书房中 谢狼正手脚僵硬地 抱着孩子哄着 谭之锐在一边直摇头 不停地纠正 他动作间的错误 突然地 鸡四泪水滚滚而下 他不想让人看到 自己的失态 连忙返回厢房 在他的身后 谭之锐 那含着笑意的声音 传了来 这一下 你谢狼 算是给士族们 出了一条生路 我想着 以后如果有人 再遇到你这种情况 估计像狼牙王十二那样 把家族看得 比天还大的人 也会舍得脱离门地 贬低为数了 后面 谢狼那 慈臣的声音 传了来 你这话说错了 在谭之锐不解的追问中 谢狼说道 皇帝如果 要杀某个士族子 岂是那人 自贬出门地 就能避免的 这一次 我能够成事 主要是阿四 在这里牵制着 皇帝惧怕阿四 杜翔被他闹个鱼死网破 这才不得不妥协 转眼 谢狼傲然的声音传了来 天下间 不会再有第二个阿四 所以啊 我这样的例子 也不会有第二次了 听到谢狼这话 谭之锐的冷笑声传了来 却是选拨起夫人来了 他这话一出 谢狼失笑出声 听着书房中 谢狼那滴滴沉沉 愉悦不已的笑声 鸡丝明明在流泪的 可把门一眼 却忍不住 唇角一翘 跟着笑了起来 萧道成 因走得迟了些 离南洋 好有一半路程时 大雪封路 寒冬已至 令得他们一行人 不得不就此安顿下来 这一安顿 便一直安顿到了 第二年春天 雨雪融化 大地回春 才可以动身 如此 萧道成一行人 来到南洋境内时 已经是二月底了 今年的春天来得早 二月底的时节 也是暖春徐徐 萧道成 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皱了皱眉 向着抓来的 一个本地人问道 平素时候 这里也是这么热闹吗 那本地人 马上摇了摇头说 没有没有 以往根本没有这么热闹 萧道成点了点头 他手一挥 是一个瘦小如猴 名字也叫川猴子的属下去问话 不一会儿 川猴子过来了 他高兴地说道 小狼 咱们这次 算是碰上大热闹了 大热闹 萧道成一争 川猴子笑嘻嘻说道 是啊是啊 遇上大热闹了 据说是北魏皇帝 欲驾清抵雍州了 南阳郡正是隶属雍州 要知道雍州也罢 南阳郡也罢 虽是十分靠近北魏 却还是隶属留纹 现在这是什么缘故 那北魏皇帝竟然亲自跑到雍州来了 见到萧道成争愣 川猴子说道 小狼是不是担心会有战事 你放心了 那北魏皇帝亲口说了 他这次前来雍州 不过是想与故人见面 不是来打仗的 说到这里川猴子凑了上来 好奇地说道 哎 小狼你说咱们的皇帝 要是知道北魏皇帝来了雍州 他自个儿会不会也来凑这份热闹 萧道成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他看了川猴子一眼 说道 想这么多干什么 我们人都到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到时候都可以看到 川猴子连声说 是级是级 反正到时候咱们都可以看到 又经过了几天的跋涉后 萧道成一行人终于进入了南阳城 南阳也是一座在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大城 这座城池是汉官五帝留秀的发际地 出过范梨 出过伊盛张仲景 出过诸葛亮 至今还有出自南阳的大家族 在天下人赫赫有名 也正因为南阳名气极大 这座城池也见得格外的雄伟 萧道成一行人进去 川猴子便在一旁感慨地嚷道 哎呀 怪不得姐姐选在这里安顿了 这城池可真大呀 川猴子等人实际上都是游侠 他们口里叫着萧道成小狼 实际上讽他为凶 而自然而然的姬四也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姐姐 对于这些人的胡乱嚷嚷 萧道成根本没有在意 自来到这陌生的城池 想马上可以见到一别几年的姐姐后 他便心跳得厉害 手心都是如实一片 自谢郎抵达南阳之后 谭之锐便把事情都交了过去 然后当天下午 他便告辞离去 可让谢郎夫妇没想到的是 他头天告辞离去 走不了两天 居然又回来了 而他一回来 便告诉谢郎两人 说是北魏皇帝拓拔韬 已经知道他们夫妇出现在南阳 于是他当下记下了一道圣旨 号令北魏的道门中人 与姬月会上一会 本来他不下圣旨 那些道门也对姬月颇有意义 这圣旨一下 那简直就是群情激愤了 拓拔韬下了那道圣旨后 还是颇为不敢 他这是真的不敢 因为这一对夫妇 女的隐姓埋名 凭着过人的姿色 把他迷得七魂八宿后 逃之遥遥 难得则把他的国家 搅了个乱七八糟 这拓拔韬本来就是个 冲突任性的人 他这心里窝了火 不发出去实在不敢 于是他思来想去 决定亲自跑一趟 当然了 他这一次难行 也没想着要把刘宋开战 他就是想与那两人见上一面 要置之好让他们心里安生 拓拔韬来了 这南央城的热闹 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谭之锐回返 是因为他担心血狼人手不足 想助他一臂之力 与谭之锐有相同想法的 还有不少的南朝人 因为这些南朝人 朝着南阳蜂拥而来 一个个大意凛然地前来助阵 再加上南阳毕竟是在 流宋地盘上 基斯与众人商议过后 又得到崔玄帝来的那股消息 觉得这次事情虽然闹得大 可性命应该是无忧的 于是处于漩涡中心的夫妇两人 也打消了离开南阳的主意 道德正担过后 知道谭之锐就在南阳的 布柳姑市的女将军 也朝着这边赶来了 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 谢广在那里感慨连连地说道 这世间真是得罪谁都行 就是不能得罪女人和小人哪 他话音一落 基斯便回过头向他瞟了一眼 当即谢广打了个寒颤 倒是一测 谢竟在那里连忙说道 阿广这话并没有说错 想当初我家郎君 不就是得罪了女原贤 才导致了这次的牢狱之灾吗 这事儿基斯听谢郎说过 当时谢郎在退下家族 继承人位置不久 便因为要处理一些事 离开了健康 那些年里 谢郎经常这样外出 当时也魂不在意 他没有想到 当他的船只驶到中途时 居然掉入了包围圈 而那包围他的人 正是原贤为首 发现原贤等人后 谢郎准备下令突围 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自己和布区的饮食中 早就被人下了药 原来 陈俊谢氏的一个保守派 把他的消息出卖给原贤了 当然了 也正是因为这些保守派的出卖 让谢郎感到 家族因为他的事 而出现了民心涣散 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分宗 得到谢郎的行踪后 原贤设计抓了一个传宫的妻儿父母 逼迫其给谢郎等人下药 那外交迫中 当时谢郎已经被药物害的战都站不起来了 见谢郎只能坐着 原贤欣喜莫名 他冲了过来 挥手示意众人退后 当时谢静等人隔得远 他们只是看到 原贤跪在谢郎面前 抓着他的衣袖 苦苦哀求着什么 求着求着 原贤还浮在谢郎膝头 痛哭流涕 可谢郎一直冷着一张脸 当时原贤哭得那么厉害 他也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 后来他说了几句话 就是那几句话 领得原贤机遇癫狂 再然后 他仰天狂笑一阵后 便脸一沉 叫人上前拿下他们 谢管后来说过 当时原贤让人带走谢郎时 已是恨谢郎入骨的模样 也就是说 当时原贤对谢郎对手 留宋皇帝其实并不知情 不过原贤把谢郎绑过去后 皇帝也是喜出望外的 萧道成一行人进入南阳城 还在东张西望 突然的前面人声喧哗 热闹中 无数行人正朝着北城门的方向涌去 川猴子不等萧道成吩咐 翻身跳下马背 冲入了人群中 不一会儿他过来了 朝着萧道成兴奋地叫道 小狼小狼 咱来南阳的时机太对了 你说那些人干什么去 他们去看北魏皇帝了 萧道成已经急忙问道 北魏皇帝来南阳了 川猴子说道 是啊是啊 那些人是这样说的 他们还说 谢郎和姬月 已经打开城门去迎接了 转眼 川猴子又叫道 小狼 咱们赶紧走啊 再迟啊 就赶不上了 萧道成连忙点头 于是一行人汇入人流中 朝着北城门的方向涌去 半个时辰后 萧道成一行人 已经来到了北城门 萧道成来到北城门时 一眼看到的 便是北城门外 那旗帜高举 车马林立的队伍 仔细看去 那队伍人数不多 约摸 只有一两千的样子 可这一两千 通通是强兵汉将 而北魏的这些汉将 那任何一个 潜人徒 万人杀 都是浑身血腥 杀戮之气 流泄于外 便是以萧道成之力 在面对这些 与南朝人完全不同的 北魏强将士 也不由地指了步 也因着这一点 大多数南洋人 都退后了几百步 只剩下一些 胆色罪状的人 在北城门内外 闲散站着 就在这时 萧道成的身后 有人大声地叫道 快看 姬夫人来了 姬夫人这名号一出 所有人都齐刷刷 回头看去 萧道成也一颤 转眼 她俊脸帐红 无比激动地 跟着转头看去 却见后方的街道上 正不疾不虚地 驶来几个骑士 并骑走在前面的 是两个青年郎君 其中一个高冠博代 白衣当风 风度无人能比 自然就是谢郎了 而在谢郎的右侧 那个骑士 他一袭悬衣 玉棺树发 面容角立 黑白分明的双眼中 有一种冷冽的寒光 偏又带上了几分慵懒 可不正是姬月 所有的南洋人都知道 姬月就是姬氏 那就是姬夫人 所有前来南洋的道门中人 各地的游人 也都听过 有鬼神莫测之术 才能足以 与北魏国师 口签之相比间的 南朝准国师姬月 原是富人般的 可是他们知道是知道 听过是听过 可现在看到南庄打扮 比一般的士族郎君 还要显得风流凛冽的姬月时 却无法想象到 眼前这样一个郎君 居然会是女儿家 陡然的安静过后 四周滑声大作 喧哗声中 有不少士族郎君 跳了出来 朝着姬月喊去 他们扯着嗓子 询问她是不是 一个妇人 要求姬月开口 给出一个答案 这些人闹得起劲 可他们却也不想 这是什么场合 城门外部远处 拓跋涛的人马 正在等着 这时的姬月 哪有功夫理会 他们这些仙人 就在这些人的叫嚣声中 策马缓刑的姬月 终是眉头醋了醋 她慢慢转过头 黑白分明的双眼 带了几分不耐 也带了几分冷意的 朝那些人瞟了一眼后 姬月转回了头 再然后 她和谢郎的坐骑 同时加速 在众部区的 簇拥下 出了北城门 朝着北魏皇帝的 营帐驶去 南阳城内的士族 在接收到姬月的冷眼后 先是安静了一会儿 转眼 这些人喧哗起来 萧岛城一不小心 便听到有几个士族 在那里说道 那那姬月 当真是个妇人啊 这这不可能啊 不可能 我身边许多小狼 都比这姬月脂粉其重 你们懂什么呀 姬氏就是姬月的消息 传出之日 整个健康的士族 都疯狂了 他们都想染指这个 看起来很高傲 很不可一世 很神仙的姬月呢 别说他们了 本郎君刚才对上姬月的目光 虽然冷了一下 可一想到她居然是个妇人 也很想把她压在身下呢 哈哈哈哈 即是即是 听着这些越来越刺耳的议论声 萧道成薄纯一敏 双手拳头越握越紧 远远望到姬氏和谢郎 连妹而来 北魏这边的上前君族 安静了一下 这时 上前人都朝着谢郎和姬氏看来 打开的城门内 众南朝士族的畏畏缩缩 越发显得这连妹走来的两人 气度从容 特别是 谢郎是个穿衣险瘦的提醒 这次坐了牢后 人也真瘦了不少 至于祭祀 就更不用说了 这样两个典型的瘦弱 南朝美南 这般完全无视杀气 闲庭圣步 把这煞气弥漫之地 当成自家后花园的架势 终于让这些北魏君族 不再朝着南洋城里 指指点点 嘲笑不休了 转眼 谢郎一行人 侧着马 走出了几百步 望了一眼前面的营帐 谢郎笑了笑 就在这时 他听到姬氏说道 阿郎 我刚才好像看到阿道了 萧道成 谢郎回过头 待会儿回去 就派人去查 好 姬氏开心地应到这里 抬头看着几千步外的 北魏皇宫营帐 又到 这北魏皇帝 败出这么大的架势 我们有这么少的人 他真的不会对我们动手吗 谢郎笑了笑 他悠然地看着前方 徐徐说道 我谢郎被南朝皇帝 猜忌到这个地步 都成废弃了 这一生 是看来不会被南朝皇帝 所用了 这样的人 杀来何意啊 两人说话之际 离拓拔韬的营帐 也越来越近 因随御驾前来 北魏这些人 虽然不多 可其中的身份高贵者 着实不少 如拓拔韬 营帐的前方左侧 零零散散 站着的武将宗室中 便有曾经到健康 出示过的拓拔带等人 而右侧站着的文官 多数是北地士族 与姬四和谢郎 打过交道的卢衡 和那姓柳的郎君 也在其中 不过 崔玄倒是不再激烈 看到姬四和谢郎过来 这些人闲闲散散地站着 一个个或含着笑 或带着嘲讽 或言有杀气地望来 姬四两人又走了几百步 几个太监拦在了前面 监生说道 可是谢家郎君和姬夫人 我国陛下就在前面 还请两位下马见驾 面见一国之君 下马参见 也是应有的礼数 当下两人翻身下马 带着步驱朝着北魏大营走去 就在这时 那些北魏官员中 走出了一人 这人身量高大 长相俊秀 可不正是卢衡 身着官服的卢衡 快步走了来 来到几个太监面前后 他转身低语了几句 当下那几个太监退了下去 再然后卢衡转头 看向两人 朝着姬寺 神色复杂地盯了一眼 他紧走两步 来到两人身前 卢衡先是朝着谢郎 行了一礼 谢过他以前的救命之恩后 再朝着两人轻声说道 拓跋韬 与你们南朝皇帝不同 还是挺守承诺的 他先前说过 不会找你们的麻烦 只是想与你们见上一面 那就是定然做得到的 所以你们可以放松一些 却原来 刘宋皇帝说话不算数的名声 却是传到了北魏了 他好心前来提醒 谢郎连忙谢过 这时卢衡又看向姬寺 说道 前两年 我与陛下闲聊时 还跟他说过 刘宋有个姬小姑 急事出众 若在我北魏 众人见了 定会以为是陛下的亲姐妹 当时陛下听了这话 还饶有兴趣的 直说要找人把姬夫人 带到北魏来当公主 说到这里 卢衡苦笑脸脸 我没有想到啊 去年两位会闹出那么大的风波 前不久 陛下知道他曾经措施的美人 宣元雅 就是姬夫人士 把我叫入宫中 骂了一顿 削了一级的官位 后来知道宣元雅 同时也是姬月氏 更是把我与崔璇一顿好骂 幸好这后一件事上 有眼无珠的并不止我两人 不然呢 就不止是这么一顿骂了 说这些话时 卢衡并不避开那些太监 只是目送着两人快到公帐时 卢衡突然在姬寺身后 滴滴说了一句 夫人提醒之恩 卢翠柳三家莫持难忘 夫人尽管放心 有我三家在 这次北魏的道门 兴不其他了 说完这一句话后 卢衡便向后退去 他一直退一直退 直退出二三十步后 才慢慢抬起头 神色复杂地 看向了姬寺 当年他是第一个 看中了姬寺的潜力的 虽然姬寺拒绝了他的求婚 可随后不久 由姬寺牵线的犯查之事 给他和他的家族 实实在在带来了庞大的利益 今年 在知道姬寺居然还是 南朝国师姬月后 家族中有不少人 说他错失美欲 当时家族的人 这么说时 卢衡并不以为然 毕竟时间隔得太久 他早就忘记了 曾经对姬寺的 那一刹那心动 直到现在 再见到姬寺 已经与 不六姑式的女郎成了亲 并且在今年 生了一个儿子的卢衡 再见到同样 为人父为人母的姬寺时 不知怎么的 一种深深的 无法形容的怅染 涌上了心头 卢衡的身侧 那圆脸柳狼 在目送着姬寺和谢郎 踏入营帐后 低声说道 翠环衡都到了附近 却不肯来见这两人一面 只怕 也是心情太复杂 转眼 他又说道 唉 我冷眼瞅着姬月 实在无法想象 他与那姬小姑 是同一个人 一侧 卢衡点了点头 这一边 姬寺和谢郎 慢慢步入了营帐 营帐中 拓跋涛单膝前驱 手扶着下巴 坐在主位上 目光如鹰雾一样 朝两人望来 而在拓跋涛的左右两侧 还站着两排文武官员 姬寺和谢郎走来时 拓跋涛慢慢直起了腰 他笔直地坐好后 双手在膝盖上一放 物资目光锐利地 朝着两人看去 盯着谢郎看了一会儿后 拓跋涛又盯向了姬月 拓跋涛盯得有点紧 直到两人行过礼后 站了起来 他才声音雄壮地开了口 你就是谢郎 谢郎行了一礼 说 正是 拓跋涛盯着他不放 过了一会儿 他开口说道 听说 你们皇帝很想杀你 那老小子可真是无能 叫嚣了这么多回 直到现在 还让你活蹦乱跳的 这一下 谢郎也不知如何回话了 于是 他只好苦笑 这时拓跋涛转头 看向了姬寺 朝着姬寺看了一会儿 拓跋涛说道 他们都说你是个妇人 可我看你这样子 好似比你们南地的大多数士族 都要有风度啊 姬寺还没回话 拓跋涛涛又道 他们还说 你就是我那女人 轩辕雅 这事儿 还有点玄乎呢 我在宫中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 就觉得 被你这个妇人 羞辱了 这话就一定也不客气了 一时之间 大殿中变得安静至极 过了一会儿 急死徐徐说道 即使扮成丈夫这么多年 不但瞒过了天下人 还瞒过了你们北魏的国师 所以陛下认不出 那是寻常事 他话一落 拓跋涛立马眯起了双眼 他声音沉沉地说道 这么说来 你承认你就是玄元雅了 姬寺垛眸 他轻声说道 世上只有姬寺 只有姬月 从来没有玄元雅 姬寺这话一出 拓跋涛便是一阵放声大笑 他的笑声实在是煞气颇重 一时之间 营帐中的众人越发安静了 过了一会儿 拓跋涛说道 难怪当日你谎言连篇 一会儿这个理由 一会儿那个理由 一说到这里 他又道 你现在的模样 与去年不大相同 也是易了容吧 来人啊 帮姬夫人喜去易容 拓跋涛声音一落 便有几个太监 端着水盆等屋 走了过来 看他们的样子 只怕是早有准备了 姬寺也不多说什么 随着太监们 进了一侧的围杖后 再出来时 他虽然依然是男装玄袍 可面目 已经是他自己本来的面目 妻子的面目 本是极为出色 再加上他新缠不久 眉眼间还带了几分母性的温柔宁静 几分被谢郎照顾的颇好后 才有的慵懒 顿时 营帐里的北魏人都齐齐看来 拓跋涛更是施了一会儿神 转眼 拓跋涛恢复了清明 他声音浑沉地诱导 这些年来 朕还不曾像挂念你两人一样 挂念过第三个人 这句话实在杀气太重 一时之间 营帐中的众人 连美人都不顾地看了 低下头去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于绝对的安静中 拓跋涛慢慢向后靠去 他那双鹰鹿一样的眼 雾字盯向了姬寺和谢郎 又不知过了多久 拓跋涛转向谢郎说道 你们汉人经常说 各为其主而已 去年的事 你们是为了留宋 这一点 朕并不怪你 相反 朕还一直觉得 你才智高绝 恨不能为朕所用 说到这里 拓跋涛笑道 哈哈 不说别的 便是那卢紫游 他听了你的话 到我北魏做官 又在去年 按照你的安排 连上几道奏折 领得朕做了糊涂事 今年 他更在朕知道真相 准备发作时 不见了踪影 谢郎啊 你每一步都算在朕的前面 朕很佩服 朕这个人 并不算绝顶聪明 所以特别敬重像你这样的聪明人 本来朕想过逮到了轩原雅 必要给他个教训 后来知道他是你的夫人后 朕就决定放他一马了 能再见到祭祀这样的美貌后 这拓跋涛还毫不犹豫地说出 放他一马 不再追究的话 一时之间 拓跋涛的臣子们看向他时 那目光中都添了几分尊敬和快味 拓跋涛把重臣的表现收入眼底 他伸手在脸颊上挠了两下 突然问道 谢郎 你们两人总是说 你们现在的留宋皇帝英明 你且说说 朕与他相比 谁更大赌一些 谢郎寻思一会儿 徐徐说道 哈 放旷爽朗 我南朝皇帝 不如陛下你 拓跋涛文言 放声大笑起来 笑过一阵之后 拓跋涛骚了骚下巴 嘿嘿说道 哈哈 其实 朕也懂一些 你们汉人的疾风 刚才这话 是话中有话吧 他也无意追究 说道 谢郎啊 你因才高而被你们留宋皇帝 数次追杀 朕虽是胡人 自以为宽宏雅亮 还在你汉人皇帝之上 朕若是愿意重用于你 你可愿意带着你的夫人 随朕移到前往北位啊 说到这里 马上又到 十八郎若是愿意前来北位 朕可以许你一个 正一品的官位 拓跋涛说出这番话后 盯着谢郎 顺也不顺 谢郎摇头 他微笑道 多谢陛下 美意 不过 谢郎实在是厌倦了 尘世间的风风雨雨 如今 只想守着妻儿 做个富贵贤人 谢郎的回答 自是在 拓跋涛的意料之内 事实上 他之所以开这个口 也是想让天下人知道 留宋皇帝 容不下的谢十八 我北位皇帝 不但容得下 还求贤若渴 他还想让天下人知道 北位皇帝被谢十八算计了 不但没有恨他 反而对其人的才智 产生了敬意 甚至愿意因他 而赦免其其的过错 有所谓千金买马 往年 拓跋涛便是 凭着这样的行为 领得崔氏 卢氏 柳氏 等中原大族死心塌地 为其所用 现在也是如此啊 对拓跋涛来说 他千里迢迢 兴师动众前来 就是为了说出这番话 要不是他去年 贸然杀了太子 让陈明寒了心 光凭今日这番对话 他北位皇帝 在人民的心中 就妥妥地 比南朝皇帝 要英明得多 当下 被蟹狼拒绝了的 拓跋涛 长叹一声 极是惋惜地说道 唉 蟹狼这样的人才 要是放旷山林 那就 太可惜了 话是这样说 他的表情中 却没有半点可惜的样子 说到这里 拓跋涛站了起来 他声音雄壮地喝道 来人 上酒 这难得与谢十八郎 相聚一次 今日不醉不归 拓跋涛声音一落 宫女们端着酒中 游冠而出 看到拓跋涛 自说了那句 不会找祭祀的注意后 便一直对祭祀 视若无睹 这种定力 这种果断 让谢郎暗暗想到 这北位皇帝 虽有着致命的弱点 可他也有着英明君主的太多优点 酒上来了 宫女们弹起了壶琵琶 拓跋涛下令 让卢恒等北地高门的狼军进来 陪谢郎喝酒 有了这些人的加入 王丈珠当时热气腾腾 笑声振振 煞是热闹 卢恒几人进来时 看到露出真容的鸡翠时 都是一争 几年时间过去了 祭祀的美貌 远不是当年能比 偏他又做男子打扮 眼神也冷 这般一词一雄的 还真是平生仅见 不过 很快 众人便收敛了心神 与谢郎敬其酒来 与酒一微醺中 拓跋涛眯着眼睛 朝谢郎瞅了一眼 狠狠地说道 去年 谢郎那一把 真把朕折磨得够呛啊 有所谓 来而不往非离也 朕后来查清此事 便把消息 透露给了你们南朝皇帝 听说 你们夫妇逼着南朝皇帝 给了你们免死金牌 这是不是真的 这一件事还发生不久 在场的北魏人猪 颇有一些还不知情 听到这样的消息 一个个都转着头 向谢郎看来 对上他们的目光 谢郎微微汗手 说道 陛下说得不错 转眼 他又说道 我现在 已与陈郡谢氏 敌之分宗 陛下以后 直呼我名字吧 谢郎分宗两次一出 四下嗡嗡声大作 拓跋涛虽是胡人 却也很是明白 这些汉人士族 对自己身份的归属感 他打量着 犹如自残肢体的谢郎 诧异地问道 你竟然舍得 谢郎自是不舍得 火光下 他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他转头 看向了鸡四 他这一眼 笑意流荡 与温柔底 有着无尽的满足和自得 众人早就猜到 他是为了姬氏 不用为他担惊受怕 而放弃身份 可直到看到他这个眼神 才明白 这个不可一世的风流郎 对姬氏放了多少情意上去 拓跋涛看着这一对抗力半赏 转眼哈哈大笑起来 一边笑 一边大声叫道 来人拿笔墨来 在众人的争论中 太监拿来了纸笔 拓跋涛头也不悔地说道 既然南朝皇帝 给了谢郎一块免子金牌 那朕也给谢郎一道圣旨 嗯就说 朕许他随时出入陈郡阳下 便是想在阳下居住也成 谢郎不可能再被南朝皇帝所用 也就对北魏没了威胁 拓跋涛索性给他这道旨意 向世人展示 他对谢郎这个对手的宽宏大量 果不其然 谢郎听到随时可以回去祖地 不由大喜过望 他站起来 向着拓跋涛 审而众之地失了一礼 接下来 谢郎与众人唱饮一番后 拓跋涛弹壶琵琶时 他主动弹琴 为其伴奏 这一番隐乐 一直到深夜才罢休 谢郎和姬寺没有离开 而是进了拓跋涛安排的营帐休息 夫妇两人回到营帐后 便挥退了宫壁 这时 营帐中凉风袭袭 喝多了酒 带着点醉意的谢郎走了过来 从后面搂住了姬寺 他双臂微缩 轻轻搂紧后 谢郎把脸在姬寺后颈上蹭了蹭 带着醉意 低声说道 阿四 我回来后 是不是忘记对你说 此番 对你不住 让你受惊了 姬寺嘴角擒着笑 声音微哑地说道 嗯 不过不要紧 在你拿到那块免子金牌后 就什么都不要紧了 谢郎听到他这句话 不由得滴滴笑了起来 笑了一阵 他在他耳边说道 我在牢里 达到两个月时 那原始找到我 说 根据他所得 阿四 可能已有身孕 那么一刻 我真心如刀绞 也是那时 我便下定了决心 这次若能得火 我别的都不要了 只求能与妻儿 逍遥此生 姬寺听到这里 眼眶红了红 轻轻笑道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说到这里 他闻到 血狼一身的酒气 便又知道 自己说了废话 敏着唇笑了起来 血狼酒一上头 还在那里 低声说道 其实 现在的陈军谢氏 并不需要一个 名震天下的谢氏吧 更不需要 一个才智超群的继承人 这是谢狼清醒时 不会对姬寺说的话 这时刻 他嘟囔着说出来 多多少少 带着一种 无法言说的委屈 和落寞 在祭祀的沉默中 谢狼牙声又道 家族中有人说 继承人 做到狼牙王十二那样 就已经够了 甚至还多了 连狼牙王十二都多了 那冥王才智 还在王十二之上的写十八 岂不是更多余了 说到这里 谢狼慢慢地把脸 埋进了姬寺的井间 不一会儿 他的后颈 一片如是 姬寺一动不动地站着 过了一会儿 他低哑地说道 可你的家族错了 这样 朝中没有高官 自家子弟也不能太杰出 如此下去 岂不是 没落可期 他的声音落下后 好一会儿 谢狼才声音嘶哑地说道 我知道 可我胡能为力啊 两人这样搂抱着站了一会儿 谢狼轻声又道 阿四啊 我在牢中 每每想到你怀着孩儿 孤独无助的样子 我就恨自己 现在这样 至少你我是圆满了 姬寺轻轻地摁了一声 他慢慢转头 双手捧起谢狼的脸 他吻上了他的唇 舔到他唇间的咸味 他还深深地探入他口腔深处 吸吻着他的舌 谢狼这时久易微醺 他一动也不动 便站在那里 任由姬寺诗围 不一会儿功夫 他们开始喘息 第二天 姬寺在一阵铿腔动听的 胡琵琶声中苏醒过来 梳洗过后 姬寺和昨天一样 穿着男伤 带着玉冠 做着典型的男子打扮 只是他的脸洗得干干净净 与姬月时差别很大 谢狼一大早 便被卢衡叫去了 姬寺走出时 远远便看到前方的营帐中 一个汉人郎君 正在弹着胡琵琶 而不六姑氏的那位女将军 正穿着胡装胡裤 在那里舞剑 四周围观的将军们 不停地高声叫好 看着一番热闹的一幕 姬寺缓步走来 这时 那柳姓郎君看到了姬寺 他大步走了过来 对上阳光下的姬寺 看了一会儿后 柳家郎君笑眯眯地说 哼 你可真能睡 太阳都挂上树梢了 姬寺闲闲一笑 他私下瞟了一眼 说道 你们陛下有没有说 会在这里停留几日 柳家郎君的娃娃脸上 戴上了一抹不高兴 他说 怎么 姬夫人这就感人了 转眼他还是回答道 唉 这里毕竟是刘宋的地盘 眼看着北帝和南朝的三教九流 都要过来了 到时候 要是有个二愣子前来行刺 那就让人不快了 所以姬夫人尽管放心 我们哪 很快就会离开了 她看到姬寺 盯向那五件的不六姑氏 好奇地说道 你们认识啊 啊 认识 姬夫笑了笑 徐徐说 他曾经骑袭过广陵郡 被我坏了事 说到这里 姬夫问道 不知这位女将军 嫁人了没有 嫁了 柳家郎君颇为随意地说 嫁给了卢衡 还生了孩子呢 诶 这女子不是痴恋着谭之瑞吗 突然的 姬寺竟是有点为卢衡惋惜起来 柳家郎君也不知是不是看出了姬寺的想法 当下他漫不经心地笑道 哼 你在担心什么 咱们这些士族啊 与这些胡人权贵的联姻 那可是纯粹就是联姻 这些胡女啊 有许多个连汉话都听不懂 咱们呢 也是能不学鲜卑语便不会去学鲜卑语 胡女姓烈通常不许丈夫纳妾 可就算没有别的女人隔着 夫妇之间也通常是一月两月地说不了几句话 要说感情 那可是完全没有的 说到这里 柳家郎君冲着姬寺笑道 现在你应该能够明白 当初龙衡纳斯知道你姓姬后 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吧 两人说话之际 那一边不柳姑式的剑舞也告一段落 他远远看到姬寺使了一把汗后 手中剑一扔便转过身朝姬寺走来 这些胡人女子 多数腹白高挑 身着胡装胡裤时 显得英姿洒爽 上次在广陵郡时 姬寺虽然听到谭之瑞说过不柳姑式 却没有亲眼见过 现在看来 这不柳姑式身高与姬寺差不多 皮肤白净五官清秀 只是那气质显得有点野 身上并没有书卷气 儒雅贤淑气 这一点与汉人女子完全不同 转眼间 不柳姑式便来到姬寺面前 他朝着柳家郎君瞟了一眼后 不客气地伸手指向姬寺 你走开 我要与他说话 这不柳姑式倒是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 柳家郎君显然也不想跟他打交道 当下他朝姬寺笑了笑 转身大步离开 柳家郎君一走 不柳姑式便向姬寺走近几步 盯了他一会儿 不柳姑式突然说道 他呢 姬寺知道他问的是谭之锐 可在姬寺看来 这不柳姑式连孩子都生了 这样念着旧情人不放 实在不相样 当下他冷冷说道 谭之锐吗 他就在南阳城中 几乎是就在南阳城几个字一出 不柳姑式立刻僵住了 他慢慢转头 朝着南阳城吃望而去 姬寺却是不想看到他这副模样 当下衣袖一甩 大步向前走去 刚走出三四步 不柳姑式便在姬寺身后贺道 不许走 贺庭姬寺后 不柳姑式来到姬寺身后 低声说道 我听人说 坦郎还没有成婚 他为什么还不成婚 听不柳姑式这语气 却仿佛谭之锐之所以不婚 是因为念着他一样 姬寺有点想笑 他负着手也不回答 只是淡淡说道 你知道什么叫名士吗 不等不柳姑式回答 姬寺又道 我这却是废话了 总之 有一句话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谭之锐 他对你 没有半点情谊的 姬寺记忆中 前世时 广陵城破 谭之锐当场自尽 这一世 因有他插手 谭之锐虽然活下来了 可他与不柳姑式之间 依然有着家国之恨 和血海深仇 不说别的 光着不柳姑式 为了个人恩怨 就要回去 广陵城 以成人的性命来看 谭之锐就是肯定不屑的 他姬寺一句 对你没有半点情谊 领得不柳姑式 将在当场后 他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 正好这时 谢郎和卢恒两人 连妹走来 看到他们 不柳姑式 向着姬寺追出的脚步 不得不顿住了 中午时 谢郎夫妇 在拓跋涛一路相送中 进入了北城门 就在夫妇俩 进入北城门的那一刻 拓跋涛也拔营离开了 那浩浩荡荡的烟尘 那不紧不慢的马蹄声 那骏马上矫健的身影 都领得南洋人望了许久 直到姬寺两人回头 南洋城内 还喧哗声大作 众人没有想到 那北魏皇帝 就这么走了 不是说 北魏皇帝 是来和谢郎 积事算账的吗 可现在看来 他们彼此之间 却像是好友一样 处得甚是愉快啊 当场就有人想到 同时身为君主 这位北魏皇帝 虽是胡人 他却能宽谅谢郎 这个敌人 那胸怀气量 远比刘宋的君王要大 目送着 拓跋涛离去后 姬寺两人回过头来 就是这一回头 四周的南洋人 齐刷刷地止了声 他们呆呆地 看着面目大变的姬寺 只过了好一会儿 才有人扯着嗓子叫道 你 你是姬月 也是姬夫人 明明 谢郎带到北魏营帐的 是姬月 这回来时 怎得变了一张脸 回头看向众人 姬寺率先点了点头 他声音轻悦地说道 不错 我就是姬月 也是姬夫人 一句话令得哗声大气后 姬寺从人群中扫过的双眼 突然一宁 人群中 萧道成也眼中含泪地 笑望着姬寺 这时 四下的人群还在向姬寺质疑 姬寺正准备向萧道成示意 让他不要当众与自己相认 突然的 姬寺想到 如果萧道成迟早要走那一条路 有他这样的姐姐和谢郎这样的姐夫 对于萧道成来说 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想到这里 姬寺朝萧道成挥了挥手 温圣换道 阿道 过来 引得众人刷刷刷地 看向了萧道成 对上四周望来的目光 看着那一对 扯其而立 宛如神仙中人的夫妇 突然的 萧道成身后 穿猴子他们激动得满脸痛红 萧道成也没有多想 他见姬寺认出了自己 咧着嘴 红着脸 笑了笑 提步跑了过来 于众目睽睽之下 萧道成只是傻傻地望着姬寺 他摸了摸后脑壳 憨憨笑道 姐姐 我来看你了 几乎是萧道成这憨象一露 已经习惯了他很利的穿猴子众人 嘴都合不拢了 眼睛也瞪大了 姬寺却是习惯了 他含着笑望着萧道成 点了点头后朝着谢郎一指 吩咐道 这你姐夫 萧道成与谢郎见过无数次面 可真正以这样的身份面对面站着 却是第一次 见到萧道成收起笑容 拌起脸 还一脸嫌弃地看向谢郎 姬寺伸手过去 他在他腋下的嫩肉处 狠狠地拧了一圈 薄怒道 还不叫姐夫 萧道成吃痛 想要挣脱 但又担心自己力气太大 伤了姐姐 不由张红着脸僵在那里 他狠狠地瞪了谢郎一会儿后 终是在姬寺第三次 狠狠拧来时 不甘愿地叫道 指夫 谢郎笑了笑 示意谢广上前 从谢广那里 拿过一块玉佩后 谢郎说道 这是我的信物 全坐见面里 因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萧道成随手接过玉佩 便退了下去 就在他退后时 一侧谢广的声音传来 你姐夫在属地 有十几个店铺 另外还有两个庄子 庄子里有良田万亩 这块玉佩便是信物 等回去后 我把地契一并拿给你 等你回到属地 也算是有自己的产业了 这话一出 萧道成还没反应过来 穿猴子等游侠 却是齐齐叫了一声 对于这些寒门出身的游侠来说 他们从来不知道 原来田地可以以千亩为单位 店铺可以一给就是十几个 谢郎这种顶尖士族 从指缝里流出来的财富之多 只让他们光是听听 就喘不过气来 至于萧道成本人 他在兰陵萧市地位不显 再加上健康的各大始族 都是不分家的 也就是说 便是萧道成成年后离开家族 他的家族也不会分给他 这数字什么家产 谢郎随手给的这笔财富 对于他来说 还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根基 当然 日后积赐也给了一些 萧道成立马就登上了 属地世家财富榜了 回过神后 萧道成颇有点郁闷 他颠了颠手中的玉佩 闷闷的低语道 谁要他的东西 转眼他又说道 我现在也会赚钱了 他还在唠叨 一侧穿猴子小声说道 小狼 你就别闹了 不就是你姐夫抢了你姐姐 你心里不痛快啊 哎呀 这姐姐嘛 迟早是要嫁人的 你就别站着毛坑不拉屎了啊 另一个游侠儿也笑嘻嘻地说道 老大 你这几年是赚了些钱 可属地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里的好田地和好店铺 早就被氏族们瓜分干净了 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啊 再说 你的钱看起来多 要置业 可还少得很呢 对上两个拖后腿的小弟 萧道成狠狠瞪了一眼 围观的人并不耐烦 看着姐弟相认的戏码 可他们虽是不耐 对上蟹狼这些人时 自然而然地就气短起来 见到鸡丝一直竖着耳朵 心身全在他弟弟身上 蟹狼转头 看向街道两侧的重人 就在马背上 他插了插手后 轻声说道 诸位 齐天后 各地道门的人 会到南洋来 到了那时 我夫妇两人 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说到这里 谢兰回头命令道 走吧 就这样 在南洋人的 嗡嗡议论盛中 鸡四一行人 回到了宅子 一进宅子 鸡四便把萧道成 扯到一旁寒暄 这姐弟两人 挨在一起 亲亲密密 说了两颗中不到 突然 一阵 咿咿咿呀呀的 孩童笑声传来 这声音 却见前方的 林音道上 身着 胡衣胡裤 显得格外 高挑俊雅的 蟹狼 正抱着一个奶娃娃 缓步而来 这时 阳光正好 那奶娃娃 抓着他父亲的 食指 正拼命地啃着 啃了两下 啃不动了 他一边流着口水 一边手舞足蹈地 咿咿呀呀起来 萧道成 一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是一呆 他想 这孩子 定然就是 姐姐与谢狼 生的孩儿 是我的侄儿了 转眼 他又想到 我说了 长大后 娶姐姐的 可姐姐自己 却找了谢十八 还把侄儿 都生下来了 少年一时 不知 是悲是喜 呆呆站在那里 一张俊秀的脸 时清时白 过了一会儿 他睁睁地转头 看向姬四 姬四正转过头 看向那 缓步走来的 父子俩 从来没有一刻 让萧道成觉得 他的姐姐 似乎会发光一样 满脸满眼 都盈润明亮 眼神中 充满了幸福和满足 看着他 在最初的 怅然之后 萧道成慢慢地 也感觉到了 一种满足 他想 很久很久以前 姐姐的父母 还在时 姐姐也是 这般幸福着 他想着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想着 有一天 能让姐姐幸福 却没有想到 他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已经得到了 他渴望的一切 这时刻 萧道成的心放了下来 回头朝着那 长得一模一样的 父子看了一眼后 萧道成终是笑道 姐 侄儿长得真好看 转眼 她又问道 姐 侄儿叫什么名字 姬寺的目光 从那父子俩身上移开 他幸福地说道 还没取名字呢 谢郎的朋友 给孩子取了一个号字 可谢郎说 谢号 听起来名字只是一般 不如把这名字 留给次字 他还说 我们的第二个儿子 以后就叫号 姓姬 名号 也算给我 姬氏一族 留下了血脉 听到姬寺这样一说 萧道成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嗯 正是应该这样 转眼 到了第六天 这六天中 萧道成已经代替 谢氏布区 接下了庄园的大小事 也是这时 谢郎发现 萧道成居然才智非常出众 便有意为以重任 比如现在 眼看各地道门的人 纷纷赶往南阳城 南阳城的郡守心中忧虑 不时前来求见 谢郎便让萧道成 去应对这些南阳本地的势力 第六天就要过去了 望着那些灿烂的晚霞 急死歪在谢郎怀中 滴滴说道 阿郎 过了这一关后 咱就隐姓埋名 然后 到这世间风景最美 最是人间乐土的地方走走 谢郎摸着他的绣发 轻声回道 好 就在这时 一阵脚步升船来 却是谭之锐过来了 见来了外人 急死迅速地坐直身子 谭之锐大步走到谢郎面前 说道 崔萧有消息来了 对上两人的目光 谭之锐继续说 他是传的飞鸽传书 崔萧说 他现在就在离南阳城不远的边界处 手下约有三万兵马 他说 明日如果有什么需要他出马的地方 让谢郎叫人燃起狼烟 他会立刻赶到 他说完这话 谭之锐严肃地说 我和朱军的人马也都安排好了 他转向基寺 认真说道 有什么用得到我们的地方 夫人随时开口便是 基寺道谢时 谭之锐说 这次事情精度很大 我估摸着那拓跋涛也没走远 还有这南阳城里 只怕也有不少人是刘氏皇族派来的 说到这里 谭之锐又向基寺严肃地说道 不管如何 明天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怪不得谭之锐和众人这样如临大地 实在是基月的这次事真的相当严重 归根究底是因为基寺假扮基月一事 对道门的冲击非常大 道门以阴阳为根 其中很多流派都是以阴为邪物 阴为下 而妇人就属阴 在道门许多流派的一些重大祭祀场合 都是绝对禁止妇人靠近的 甚至有些流派还觉得 任何事如果有妇人参与 就一定会招致不幸 如祭道神时 如果有妇人迎面走来 那此行必然会不顺利 不是失财就是御匪 或者撞上妖鬼 导致丧生等等 如祭水神时 如果有妇人上了船 那就很有可能出现船只翻覆的危险 而现在 基寺给了他们重重一击 在他们眼中的鹰鹉 竟然差一点成了一国国师 差点成了南地所有道门的领袖 从来 这种观念的冲突 最是能导致事故 现在的道门 很有一些流派党决的 基寺的存在 对他们来说是侮辱 是应该被抹去的 而这些流派通常在民间扎根很深 势力庞杂 信奉者重 如果只是这些门派也就罢了 他们毕竟属于道门中的明门正派 怕就怕那南疆的邪派 前不久 那些门派已经放出风声 说他们信奉的乃是阴神 而他们的阴神已经降下法旨 说要他们把基寺的头骨 放在自家祭坛上 谢郎和基寺之所以顺应众人的要求 决定给天下道门一个交代 就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件事 免得祭祀以后走到哪里都不安生 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萧道成才千里迢迢赶过来 崔玄才沉冰于外 转眼 第七天到了 这一天 是基月与天下道门约定的日子 在这一天到来前 很多南洋周边的人 还以为这只是一场热闹 所以他们兴致勃勃地 守在关道两侧 可是很快的 这些看热闹的人便害怕了 退缩了 因为路途中出现的一些道门正派 也就害怕了 而那些来自南疆深处的道门 却可怕得很 他们有的在脸上画着诡异的图画 有的是蜈蚣蛇虫开道 有的则是抬着各种形状的尸体 种种奇形怪状 怪异可怕之处 简直难言难尽 当然了 这些急急退回去的南洋人 却并不知道 出现在关道上的阴邪门牌 那已经是狠手规矩的了 因为对基月这个南朝国师的畏惧 他们老老实实的按照基月约定的日子 老老实实的准时出现 真是规矩的像是名门正派了 随着太阳高照 渐渐的南洋城里开始传出了一阵 不急不缓地敲鼓声和铃声 那鼓声和铃声一出现 停在南洋城外的各路道门中人 开始启动 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 慢慢进入了南洋城 早在铃声响起的那一刻 鸡四也出现了 他和上次一样 依然是一席南庄 玉冠树发 只是露出的是他本来的面目 身着一袭普通的悬衣 打扮非道非如的基寺 站在南洋城中的 一座高高的石台上 这石台原是诸葛亮的宅子 改建而成的 石台很高 约有三层楼那么高 石台也很厚实 上面空间不小 宛如一道古城墙 石台的下面 是圆形的空地 地上全由青石板垒成 这地方 曾是诸葛亮练兵所用 现在却被基寺用来 招待这些同门中人 因为这是道门的内部知识 血狼没有出现 而是在不远处的阁楼上侧影 当然了 夫妇两人为了今天 足足准备了几个月 他们的安排并不只是这些 或者说早在基寺选定南阳城 与天下道门中人见面时 便准备好了一切 不急不缓的鼓声中 从东南西北各大城门处 开始涌入了一股股人流 这些人流 诡异而安静 彼此之间静未分明 渐渐的 第一个门派出现了 然后是第二个门派 第三个门派 越来越多的人 沉默地朝着基寺所在的方向走来 而这个时候 独自站在一个高高的石台上的基寺 双手抚于背后 万丈阳光照在他的身上 直令得他那本就出众的风姿 越发神秘地 像是道门的王 站在高高的石台上的基寺 眯着眼睛 朝众人看来时 这些道门流派的人 也抬着头 向他打凉而去 一阵阵 不紧不慢的脚步声中 一个又一个道门流派的人 走到石台家站好 这个过程有点慢 毕竟有的人 已经走到了石台下 后面的人 还在跨入南洋城 就在这种诡异的安静中 渐渐地 石台下已经占了几千人 略略一数 少说也有上百个道门派系 基寺一直负着手 面无表情地看着 等着 也不知道是对他还有着姑娘 还是对这个诸葛亮点兵的地方 心存畏惧 这些流派中人 都是安静得很 便是那几个养着蛇虫 扛着尸体的流派 也只是一个个 咧着泛黑的牙齿 瞇着浑黄凶利的双眼 盯着基寺 当最后一个流派到极时 基寺朝着众人扫了一眼 栩栩说道 我是基月 四下静得呼吸不见 对上台下一双双 啄啄盯来的目光 急死缓缓诱导 我是妇人 只有四个字 可这四字一出 台下马上爆发了一阵喧哗声 无数个南疆北调的低语声 混在了一起 交织成了一种 诡异的嗡嗡声 嗡嗡声中 南疆一个养尸门的老渔婆 咧着一口漆黑的牙齿 眯着浑浊的胸光四溢的眼 嘎声说道 哈哈哈哈 还是个挺美貌的 可惜呀 真是太可惜了 她声音不大 可离奇的是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而这是第一个开口的 一时之间 四下众人 朝那老渔婆看了一眼后 便同时抬头 看向了姬寺 他们都在等着 姬寺的下一步 姬寺目光淡淡地 飘过那老渔婆 她也不理会 右手一举 在令德 四下安静如初后 姬寺说道 正如天下人所言 我 姬寺 确实拥有 沟通天地的神通 不得不说 姬寺这话一出 四下简直滑声大作 便是远在阁楼朝这边 看来的 南洋各族高市 这时也忍不住 轻叫出声 石台下 各门派的人 一轮声更响了 姬寺面无表情地 对上了一双双 猜疑的目光 前世时 她跟在 萧道成身边百年 也曾见过 各种奇人异事 更是面对面地 认识过各类 有着诡异奇数之人 所以 她不敢拖延 不做周旋 因为她周旋不起 因为她一个疏忽 说不定 下面便有哪个邪道 给了她一记古术 或者降头术 或者说 这石台下的数千人 任哪一个 都可以秒杀 姬寺三五回 所以 她必须先生夺人 必须在他们 对她还有畏惧之时 迅速果断地 将这些人震慑住 四周 喧哗一阵后 慢慢地 姬寺再次举起了手 而随着她的手一举 广场上 再次安静至极 便是不远处的阁楼上 也是所有人 都屏住了呼吸 姬寺继续护着手 她冷冷低头 飘过众人后 慢慢伸出手 指向了天空 随着姬寺这一指 众人都不解地 抬头看去 这一抬头 他们对上那 白晃晃的太阳光 不由同时地 眯起双眼 闭了开去 就在这么一刻 突然地 他们听到那姬夫人 以一种清冷的 宛如尘古墓中般的 在带了几分神秘飘渺的 唱声唱起 天该义了 天该义了 他说的是天该义了 天义 也就是日食 从来这是日食之事 最使朝廷忌讳 苍生惧怕 也是最神秘莫测的 众人万万不敢相信 这姬寺竟然敢说 天该夜了 就在石台下 远处的阁楼上 所有人都震惊地 朝着高聚在石台上 在这一瞬间 变得说不出的 神秘可怕的 姬寺望去时 突然地 有人尖叫道 这是怎么回事 众人纷纷顺声望去 这一望 私下的人才发现 那羊骨门和五毒门 饲养的 蛊虫毒蛇 无公之鼠 竟是再也不受 他们主人约束 一只只慌乱 逃窜地 爬了满地 想想这些东西 何等可不啊 他们这一逃窜 那些堵在他们面前的道人 便纷纷避退 而那两个来自南疆门派的邪教徒 则是口唱古怪的一语 积极地指挥起来 可是 以往这些言听计从的毒虫 却是完全不听他们的号令 有些被逼得急了 还窜过去 反噬主人一口 难免传来的骚动 传到那些 来自名门正派的道门派系时 他们人人脸上变色 特别是那些宗师们 心下都在想到 虫鸟奔逃 那是天地聚变前的征兆 难道 不等石台下的骚动平息下来 突然的 天空一暗 这时 议论的也不议论了 慌乱的也停下了脚步 便是那两个邪派的人 也顾不得自己辛苦多年 饲养出来的毒物 一个个齐刷刷 抬头向着天空看去 天空中 阴风抖起 而天空上的那轮 刚才还白晃晃的太阳 却已经缺了一小角 这一下 众人惊骇地叫道 日时了 转眼 他们反应过来了 一个个脸色煞白 又是金黄 又是敬畏地 看向了站在高台上的积色 从来 日时都是最为苍生恐慌的天象 更是苍天对帝王 对苍生的警告 有所谓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邹狗 不管这地面上的人 有着多少财富 有着多了不起的权势 可在天地眼中 不过都是蝼蚁罢了 而日时 则是最能让苍生 感到自己身为蝼蚁的 现在 这么可怕的神秘莫测的天象 竟然被鸡四准确地预测到了 就在石台下的众人还在惊慌时 突然的 鸡四转身 只见他大步走到一个骨架前 动动动 敲起骨来 一波又一波急促而响亮的鼓声 仿佛是一个信号 转眼间 南阳城的四面八方都传来了响亮的鼓声 以及百姓们呵斥天狗 保护太阳的高唱声 石台上 身材高挑的鸡四 还在尘儿有力地敲着鼓 而天空上 那太阳的缺角 已经越来越大 突然的 一个南疆门派的首领跪了下来 就在他扶在地上 唱着乌歌时 扑通扑通 越来越多的人跪了下去 太阳的一半 被黑暗吞噬的时候 鸡四所站的石台下 已经无一人战绩 这时 鸡四的鼓声 还在应和着南阳百姓们的鼓声 在强而有力地响起 这一瞬 仿佛无比漫长 也仿佛只是一会儿 不一会儿 鸡四突然而急促地扔下鼓锤 高声唱道 天在大 这一次 台下所有的人都没有抬头 而是虔诚而惧怕地 浮在地面上 一直等到天空 渐渐明亮起来 等到时不时 吹来的风 不再阴冷 当太阳完全出来的那一瞬 石台下的那些人 还有许多浮在地上 瑟瑟发抖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所有人都站直后 鸡四却依然 覆着手 站在高高的石台上 他站着不动 石台下的众人 也不敢动 就在沙漏一点点流逝 一个时辰过去了之时 鸡四再次开了口 这一次 他的声音 依然是清冷又神秘 还带着几分 说不出的尘雅 只见他朝着南方一指 以刚才说日该夜了的语气 说道 低烈了 再一次 他的声音一落 站在石台上的众人 感觉到地面一阵的晃动 这窑洞并不剧烈 众人刚慌乱地尖叫起来 他很快就又止住了 虽然地面的窑洞止住了 可这窑洞代表什么 还是让众人一阵心慌意乱 就在这时 一阵奔马声传来 转眼间 一个道士冲入了石台下 对着一个宗师高声叫道 师尊 南面十里处 发生了地龙翻身 幸而地龙翻动极小 不致造成大的灾祸 这些道门中的泰山北斗 曾派出门下的弟子 让他们聚首在南阳城的四处城墙处 这些人的本意 是想着谢狼的打鸣 怕有世俗的力量介入进来 从而影响到他们对姬夫人的审判 却不想被基寺弄了这么一手 这些人就成了佐政基寺神通的帮手 听到那道士的叫声 石台上却是诡异地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有人哑声说道 这姬夫人的神通 实在是太可怕了 她刚才说 日要时 于是就出现了日食 现在她说 地要裂 于是这地也裂了 这人的声音传出后 周围却没有人能接枪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想 是啊 这姬夫人的神通太可怕了 这时 便是最喜欢生计 动不动就拿一村一寨的人来生计的 南疆邪派之人 五官看向基寺时 也掩不住害怕和敬畏 就在这时 基寺再次开口了 只听她继续朝着南方一指 轻轻冷冷地说道 何道 分流 这一次 众人没有启华 也没有质问 直到过了一阵 又一个道士策马而来 高声叫嚷道 不好了 刚才地龙翻身 导致护城河出了问题 现在那护城河似乎裂了开来 出现了河道分流的现象 就在这个道士的大叫大嚷声中 也不知道是谁带了头 慢慢地 一个一个的道人朝着基寺跪下 他们越跪越多 当然了 也有一些还站着的 如来自北魏的一个宗师 便扯着脖子 盯着基寺 声嘶力竭地哭叫道 你只是一个妇人 你只是一个妇人呐 凭什么这天地之事 你会知晓 基夫人 告诉老夫 凭什么这天地之事 你会知晓 很多人都能理解 这宗师的悲愤 主要是那日食 那可是苍天 对人间帝王的警告 这样的大事 明明应该由最德高望重的 男性高人 来与天地沟通 来与人间帝王沟通 基寺呢 不过是个阴人 他凭什么过问国运天意 这种至阳至高之事 就在那宗师声音落下后 石台下 也有不少道门正派的年轻人 红了眼眶 便是不远处的阁楼上 那些不属于道家的高士们 这时也是莫名的悲伤 对上这些人 痛苦而又悲愤的目光 基寺面无表情地看了过去 终于 他冷冷地说出了 在场任何一个人 都想知道的答案 这还用问吗 当今之事 本就乾坤颠倒 男子数钱 女子数坤 基寺这话的意思 便是回答着宗师所问 为什么应该由至阳的男子做的事 变成了他这个阴人女子来做 乾坤颠倒 可不正是印证了这世间的真相 若不是乾坤颠倒 怎会从旱灭后到如今 两三百年间还是战乱不止 若不是乾坤颠倒 使人苦苦盼望出现的明君 却一个个地做出 让人希望落空之事 不管是北魏皇帝 前年轻易杀死太子 还是南朝皇帝 在谢郎仪式上出尔反尔 都让天下的有志之士 清清楚楚地 看到了这两个 被苍生期待着的明君 却也不过如此 基寺这乾坤颠倒 四字一出 只听得扑通扑通两声传来 却是有两人昏死了过去 那两个道门高人晕倒后 也不知是阁楼上 还是石台下 传来了隐隐的哭泣声 基寺知道 这些人之所以哭泣 是因为他们本来以为 太平盛世或许很快就能降临 可基寺这预测事实 这是生生地 让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那些人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甚至不知道 这苍生还有没有活路 一个个的都绝望了 不过这些与基寺无关 他只是一介女流 他无能也无心改变这天地大局 于是在寺下稍稍平静些后 基寺再次开口了 他环视着众人轻声说道 我无意中窥测到了天地傲益 才能做出这种种预言之事 不过 七世本就是妇人 从来无心参与着人间争斗 也不想去管谁胜谁败 今日 诸君都在此地 七世再次立誓 从今日开始 七世正式闺眼 再不过问世间俗事 也请诸位不再打扰 以后江湖相见 只当不识 说出这句话清界限的 退隐之言后 基寺说道 好了 事都说完了 诸君散了吧 也不等这些人在说什么 基寺从石台上走了下来 这一次 基寺从这些道门众人中走过时 他走到哪里 哪里的道人便低头向他行礼 所到之处 人人褪毙 目光所至 各个一脸敬畏 便是那些南疆邪派中的人 对上他的态度 也是谄媚的不行 转眼间 基寺出了人群 远远看到他过来 谢郎迎了上来 不一会儿 夫妇两人便翻身上马 驶向了南洋街道中 而在基寺夫妇的后面 萧道成跟上了 谭之锐跟上了 一个个南洋高市都跟上了 目送着那支队伍浩浩荡荡远去 慢慢的一个道门宗师探讨 唉 我们也散了吧 他声音一落 那几个南疆门派 也用他们古怪的离音说道 事情已了 基师怒意 回吧 回吧 基夫人南洋道门会议事 随着那日食天象 一道传遍天下 于刘宋而言 第一个知道的 便是刘宋皇帝了 自凭了刘义康 又没了谢郎这个心腹之患 如今的刘宋皇帝 眼看刘义康之反 造成的战争创伤 渐渐平复 望着自己治下的大好河山 不免意气风发 可就在这时 天狗时日了 天狗时日 代表着苍天对皇帝的不满 当场满朝文武集体师生 刘宋皇帝脸色惨白 第二天 刘宋皇帝便在一片悲声中 下了罪己诏 对自己的治理天下 皇帝本是极满意的 他想来想去 自己最大的错 主要是纵容刘义康 致使其私欲膨胀 最后 以兵乱祸害了百姓 当然 再看到 谢郎毫不犹豫 便丢弃 陈军谢氏的门第 悠然飘然地 离开建康后 他也知道 自己对谢郎的提防 实在是错了 可对 出类拔萃的 始祖子弟出手 以杀鸡儆猴 让天下士族安守本分 这对刘宋皇帝来说 乃是国策 所以 他那一招 也不算错 盘算来 盘算去 皇帝挑了几件 不起眼的罪行 便向天下人 下了罪己诏 然后 就在这个时候 南洋盗门会的消息 传到了建康 陡然听到姬夫人 当日的所作所为 皇帝一张脸 顿时清白交加 不等他发出感慨 那禀报的骑士 继续说道 禀陛下 因为此三世 那姬夫人下得十台时 所有盗门中人 纷纷必退 都向他低头行礼 口称姬师 后来 这些盗门中人 离开南洋时 都来到姬夫人宅地前 向那大门 功身败过后 才上的路 一番话 说得满朝文武 交头接耳后 那骑士继续说道 时南洋人说 经此一事 姬夫人算是 收复了天下盗门中人了 他们还说 只怕从此以后 无论正道邪道 统统以其为首了 骑士的最后一句话一出 大臣们嗡嗡声四起 收服天下盗门 这可是了不起的威望 了不起的成就啊 可以说 现在的姬夫人 如果她愿意登高一呼 那征伐北魏的大业 将会比预料的容易许多 而且 这姬夫人 可是能与上天沟通 能预测日时的神人 苍天降祸 那苍天也会提前给她预警 姬夫人谁不敬畏 谁不想讨好 想来北伐之时 只要那姬夫人站出来 替刘宋说一句话 说刘宋皇帝 才是真正的天子 说苍天降旨 让北魏湖人之地 为乱臣贼子 那北魏的渔民 只怕有一半会信吧 而北魏民心动摇 这天下 岂不是刘宋的囊中之物 众臣越是议论 越是悔不当初 对上这些人 质疑悔恨的目光 刘宋皇帝心里 也是老大不痛快了 他一袖一挥 二话不说 下了朝堂 回到后宫 皇帝心里 还是郁闷得紧 他在房中躲着布 一时想到 其实 士族那么多 为非做歹之人 我又何必揪着 品性高洁的血狼不放 要是当初放过谢狼 另外找几个士族 一样能杀鸡尽口 而且 那谢狼也好 姬氏也好 也能为我所用了 一想到谢狼 在北魏贤 显出的能耐 皇帝就心中好生难受 他有那种能耐 只怕用不了三年五载 便能帮朕统一天下 便是那时候 他功高震主了 难道就找不到杀他的法子 越是想 皇帝越是心中 揪痛的慌 他慢慢退到榻上坐好 暗暗想到 那天狗十日 是苍天怪镇 在这件事上做错了 以致许的北征之路 简难许多吗 郁闷来郁闷去 皇帝又想到 谢狼也好 姬夫人也好 事情都已经成了定局 是不会再为自己所用了 幸好 这两人立了事 要退隐 也不会为北魏人所用 这样一想 皇帝终于舒服了一些 可他思来想去 还是下了一道圣旨 把姬夫人叫到健康 靠上一番 现在的刘宋皇帝 却是想与姬四 面对面说声和解了 毕竟 对这个能与苍天高通的牛人 他是不敢轻哭了 再说 当时姬夫人在石台上说了 乾坤颠倒的评语 引得很多高势痛苦 刘宋皇帝自以为是明君 觉得当不起这样的评语 还想请姬夫人好声解释一番 把这句话直接点名 送给北魏皇帝呢 于是 在与朝臣们商议过后 刘宋皇帝做了几件事 一是 释放在抓捕姬四仪式上 办事不利的王阵 并将其官复原职 全面处理 接待姬夫人事意 而是 释放姬四所有的亲人朋友 毕童 三是 下达圣旨 以亲切的语气 欢迎姬四和谢郎 回归健康 当然 皇帝的语气 要迂回的多 他在圣旨上说 直到谢郎和姬夫人 彼此情深义重 皇帝愿意为两人赐婚 为了表示 对姬夫人的犒赏 皇帝还赐下大笔银钱 用作姬夫人的嫁妆 这个旨意 不但派人八百里加急 送回南阳 还同时下达到了 陈郡谢氏府中 以陈郡谢氏 等士族之消息灵通 姬四在南阳道门会上 说的每一句话 在传到刘宋皇帝耳中时 也清楚地传到了他们的耳中 谢二十九刚刚大步朝着 祖宗祠堂走去 便听到里面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 那吉士先是说 天该夜了 结果天就夜了 然后他又说地裂了 于是地真的裂了 最后他说河道分流了 结果河道也分流了 这种可以直接传达苍天旨意的神通 自古以来 非大能耐大品德者不能为 而我们陈郡谢氏 却生生把这样一个大神通 排挤出家庭 把十八郎这样的眼光高原者 也气了出去 诸位长者 侄儿我真怕做出此等事的 陈郡谢氏 从此厌弃于上苍 以后家运不薄 福德不胜啊 不得不说 这人的话说得太严重 不说祠堂里面 便是外面的谢氏酒厅了 也是脚步一僵 陈郡谢氏的这些天之骄子 或许对天下苍生 都没有敬畏之心 可在这妖鬼横流 无人不信鬼神的时代 这个人话一出 还是令得所有人都是 悚然一惊再三反省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那你以为该当如何 那人马上回答 侄儿以为 当把十八郎重新请回家族 过了一会儿 一个中年沙哑的声音传来 十八郎从小到大 都是言必行行必过 他当日记忆分踪 只怕此事难行啊 听这人的语气 却是有松动之意了 紧接着 另一个中年人的声音传来 可是 我陈郡谢氏的殷勤 从来都是王源两家 十八郎一旦归了宗 那取姬式一式 却是为了数百年的规矩 这一次 这人声音一落 马上就有人回答道 三树过滤了 现在天下人都在说 这姬式之所以如此神通惊人 那是苍天 看在千年世家的姬姓 如今只剩一个女娃儿的份上 特别眷顾所致 现在姬姓两字 在天下人心中的名望 已不输我们陈郡谢氏了 这人话音落地后 祠堂中又是一阵 长久的沉默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谢母的声音终是响起 等郎儿回来吧 郎儿最有主见 又最重大绝 这等大事 带她回来后 且看她怎么说吧 这些年里 谢郎一直是陈郡谢氏的继承人 威望甚高 因此 谢母这话一出 众人还真是找到了主心骨一样 也不再议论了 北魏 这时的北魏皇帝 还没有走远 几乎是他这边 还在与众将士 打口喝酒 顺便大声评论着 鸡丝的美貌时 南洋盗门会的具体细节 便喝着天狗十日一道 传到她耳中 对于胡人来说 他们受汉文化影响还不深 还不觉得 那鸡丝能够预测 天狗十日是多么可谓 可拓拔涛不是啊 拓拔涛和他的几个儿子 受汉文化的影响颇深 于内心深处 他们已经完全把自己 当成了汉人的正统皇帝的 所以 天狗十日时 拓拔涛看着那些浮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汉尘 当场便变了脸色 紧接着 在知道姬夫人 在南洋盗门会上的言行后 她一腾地站了起来 叽叽叫道 快 快叫国师 传阵旨意 马上叫国师过来 不说拓拔涛的恍然 同一时刻 离他不到百里 不为拓拔涛所致的崔玄 这时手中的酒中 是砰的一声 吊在地上碎裂开来 愣神许久之后 崔玄慢慢站了起来 他出神地 看着南洋城的方向 好久都回不过神来 这时 一个卢氏嫡子 走到崔玄身后 滴滴说道 这姬夫人 连日时都能准确预测 看来 他给你我家族预测的 那场大灾难 怕是真的了 直到这个时候 这卢氏嫡子 才完全相信了 祭司的预言 崔玄沉默了 二炷香那么久 才晃了晃神 哑声说道 说天叶就叶 说地裂就裂 说河道分流 河道就必然分流 遥想济世当年的风采 必然如烈日样 拙人心神 我当年 应该不择手段 留下他的 南阳 在那些道门中人 络绎离去后 鸡子和谢郎 也在不久后 接到了 留宋皇帝的旨意 这旨意 他们本来不想理 可想了想后 谢郎还是决定 带着鸡子和孩子 回一趟健康 至少 他的母亲和兄长弟弟 必是盼着 能见他长子一面的 一听到谢郎 准备返回健康 谭之锐和肖道成 也跟随其后 想谢郎 前不久离开健康 前往南阳市 不说七七惶惶 那也是心里 并不好受 毕竟他虽是洒脱 陡然放弃比他性命 还重要的家族 那感觉也难免日日 堵心 没有想到 就这么几个月时间 他再回往健康时 不说皇帝下的圣旨 言辞悲切 便是家中的飞鸽传书 也极尽讨好 便是狼牙王室的贺词 语气中也带上了几分敬畏 真是转眼间 沧海桑田 对家族过分重视 并在放弃家族后 心中难安 这一点 别说是谢郎 便是他的先祖谢安 也是一样 想当年 谢安本是南山 一逍遥隐士 可看到家族不济 朝堂无人时 谢安还是果断选择了 出山为官 并从一个 为人驱使的小官吏做起 站在高高的甲板上 谢郎复着手 看着渐渐出现在 视野中的健康城 看着那密密麻麻 堵了一码头的迎接的人 突然的 他放开了 他这一放开 便是天高气爽 云淡风轻 就在谢郎子时一笑时 谢广全身绷紧 抱着他的宝贝儿子过来了 此刻 这白嫩嫩 肥嘟嘟的小崽子 正一边吐着泡泡 咯咯直笑 一边紧紧扯着谢广 一柳额发 为了迁就这小祖宗 谢广不得不一边 歪着脑袋 一边走路 见到这样的谢广 谢静等人都是哈哈一笑 最喜欢孩子的谢才走了过去 从谢广手中 把孩子抱回 几乎是他手一接 谢广便长须一口气 深袖湿了一把汗 见状 众人又是大笑起来 谢狼回头 见到他们那满脸自在的笑容 他跟着唇角一扬 当下谢狼提步 他走到谢才面前 抱回儿子 大步返回了船舱 舱中 姬寺 却是雾字脸色雪白 看到这父子俩走过来 他疲倦地从踏上支起身 嘀咕道 我一想到那日的无功之诛的 整个人就手软脚软 眼看就要到健康了 也不知道时 会有多少人问起那日的事 想想就头痛得很 从那天南阳道门会回来后 姬寺一直精神不济 他实在是吓坏了 虽然那一天他表现得那么好 仿佛无所畏惧 可那时独自一人站在高台上 面对几千个可以把他秒杀的高人意识 他的心里其实是很虚的 谢狼走了过去 任由姬寺抱上他的腰 从他身上汲取一点力量 满满脸色好一些后 他轻声笑道 你现在可是高人意识 便是对他们不理不睬 了来也无人敢责怪于你 见姬寺高兴地抬头看来 他又道 嗯 待会儿你还是扮回姬寺吧 若是有人与你说话 你不理睬便是 急于地交给我应付 听到这里 姬寺点了点头 他说道 你说得对 那天我离开建康时 是被人知道我姬寺就是姬寺后 参皇逃离的 这次我回到建康 自当以姬寺的身份 光明正大 堂堂黄黄地回去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大船渐渐靠近了码头 望着那只越来越近的船只 以及甲板上隐隐约约的人影 陈俊元氏的元二十五郎 打量着四周兴奋的众人 沉下了一张脸 元二十五 自从为母病后 要挟姬寺严依不果 便一直对他很有怒意 后来元贤的事暴露 他更是对姬寺厌恶至极 这一次 姬寺是姬月的事暴露 除了元贤发力外 便有元二十五 在后面推动 元二十五看着那风光归来的船只 心中极为不快 可他也只能不快 他虽然对姬寺无感 可站在姬寺身边的谢郎 却是他一直敬畏的 当下元二十五暗中哼了一声 转头不耐烦地吩咐道 行了 我们走吧 是 驢车驶洞间 一个步驱隐约听到驢车里 传来自家郎君不快的冷哼声 哼 不过是一介妇人 居然得罪了我陈俊元氏也就得罪了 声音中含着太多的郁闷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船只靠上码头了 在船头砰的一声落定时 站在码头上的人纷纷向后退去 而大船一吻 站在甲板上的人也纷纷退避两旁 转眼 一席悬衣的姬寺与谢郎同时出来了 这时的姬寺着的是男装 面目却是女性的绝美 看他气势冷冽地与谢郎并肩走来 四下围观的人发出了一阵嗡嗡议论声 谢郎和姬寺后面是谢广谢才等人 而那谢才正抱着一个白嫩嫩的 面目与谢郎有九成相似的婴儿 此刻那婴儿正把拇指含在嘴里 一边瞬着 一边大眼黑漆漆地四下望来 啥是可爱 于是好一些目光也转向了那婴孩 就在这时一队官员大步而来 为首的正是王震 王震气色不错 在看到姬寺两人时 他脚步顿了顿 转头看到姬寺身后的婴孩 他似是施了一会儿绳 转眼 王震便走到了姬寺和谢郎面前 朝两人行了一礼后 王震客气地说道 陛下知道两位前来 特意让我前来迎接 几乎是王震声音一落 四周的士族们也纷纷靠来 那些人先是像第一次看到姬寺一样 朝他打量一会儿后 再转到谢郎面前向他建立 按道理来说 谢郎现在不再是陈郡谢氏嫡之 论身份还在这些人之下 可众士族下意识地忽略了这些 自然而然地便对谢郎恭敬以待 热闹中 姬寺走向一侧的王震 轻声说道 憋后可好 王震含着笑 看向他 回道 一切都好 转眼他又说道 现在更好了 得了他这个答案 姬寺也就安心了 这时众人也寒暄得差不多了 在王震的建议下 姬寺和谢郎翻身上马 不紧不慢地朝着健康城中拾去 万人空巷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万人空巷 便如那次北魇使者前来健康一样 现在的健康人 也是清晨而出 无以计数的人站在道旁 对姬寺进行围观 可这一次 姬寺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 还要平静 他淡默地看着四周围拥而来的人群 第一次清除地感觉到 他终于在这世间赢得一席之地了 走了一会儿后 姬寺和谢郎却要分道了 谢郎应谢三郎索要 准备带着儿子潜入陈郡谢市 而姬寺则是随着王震进皇宫 转眼 姬寺便来到了宫门外 见到姬寺过来 那些敬畏们同时露出了一抹敬畏之色 他们齐刷刷低头 为姬寺打开了宫门 宫门内 有几个大臣正在候着 而其中躲在后面的一个大臣 却是刘谦 刘谦在姬寺的目光瞟去时 他目光游移了一下 马上他再看向姬寺时 那儒雅的脸上 便是满满的尊敬和亲近的笑容 姬寺把目光从刘谦身上移开 随着众人朝着皇宫内院走去 皇帝正在书房等着 不一会儿功夫 姬寺便与皇帝面对面坐着 几乎是姬寺一落座 皇帝便是手一挥 让所有人都退下 书房中一静后 越发显得文弱的皇帝咳嗽了一声 温声问道 姬爱亲 你可曾恨过朕 姬寺抬头 他与皇帝对视了一会儿 缓缓摇头 徐徐说道 怎么会有恨 只是略有点失望罢了 失望 皇帝听到这个词 威延惯了的脸上 便闪过了一抹薄怒 转眼 他又收敛起怒意 淡淡说道 哦 为了你那夫君的缘故 要是以往 姬寺面对着怒意暗藏的 刘宋皇帝 定然是畏惧的 可现在 他却有了与这位帝王 平等相对的资格 当下 姬寺微微汗手 颇有点淡淡地说道 陛下对他 少了一点容忍之量 和知人之志 面对姬寺 直白的不能再直白的嘲讽 刘宋皇帝脸色微变 过了一会儿 他重新露出一个笑容 挥手说道 难得与姬寺见面 且不说这些 诗意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后 皇帝严肃起来 他垂眼咳嗽两声后 徐徐说道 在姬寺看来 那次天口十日 适合征兆 这便是此次皇帝 急急把姬寺叫回健康 又第一时间派王阵 迎接他过来的目的 天口十日 对任何一个帝王来说 都是最可惧的 听到皇帝的问话后 这一次 姬寺沉默得有点久 他不止沉默得有点久 他那诗神的双眼中 还有一种 无法言喻的悲伤 他想 也许这一次 他和皇帝的谈话 将影响 刘宋皇帝 未来的走向 可是 他却不知道 要怎么做了 难道 要他告诉皇帝 刘宋天下 已经没有几十年了 然后 他的治下百姓 过得虽然不是特别好 可也是刘宋皇帝 唯一的一个明君 自他之后 刘宋的皇帝 一个再一个的昏运无能 皇帝正看着姬寺 此刻 他对上姬寺的眼神 竟是慢慢地 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唇色呢 也越来越发白 在一阵让人窒息的沉默中 姬寺终于开口了 他低声说道 太子和三皇子 都不可为君 可这两个皇子 都是皇帝眼中 比较满意的继承人 因此 几乎是姬寺的话一出口 皇帝便倾着一张脸 哼地站了起来 转眼 他对上姬寺那双黑白分明 清澈到极点的眼 那怒火 渐渐消散 慢慢坐好 皇帝沉声说道 还有呢 姬寺垂下眸 过了一会儿 他徐徐说道 被罚中原时 最好缓个十年 虽然就算缓个十年 刘宋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可姬寺记得后世评价 眼前这位皇帝 说他最缺的就是耐心和审慎 前世时 那场北伐 他发起的太仓促 太莽撞 以至最后一败涂地 如果他能缓个十年 也许天下局面会大有不同 姬寺一连两句都在捅着皇帝的心窝说话 说的都是皇帝很不喜欢的 当下他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皇帝脸色沉沉坐在那里 他朝姬寺盯了一会儿后 暗暗想道 也许这些话是谢郎教他说的 这妇人根本就不是传达天意 而是为了一己私欲 想要坏阵大事 这样一想 皇帝对上姬寺时 那心便又冷了三分 过了一会儿 皇帝冷冷地再次说道 朕问的是 那次天狗时日 到底是何征兆 皇帝这意思 不但把姬寺先前的话 完全当成了耳边风 这口气 甚至还对姬寺 有了强烈的不满了 当下 姬寺暗中叹息一声 略略沉默一会儿后 这时的姬寺甚至有点后悔 觉得自己不该一时心软 听了旨意便回了健康 寻思一会儿 姬寺说道 天意难测 臣还需要再补一补 真话皇帝不想听 姬寺就只能找借口拖延了 皇帝也听出了他的拖延 他脸孔刚刚一沉 转眼不知想到了什么 又温和地说道 哼 也是 这不算天意 少说也要沐浴更衣 焚香敬天 既然如此 姬寺还是回去休息好了 再来见朕吧 说到这里 他手一挥 示意姬寺离开 姬寺朝着皇帝行了一礼 转身便向外面走去 刚刚走出书房 姬寺一眼看到站在远处朝这里看来的众臣中的刘谦 不由脚步一顿 只见他回过头来 朝着皇帝说道 陛下 刘谦此人 当年深受文都驸马之恩 最后 却忘恩负义 把恩人害了 他说到这里 在皇帝皱眉看来时 姬寺再次一服 转身漫步离开 因皇帝要与姬寺密意 这书房的摆布方圆是没有人的 所以 姬寺走了好一会儿 王震等人才迎了上来 他们自是不敢向姬寺询问 只是笑着寒暄两句 便让太监领着姬寺出了皇宫 在堪堪走出皇宫时 姬寺碰到了迎面驶来的一辆旅车 转眼 从旅车中走下一个二品高官 那高官与姬寺一打照面 两人都是一争 这个高官 面白如玉 俊美深沉 可不正是周玉 周玉只是一争 转眼 他便大步向姬寺走来 看到他过来 姬寺扶了扶 微笑道 周家郎君 近来可好 周玉直直地看了他一会儿 低头还了一礼 说道 我很好 转眼他又轻声说 听说夫人为谢郎生了一个儿子 恭喜了 我去年续娶了陆氏女 现在已有一子一女 姬寺说道 郎君儿女 郎君儿女 真是有福 说到这里 姬寺又道 郎君可是要面圣 那姬寺就先走一步了 说吧 他再次向他扶了扶 然后转身离去 周玉一直背对着姬寺 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直到宫门关门的声音传来 他才慢慢转过了头 朝着宫门外离去的旅车看了一眼 周玉提步朝着皇宫走去 不一会儿 他便与刘谦对上了 一对上周玉 刘谦便冷嘲热讽道 姬夫人刚刚离去 却不知周大人 有没有与他遇上 周玉看了他一眼 问道 刘大人到底想说什么 刘谦僵了 见四下无人 他长叹一声 压低声音说道 我这不是怕你的梦中人报复吗 唉 早知道他神通如此之大 当初就不该随缘是算计他 说到这里 刘谦一脸苦相 他低声又道 周玉 你与姬夫人相交多年 对他支支甚深 你说 如果我想与他进士前移的话 该当如何是好 周玉笑了 他随口说道 姬月与你共事过 他那性格 你还不知晓 左右不过就是个简单心软之人 你旁敲侧击 多向他试几丝好就够了 说到这里 周玉提步离开 刚刚走出几步 周玉又停了下来 他轻声说道 刘大人 刘谦回头看向周玉 周玉声音压得极低极低的说 姬夫人那里 如果你再做了什么对他不利的事 我会把他捅到陈俊谢氏那里 周玉这话一出 刘谦脸上的笑容给僵住了 转眼他笑呵呵说道 真没想到 一贯心黑手辣的周大人 居然这次也维护起亿众人来了 周玉慢条思理地回道 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他一心想要退隐 寻个清静自在 我觉得应该成全他才是 刘大人你说呢 刘谦说 周大人这是抬举刘某了 以姬夫人今时今日的能量 刘某便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再做什么了 周玉得了他这句话 笑了笑后 一袖一甩大步离开 姬四回到了庄园 不提看到他回来后 庄园中大喜过往的碧仆 姬四与碧仆们刚刚叙了旧 秦小木想起一事 向他禀道 夫人 前不久陛下送了一些人到庄园里 那些人都是夫人你的故旧 有两个姓正的 好似还是夫人的奶母和妻女儿 现在这些人都被我们关在一个院子里 夫人你要去看一看吗 姓正的 是正母和正命 姬四记起来了 那时原贤揭穿姬月是女儿身时 曾经控制了她的好一些故人作证 其中不但有正氏和正命 还有姬四父亲的妾室 以及京县的庄园旧仆 现在原贤也死了 姬月之事更是成了过去 想了想 姬四说道 他们虽是我的故旧 可前不久 他们都随着原事准备陷害我 交情早就没了 我也不想再见到这些人 让孙叔把他们送出建康城吧 便说是我说的 念及他们也是被原贤所迫 我也不怪罪了 以后就全当是陌生人 让他们好自为之 秦小牧应道 是 傍晚时 谢三郎派人来接姬四 辱臣郡谢氏 这一次 姬四依然是一席南庄 而健康街上的人 在看到他车架过来时 也纷纷退到街道两侧围观 这些人一边围观 一边低声议论着夫人的丰功伪计 特别是天狗时日那事 不管何时说出 听到的人都是一脸敬畏 只是 这些人的敬畏之色 在对上七四那张绝美娇柔的面容时 总不免会掺上一些想要征服的预念 不过 现在天狗时日之事 刚刚了解 任哪一个权贵还是宗室 都万万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这样遥遥望着 转眼间 姬四便来到陈郡谢氏了 陈郡谢氏的整门打开 能让陈郡谢氏的整门打开 这样的待遇 当今天下没有几人能有 特别是姬四一眼看到 站在打门外 正微笑着 向他望来的狼牙王十二 和谢三郎等人士 更是有点不敢置信了 慢慢的驢车停下 姬四下了车 姬四面容一露 四周原本议论纷纷的众人 少有的安静了一会儿 这时 谢三郎第一个提步迎来 接着 狼牙王十二也走上前来 看着姬四 狼牙王十二插手为礼 风度翩翩地笑道 姬夫人 姬四看着他 说道 我是 狼牙王十二一笑 他与姬四并肩而行 一边走 一边说道 姬夫人 连天狗十日 也能准确预测 当真是惊动天下 转眼 她极是优雅的审道 姬夫人 是不是在奇怪 我为何在此 其实我本上了船 在知道姬夫人和十八兄 回到健康后 又半道返回 现在面见姬夫人 也只是想知道 那日南洋盗门会的一些 真实细节 她朝姬四深深打量一番 汗手说道 姬夫人之能 确实鬼神莫测 说到这里 她也不等姬四回话 朝他再次插了插手后 转身大步离开 她才走了十步步道 便有数十个步区 簇拥过去 那些人围着狼牙王十二 重新朝着码头的方向走去 姬四收回目光 随着谢三郎 进入了陈军谢氏 这一次 姬四堪堪踏入 这顶尖士族的门第 后在两侧的壁仆 便齐齐向他低头行了一礼 这样的待遇 姬四早在清和崔氏 便遇到过 可与清和崔氏不同 陈军谢氏 从来就不稀罕什么神异之人 来指点家族 他们也确信 自己只要保持现状 便能千秋万代 繁华富贵下去 正因为姬四显示出的本事 一直以来 在陈军谢氏众人的眼中 都是鸡肋 所以他们对待姬四时 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 现在陡然对姬四如此礼遇 只是让他害了一跳 这时的姬四 却还没有准确估计到 他能够预测天口时日这件事 在天下间有多么可怕的影响力 谢三郎带着姬四朝着陈军谢氏的祠堂走去 姬四只走了大半的路程 才陡然发现前面是祠堂 他脸色变了变 慢慢停下脚步 姬四转向谢三郎 轻声问道 这是为什么 谢三郎摇了摇头 他坦然说道 只是组长想问你几句话 又走了一会儿 姬四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并不是前往谢氏祠堂 而是朝着祠堂旁的一处殿堂走去 殿堂中 占了几个上了年纪的氏族 因为里面有点幽暗 姬四也不好细看 他只是匆匆瞟了一眼 便迅速低下头 朝着几人扶了扶后 姬四说道 姬四见过几位长者 姬四的声音落下后 好半天都没回响 就在姬四抬头看去时 坐在最前面主位上的老人说道 即使你在南洋道门会上的所作所为 我等已然知晓 说起来自三国诸葛亮先生之后 天下间还不曾出现过 一个神通高明到你这般提补的 站到这里 老人突然问道 其实啊 我想请你占卜陈俊谢氏的将来 你可愿意 陈俊谢氏的将来 姬四想笑 可他笑不出来 他只是笔直地站在那里 扮上后 姬四摇了摇头 果断说道 我不愿意 他们连谢郎也能毫不在意地放弃 一群从骨子里 只想享受安逸现状的人 他要是说了真话 只会像在留宋皇帝那里一样 被怀疑 被记恨 被排斥 几个谢氏长者 万万没有想到 竟会得到姬四这样一个回答 眼前这个夫人 她说这话时 就没有想到 她的夫婿是陈俊谢氏的子弟 她的儿子 还巴巴等着他们进入祖谱吗 原本 他们曾以为 即使便是面对反噬 或者逆天夺命 也会帮他们推算呢 因为太过意外 眼中诡异地安静了好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后 一个老人的声音传来 把十八郎和他的母亲叫过来 马上 黑暗中 有人应了一声 是 不一会儿功夫 谢郎和他母亲过来了 远远看到 站在殿中的姬四 谢郎双眼明亮了 他唇角含笑 广秀飘摇地走到他身边 然后轻轻握上他的手 谢母朝两人紧握的手看了一眼 回头朝着众长者 捡起礼来 这时 坐在右侧的一个长者 淡淡说道 十八郎 你这妇人不愿为我沉郡谢氏 补算未来呢 长者声音一落 谢郎便笑了笑 眼中他低沉的声音飘转而来 这个 还用补算吗 他的声音中 带了几分悲凉和苦涩 朝中没有高官 军中不掌兵权 智者下 而愚者上 甚至 这一代谢氏子弟中 都有五人 小小年纪 便不读书了 这样的陈郡谢氏 还用得着 补算将来吗 众人显然没想到 谢郎会说得这么直接 只是脸色一变 谢母更是沉声喝道 狼儿 住嘴 谢郎很听话 他顺从地住了嘴 只是这时 大殿中的气氛已经诡异莫名 在这种诡异的安静中过了一会儿 县氏族长的声音传来 其夫人 老夫只想知道 百年之后 两百年后 五百年后 我陈郡谢氏 还是天下第一第二的大士族吗 这一次 这一次不等姬氏犹豫 谢郎清赫的声音便传了来 他道 阿四 告诉他们 姬氏回头看了谢郎一眼 这电中光线幽深 可姬氏只是一眼便看到谢郎眼眶泛红 他唇半抿得很紧 脸上的表情带了几分决绝 看来他是想姬氏 给这些长者一个痛击了 姬氏挥过头来 他抬起双眼 目光朝着黑暗的前方 空洞地看了好一会儿后 姬氏悠悠说道 两百年后 五百年后的事 我看不到 听他这话 却是一百年后的事 能够看到了 不由自主地 中长者倒抽了一口气 电视谢母 也不敢置信地朝着姬氏望来 第一次他看向姬氏时 那眼神里有了一些隐约的敬畏 在电中刻意压制的呼吸声中 姬氏的声音悠悠飘出 百年后 皇朝数度变更 陈军谢氏门帝游在 在众长者不约而同 松了一口气时 姬氏的声音飘转而来 只是 锦门帝还在 略顿了顿 姬氏悠悠说道 新一轮的太平皇朝出现时 天下顶尖门阀中 不再有陈军谢氏 这一点 其实不是姬氏看到的 而是他感觉到的 这种感觉太过真切了 姬氏心中已经把它当成了事实 一切如姬氏所料 当他这句话说出时 殿中几个老人都沉下了脸 就在这时 谢郎倾笑出声 在这幽暗而沉明的大点中 他的笑声突兀而清脆 只是打破了 这让人沉闷的平静 笑声中 谢郎牵着姬氏的手 竟是衣袖一甩 便朝外走去 谢母按下心中不安 高声喝道 狼儿 你这是做什么 谢郎头也不回 他轻声笑道 我与阿四出来得太久 也该回去了 一边走 他的声音一边朗朗传来 沧海都会变桑田 月圆还会越残缺 我谢郎真真不知 与此荒唐乱世 一个家族可以不思改变 不求上进 只需卧睡金山 便能延绵千载 可笑实在太可笑了 在谢郎的可笑声中 他倾笑而出 而身后 众谢氏长者的脸色 已经难看到了几点 谢母没有在殿中待多久 不一会儿 他就出来了 见到后在外面的谢三郎 谢母沉着一张脸问道 朗儿两人呢 谢三郎恭敬地回道 回母亲的话 十八弟和姬氏 回姬氏的庄园去了 说到这里 他见母亲脸色非常难看 不由担忧地问道 母亲 发生什么事了 谢母美好气地说道 朗儿刚才胡说了一通 把族长和几个长者 都给惹恼了 他说到这里 忧心忡忡地说道 本来 族长还有一把狼儿 重新寄回族谱 这下好了 他和那姬氏 是永远回不来了 谢三郎听到这里 突然说道 十八弟本来就无意重返家族 母亲 你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 那姬氏说了什么 不中听的预言 谢母转头 看向了谢三郎 淡淡说道 说是说了些 不过那姬氏 亦不曾沐浴更衣 而不曾焚香礼天 他所说的话 根本不足为心 谢母虽是睿智 可她实在在健康 待得太久太久了 她和陈俊谢氏的这些长老们 十几年如一日地 待在这河水里 都荡着金粉的健康 听到的是谜谜之音 看到的是满目繁华 他们不曾去过蜀地 不曾去过南洋 更不曾远赴北魏 所以他们不知道外面的风云变换 不知道北魏那些士族 是怎么在夹缝中 一点点改变自己 一点点地与天地争那一丝气韵 所以他们也不可能相信 一百五十年后的中原大帝 天下顶尖门阀的五姓七家中 再也没有陈俊谢氏的一席之地 昔日王谢唐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切正如谢郎所说 在这个风云变换的年代 一个家族不思改变 不求上进 只想睡在金山上 就能永世繁华 这世间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转眼 一家三口回到了姬氏庄园 回到庄园后不久 谢郎的好友 袁三十郎和陈太冲等人 都过来了 知道他们过来 姬氏让人好酒好菜侍候着 自己则带着儿子在后院玩耍 等到过了几个时辰 那些人说告辞时 姬氏前来相送 远远看到一席男装 却是本来面目的姬氏 悠然而来 若是一席男装 如陈太冲这种人 定然是视而不见的 可是此刻 他们对上姬氏时 竟然是齐刷刷的 低头持守为力 见到一席男装 见到好友们对姬氏如此敬重 谢郎有些好笑 他嘲弄道 何前聚而后宫也 回答他的是元三十郎 这次说道 诸葛亮后第一人 我等不敢不攻啊 一侧 陈太冲也叹道 当今天下 谁不知道你谢郎夫人 是岛门领袖 一带宗师啊 文言 谢郎哈哈一笑 面对这些人的恭敬以待 积似摇摇一礼 并和谢郎一道 送他们出了门 众明氏 使了一会儿后 相互告别离去 陈太冲的旅车 刚刚走出几十步 一眼看到陈四郎 当下 他让旅车 在陈四郎旁边 停了下来 陈太冲 盯了陈四郎一会儿 淡淡说道 怎么在这里徘徊 转眼 他又冷声说道 怎么 还放不下 陈四郎摇了摇头 苦笑道 怎么可能放得下 不过是想到 那般娇柔一个女子 竟是如此高深莫测 总觉得 有点不敢相信 想再见一见罢了 陈太冲 没好气地说道 见了又如何 不说那姬氏 有夫有子 便说站在他身后的 那无数岛门流派 你与他之间 就隔了一道银河 以后你还是找个 能与你相当的 骑士过日子吧 姬氏那等妇人 也就谢十八那种人 能降得住他 陈四郎怅然地望着前方 点头探讨 唉 是啊 陈太冲望着陈四郎 那挺直的腰背 脸上慢慢浮起了一个笑容 转眼 他也在心里想到 不说四郎 便是我 也断断想不到 那姬氏 竟有如此神通 在陈太冲和陈四郎说话时 不远处的一处酒楼中 也有几个人在闲话 若是姬氏在这里 一定可以看出 这些人中 就有他曾经见过的 周玉那几个兄弟 站在窗口望来的 是一个与周玉 颇有几分相似的老人 老人一直在看着姬氏庄园的方向 看了许久后 他轻叹一声 说道 唉 真看不出 那姬氏 是个这么有造化的 转眼 他又说道 当年行事啊 还是草率了些 第二天一大早 姬氏再次奉召入宫 这时姬氏才记起 皇帝把他跟谢郎 叫到建康来 原是想为两人赐婚来着 只是那一天 与姬氏不欢而散 也就忘记了 想来皇帝现在把他叫进宫 还是为了赐婚一事 想到这里 姬氏也不紧张 他沐浴更衣后 踩着一地的艳阳 朝着皇宫驶去 姬氏的驢车 刚刚来到宫门外 突然的 他身后传来一个 苍老的妇人声音 姬氏阿四 姬氏慢慢回头 这一回头 他便对上了 老得不成样子的 庄十三的母亲 庄南氏 庄南氏对上姬氏 四哭四笑地 扯了一下嘴角后 嘶哑地说道 其实阿四 没有想到 你也有今天 虽然姬氏很不明白 为什么庄十三都说了 把庄南氏送回京县 他却又出现在健康 还在这宫门外 守着自己 可姬氏呢 从来不是一个 太好奇的人 听了庄南氏这话后 他不耐烦地转过头 嘴一张 便准备 叫开宫门 就在这时 庄南氏 苍老沙哑的声音 再度传来 他说 其事 我儿子不见了 庄十三不见了 什么 姬氏大惊 他偷地转过头 看向了庄南氏 庄南氏 四哭四笑地 看着祭祀 南南说道 那天 你与他说了什么 为什么我儿 从你那里出来后 便失魂落魄 那天我不过 说了他几句 他居然就不见了 我的儿啊 他居然就那么不见了 那天 姬氏猛然唧唧 庄南氏说的那天 应该是他和庄十三摊牌 把前世经历说出的那一天 难道 那一天之后 庄十三便失去踪影了吗 想到这里 姬氏心头一领 他低头看向庄南氏 认真地说道 你不用担心 这事我会去调查 起料 姬氏的话说出后 庄南氏一点都没有被安慰到 他物质嘎嘎直笑 笑着笑着 庄南氏愿毒地看向姬氏 咬牙切齿地只是问他 为什么不去死 姬氏 我都用了好多法子了 为什么你还是死不了 姬氏的脸沉了下来 转眼 他又按下怒火 存道 我与一个疯女人计较什么 皇帝刚才的诏书中 虽然没有让我立刻进宫 可我都到了宫门外了 还是先去见过他 出来后再让人寻找庄十三才是 想到这里 姬氏转过头来 再一次 他刚刚一动 衣袖被人紧紧扯住 庄南氏丝生力竭的哭叫声传来 姬氏 你为什么不去死 啊 为什么你这样的人 怎么也死不了 就在姬氏脸一冷 重重扶开他的手时 庄南氏又嘎嘎笑了起来 他一边笑 一边嚷道 哈哈哈哈 是啦 是啦 你这毒父 就算一时死不了 可活着 也只有这么好 像你这样的女人 哪个男人敢娶 哈哈哈哈 听人说 你连儿子都生了 还是切身未明 哈哈哈哈 你的儿子 直到现在 也还是个野种 野种好啊 野种最好了 像你这样的贱人 生的儿子 就该是野种 你这一辈子 就该什么都得不到 就该没有男人喜欢 就该没有男人娶你 就该顾苦的过一世 直到姬氏 重重推开这个 疯了式的庄南氏 长驱直入 进入宫中时 外面还有庄南氏 那疯了式的 私叫声传来 姬氏 你这个没男人 敢要的贱人 你这个生了儿子 也嫁不出去的贱人 庄南氏的瞬间 实在是响亮 姬氏看到那些宫女太监 悄悄看向自己的目光 不由沉下了一张脸 姬氏没有想到 这人一不顺利 就处处不顺利 她在殿外厚了半个时辰后 才知道皇帝居然病了 根本无暇见她 当下姬氏只好打道回复 就在姬氏回去时 她赫然发现 那庄南氏居然跑到了她的庄园外 堵着她的庄园大门 像个疯子似的 又叫又骂 这时刻 姬氏走到哪里 都是人人敬畏 这难得的 有人敢老虎头上拔毛 顿时引得好些人 都用异样的目光 朝姬氏望来 姬氏也懒得理会庄南氏 回到庄园后 秦小木过来禀报 说是谢郎有事外出了 谢郎不在 姬氏便叫人叫来谢广 让他去问过三皇子 看看三皇子 知不知道庄十三在哪里 一个时辰不到 谢广回来了 谢广告诉姬氏 说三皇子说了 这些年来 庄十三虽是在他手下办事 可他的自由度一直很高 有时半年一年不见三皇子 也不会过问 因此 要知道庄十三的去向 三皇子还得花些时间 去过问庄十三手下的人 得了三皇子这个回答 按道理说 姬氏可以放心等一等 可他想到 庄十三仇人很多 便又求着谢广去查 就在傍晚时 三皇子派人来了 说是知道了庄十三的消息 却原来那一天 庄十三从姬寺那里出来后 便去见过了他的母亲 也不知道庄男士说了什么话 庄十三当时便昏倒在地 见他昏倒 众部区连忙把他抬入室内休息 等过了两个时辰 众人再去看他时 便发现庄十三不见了 三皇子得到的消息是 庄十三在离开前 去见过一个佛门高僧 他问了那佛门高僧一些话后 当时便说 他这一生 先是为了救母 后是为了抢回姬氏 而急急盈盈 百般奔波 可到后来他才发现 原来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虚妄 他竟是不知道 自己这一生苦苦挣扎 百般望求 到底有什么意义 说到那番话后 庄十三最后又道 他现在只想远离这些 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想想 那佛门高僧还说 庄十三在离开前 隐隐说了一句 待得姬氏成亲之日 他或许会回来 为他一喝 从这些消息中 至少可以知道 庄十三并没有出事 他只是想离开这里 静一静 顿时 姬氏松了一口气 当下 他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物资堵着 他的府门 疯疯癫癫 骂个不休的庄男士 庄男士这时神志 已经不太清醒 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依然堵着 姬氏的大门 又叫又骂 接下来的几天里 虽然庄男士 天天堵门叫骂 虽然谢郎不在 可姬氏的庄园 还是门庭若市 第一天前来拜访的 是兰陵萧氏 等十七个 曾经被姬氏救过的史家 萧毅也来了 已经订了婚期 年底便要成婚的萧毅 只是站在很远的地方 朝着姬氏和他怀中的孩子 看了一会儿 便悄无声息地转过头去 独自一人离开了姬府 第二天来拜访的 是王震和他的父母 王震告诉姬氏 当时放走姬氏后 他虽然被皇帝打入大牢 可因为王震把盗匪的事 安排得毫无破绽 皇帝对是不是他放走姬氏一事 将心将矣 所以呢 他在牢中也没受多少罪 而现在 自天狗十日事件后 王震的过错 却成了大功 前阵子 皇后几次向他示意 让他在平宿里 多与姬夫人来往 王震还说 昨天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皇帝竟因一件极小的事 发作了刘谦 现在 刘谦已经连降三级 发配到徐州去了 据宫中传闻 刘谦失去宠信 却是因为他迫害文都驸马的事 被皇帝知道了的缘故 转眼 半个月过去了 在这半个月里 姬氏庄园 天天有人前来拜访 弄得姬氏都有点疲于应对了 而这个时候 萧道成也闹着要出去走走 说是想与他的那些同伴 去扬州看看 当下 姬氏把谢二十九郎 先前替他在扬州治下的 十万亩天产 和三个庄子 十个店铺 通通给了萧道成 同时 姬氏也把秦萧草等仆人 交到萧道成手中 他说 如果他有一天 与谢郎外出游历去了 这些仆人 就交由萧道成照顾 姬氏还说 不管是孙福还是郑吾 他们都是他的家人 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萧道成都要好生看顾 最好专门给一些田产 让这些人过日子养老 让他们一生都衣食无忧 妻子给萧道成的这些 是超出任何人想象的巨大财富 当下 川猴子他们知道了 简直都呆了傻了 只过了许久 他们还无法想象 居然有人舍得 把这么一笔巨额财富 送给不是嫡亲的兄弟 当然了 对于萧道成来说 他接收姬氏的东西 是不会有愧疚不安的 在萧道成眼中 他自己和姬氏 本来就比姬氏和谢郎之间 还要亲密 那感情还要恒久 深沉 只是 萧道成到底没有走成 因为他在准备离开的前一个晚上 谢光找到他 滴雨了几句 于是 萧道成就留下来了 在谢郎离开的二十天 谢郎回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长达半条街的队伍中 谢郎在前 他身后的马车里 分别出现了神医 皇宫 楚宫 和司徒宫的身影 而在三位神医后面 则是 明氏卢子游 明氏崔子杜等人 再然后 还有袁三十郎 裴五郎等 谢郎好友在 再然后 则是 谭之瑞等人 整整半条街上 都是这些名流 无论是骑马的 还是坐车的 或者是坐在旅车上的 任哪一个郎君 都是在这天下间 有着赫赫大名 都是风姿风度 极为出众的人物 或者可以说 整个南朝一地的明氏 这半条街上 已占了十之八九 这是何等 让人惊奇的一幕 一时之间 健康人傻了呆了 无数人 从阁楼上伸出脑袋 朝这些风云人物 傻傻看来 就在祭祀庄园里的人 都看傻了时 皇宫月中而出 只见他手一挥 朝着众明氏叫道 朱君 开始吧 开始吧 三个字一路 这些明氏 回到各自车辆内 而当他们再出现时 一是一色的白衣翩翩 也就是 他们的衣裳这一换 围观的人才赫然发现 这些人的马车一丈 竟也是一色的白 转眼间 有人惊醒过来 在那里高声叫道 这 这是明氏婚礼 未进以后 明氏婚礼便是这样 白衣白马 白色一丈 这时 这时 蟹狼出来了 他一袭白衣 侧着马 风度翩翩 来到机寺的庄园外 瞻眼 蟹狼朝着庄园中 轻声说道 阿四 我来娶你来了 明明简单的一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 蟹狼的眼眶红了 他声音嘶哑地 继续说道 阿四 曾经你问过我无数次 问我能不能娶你 以往 陈俊谢氏的谢十八 无法给你这个答案 可现在 蟹狼可以给你答案了 他能够娶你了 让风吹干眼角的泪水 蟹狼哽声又道 曾经 你也说过无数次 你说 这个天下间 任何一个女人 都不配骑在你的头上 你也不会叫任何一个女人 为主母 现在 我终于可以告诉你了 终谢狼这一生 永远不会再让任何人 欺你如你 不会再让任何人 骑在你的头上 略顿了顿 谢狼再道 阿四 在遇到你之前 我谢狼便是逍遥 这心也是空的 这眼也是悲的 只有此时此刻 我方才知道 何谓真正的逍遥自在 何谓真正的幸福满足 过了一会儿 谢狼哑声说道 阿四 我谢狼从来不曾求过天长地久 可遇到你以后 我却觉得 这人生一世 还是要天长地久的好 说到这里 谢狼深深一一 朝着园中 耿声说道 阿四 我来娶你了 这一世 我永不会再失陷于你 永不会再弃你而去 永不会再犹豫徘徊 自此刻 至终老 你生 我生 你死 我死 谢狼最后呢 你生 我生 你死 我死 八个字一出 便是原本对他 总存了几分不满的萧道成 这时也转过头 傻傻看来 而不远处阁楼里坐着的 那些王谢氏族 则一个个脸色大变 于一种窒息的平静中 鸡氏庄园的门 砰地打了开来 同样一身白衣 泪流满面的鸡丝 出现在了庄园门口 鸡丝仰着头 泪流满面地 看着阳光下的狼君 哽咽地说道 我不要你生死相随 我只要你从此以后 不再妄言生死 也不管这世间 谁当了王 谁成了蝼蚁 我不要你再去躺壁当车 我只要你守着我 守着我们的孩子 当一个幸福的愚人 你做得到吗 蟹狼眼中还有泪光 唇角的笑容却华美至极 他汗手说道 好 他答应了 他居然答应了 鸡丝灿烂的一笑 一时之间 无法形容的满足和快乐 令得他绝美的脸熠熠生辉 令得鸡丝快乐地 像要飘飞而去 见到自家姐姐 只知道站在那里傻笑 萧道成走了过来 他牵着鸡丝 把他送到蟹狼身边的马车上 再然后 车队转向 蟹狼骑上高头大马 在众名流的簇拥下 在锣鼓喧天中 领着他的新娘 朝着阳光盛开的地方 驶去 看着那一色的白衣白脊 看着那浩浩荡荡的雍容车脊 健康街上的士族们 特别地安静 在不远的阁楼上 坐着狼牙王室的子弟 而另一侧 则是陈骏县氏的嫡子们 这些人都在朝着那只队伍望去 阳光下 新郎打扮的血郎 荣光焕发 那张平素里 总带着几分超尘脱俗的面孔 今日 竟有点双颊红扑扑的俗像 不过 这样的血郎 倒让每一个看到的人 感觉到了他的幸福 看着血郎 这些王室子弟略作犹豫之后 一个个下了阁楼 他们站在了道路两侧 要是以往 这么多地位胜过太子的顶尖士族出现 定然会引得四周的围观者 尖叫欢呼 可是今天 这些门法子弟 在前面那一色的明示映衬下 却也不那么显目了 远远望着越来越近的车骑 狼牙王十二 漫步走到谢三郎身侧 似笑非笑地说道 听说那日谢郎一反常态 对着族中的长者咄咄相逼 竟是一副 回不回到家族也无所谓的样子 现在想来 他要是名字重新寄回族谱 眼前这场婚礼 说不得也就没有了 纳斯不想重回家族 只怕就是舍不得委屈了姬夫人 想要这么明媒正娶她一回吧 自那天 谢郎离开陈军县时候 谢三郎的脸色 一直很不好看 此刻 听到狼牙王十二这话 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谢三郎 本是口拙之人 他的唇动了动 最终 什么都没有说出 倒是一侧 谢二十九郎 蒸蒸看着 踩着阳光而来的 那一片白色 心中 却在高兴地想到 哼 这就是我的十八兄了 他哪怕脱离了 陈军谢氏 也是一言 便可以叫来 无数名士为他捧场 也是举手投足间 便能把天下人都比了去 事实也是如此 这时刻 随着那支队伍 越来越近 无数的健康人涌了出来 他们兴奋而激动地 望着那风度翩翩的新郎官 有些署民激动之下 竟在这健康街上 大庭广众之下 跪拜起来 今天 谢母和陈军谢氏的一些祖老 也站在了一处阁楼上 望着那支越使越近的队伍 谢母的眼中渐渐湿润 与她的激动不同 那些祖老们 却还在记恨着当日谢郎所言 一个个沉着一张脸 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阁楼下面 传来一阵议论声 听说这谢郎 已经不再是陈军谢氏的子弟了 是啊 这谢郎现在也不过如此了 也不知道这些人还激动个啥 几乎是那两人声音一落 马上便有一个激动无比的声音传来 便是谢郎不再是陈军谢氏巴又怎么样 以前天下人都说她厉害 可我们听到的 只是她的门第如何了得 她外表如何出众 从来无人提到她治国如何 现在她不再是陈军谢氏巴了 可天下人都知道 她凭着一人之力几乎让北魏大乱 这样的谢郎 陈军谢氏不要她 那是陈军谢氏的损失 皇帝不用她 那是天下人的损失 那人声音一落 顿时无数个声音嗡嗡而来 正是这个礼儿啊 是啊是啊 皇帝不用她 那是天下人的损失 正该为此痛哭一场才是 嗯 明明陈军谢氏和刘宋天下 都等来了一个能够力挽威蓝之人 可眼下这样的大财 却被他们联手赶走了 这让人如何不伤心 如何不绝望啊 一声声的议论 一声声的议论越来越激动 一句又一句的控诉越来越激烈 听着下面群情激愤的对话 阁楼上陈军谢氏几个老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竟是沉着一张脸 说不出话来了 那只延绵了整个街道的白色队伍还在缓缓而来 渐渐的 他们来到了王谢子弟所在的街道 当下以狼牙王十二为首 中门发子弟在车队过来时 骑刷刷头一低 朝着那一对新婚夫妇攻身为礼 他们的敬意 谢狼接受到了 当下 谢狼双手一插 朝着他们 无声回了一礼 接着 前面的街道两侧 出现了陈俊元氏 出现了一百世家的子弟 同样 这些子弟在车队过来时 低头攻身为礼 谢狼还以一礼之后 突然的 街道两侧 走出了影川陈氏 兰陵萧氏 等受过姬寺恩惠的 十七家子弟 这些子弟 人人身着白衣 每个人身后 都有一个布区 挑着两个箱子 在队伍过来时 众子弟上前 他们抬起箱子 一箱一箱地 把他们放在平板车上 这是一十七个世家 给姬寺的天庄礼 这却只是开始 转眼间 队伍来到了第三个街道 这一次 从街道中走出的 却是一个个衣着朴素的 寒门子弟 这些寒门子弟中 有王振 有谭征的父亲 有一个个不曾识得的庶民 他们手中的墓盒 有的精致滑贵 有的却十分陈旧 和十七个世家子弟一样 这些人依次上前 一个一个将手中的墓盒 慎重中 甚至带了几分虔诚地 将他们放在平板车上 这是众庶民 给姬寺的天庄礼 这一天 所有的小姑都自发地沉默着 因为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丈夫 在谈到姬夫人时 已经是满脸敬畏 渐渐地 队伍走到第四个街道 这一个街道走出来的 却是周玉和他的几位兄弟 以及周氏一族的祖老 整整站了半条街道的老老少少 他们的身后 是姬寺曾经摆出来过的 三十九块帝王灵位 而他们的前面 则是一字排开的 数以百计的木箱 看到车队过来 姬寺一族的人 安安静静走上前来 一个接一个 把木箱放在平板车上 当他们退下时 隐隐有惊叹声传来 听说这周氏 曾经是姬寺的分支 只是在当年秦皇统一六国时 未必秦祸而改了周姓 啊 原来如此 他们给姬寺送上这么多天壮 却是以娘家人自屈了 外面议论纷纷时 姬寺的车帘也被拉开 就在马车中 姬寺朝着这些周氏族人 盈盈盈盈理 也算是把周氏一族 当成娘家了 渐渐的 这支格外雍容的队伍 在把健康城的主街 转了一遍后 缓缓朝着北城门驶去 却原来 谢兰为了娶妇 在城外新置了一个庄子 城中的人没有想到 那支豪华的队伍里的 每一个人 都引得无数人 想要亲近的车队 竟是就这般出了城 当下好一些或是想要求医 或是想与某人亲近的贵妇们 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失望的叹息 这一天 谢兰为了娶妇 那是红段铺地 十里张灯 他学着那咒王 从城门到新居 没走十步 便挂柔为林 没走百步 便赦酒为职 耗费银钱 无以计数 这一天 健康城外 酒肉飘香 数以万计的百姓 洗得颠颠倒倒 这一天 出现在婚礼现场的名士 有的是远在半年前 便已经动身 足足行驶了上千里路 前来庆贺的 转眼 还婚到了 婚者 婚也 还婚 正是婚礼进行时 听着里面传来的阵阵喜悦 看着那一个个 包衣薄带的风流名士 无数无数的人 站在庄子外 不敢起步 渐渐地 夜深了 在最后一丝弦月落下时 没有人注意到 黑暗的关道上 出现了一辆孤岭的马车 马车中 庄十三掀开车帘 朝着那张灯结彩 灯火辉煌的所在 目不转睛地看去 就在他望着都失了神时 突然的 一个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怎么 你也不敢进去吗 这声音 顺那间 庄十三全身肌肉紧绷 寒毛倒数 他猛然转过头看来 沐浴在夜色中 朝着他走来的 正是周玉 出乎庄十三意料 周玉 却是孤身而来 他懒洋洋走到庄十三身边 似乎没有注意到 这个仇人 正警惕地盯着自己 周玉 离开也好 周玉转头看向了他 盯着庄十三 周玉慢慢笑了起来 他懒洋洋地说道 听人说 你却是准备出家了 转眼 周玉又笑道 像你这么狠毒的人 居然要去当个大和尚 佛族啊 还真是什么人都能宽量 庄十三没有在意他的嘲笑 他只是微闭双眼 叙叙说道 佛度有缘人 我前世当了和尚 今世也是一禅师 明明他还没有剃度 明明这人从来不信轮回 周玉忍不住吃笑起来 哈哈哈哈 原来庄家郎君 前生今世都是和尚啊 这可真是人有素惠 佛缘不浅啊 说到这里 他也不知道 是想到了什么 觉得好笑 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周玉的笑声中 庄十三再次朝着黑暗中 那雾字灯火辉煌的庄子 看了一眼 然后他慢慢转过身去 不一会儿功夫 他便彻底的消失在黑暗中 目送庄十三离去 目送着周玉离开 谢广几人来到官道上 过了一会儿 谢广青探道 陛下也太多疑了 现在都退到这个地步了 他还派了暗卫前来盯着 行了 庄十三还活得好好的 快把这事告诉夫人 我们也可以去休息了 健康人还沉浸在谢郎和姬氏夫妇的 那场热热闹闹的婚礼上 一转眼却发现 婚礼过后的第二天 那对夫妇便与众名氏一起消失了 若说谢郎的离去 让陈俊谢氏的人和那些小姑们 怅然若失 那皇宫等神医的离去 则让一些权贵后悔不跌 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些人一消失便是很多年 直到很多年以后 刘宋北伐失败 失了大片疆土 刘宋太子谋反 皇帝猝死深宫 三皇子平乱之后 继位为帝 北魏皇帝拓跋涛突然过世 权臣崔玄把右主推上了皇位 终于 有人看到在京县祭祖的姬夫人了 当时姬夫人身侧 还站着一个二十多岁 名叫姬浩的郎君 而这个姬浩 则是被后世称作千年世家 姬世世家中兴之主 也是到了这时 世人才陡然记起 原来谢郎和姬夫人 消失在世人的视野中 已经有这么多年了 可惜那个时候 曾经的三皇子前任皇帝刘骏 那个少姬影 神明爽发 读书七行俱下 才早甚美 雄爵爱武 常于骑射的聪慧俊美郎君 已经变成了一个连亲妈也要争了的 银慧帝王 至于现任皇帝刘子叶和他伟大的姐姐 山鹰公主刘楚玉 更是一起创造了上下四千年间空前绝后的赫赫银宫 那时世人在谈及谢郎时 一个个常态息而演气 那时刻 无数人在心中想过 如何曾经文帝不是那么排斥谢郎 而是像个真正的英明君主一样重用于他 是不是这世间的苦难 就不会那么让人触目惊心了 这些人在心中想过